将官木知道他这是在嘲讽自己 不由微微醋眉 夫人 这事是我有错在先 不然你说说我该如何赔罪 但是 韩氏是一定要进门的 月阳侯夫人唇边勾起 沫冷漠的笑意 侯爷要我说 是 只要你说 我一定尽力半导 好啊 只要侯爷能做到三件事 你便是真要去韩氏进门 我也不管 将官木心中一喜 脸上也露出了笑意 夫人 你说 第一 你我何离 从此男婚女嫁 各不相干 将官木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粗恶地看着端坐在自己跟前的妻子 月阳侯夫人却不管她是什么表情 继续道 第二 你不能用这些年的功劳 为韩氏换取告明 我要你请求摄政王 让月阳侯府的爵位再惩喜一代 第三 现在就将爵位传给阿扯 你和韩氏搬出月阳侯府 去江家在商庸别的宅子居住 而韩氏和他的子女 没有阿扯的同意 不得踏入月阳侯府 你疯了 将官木忍不住的 话音未落 他又想起妻子这话似乎有些耳熟 就在不久之前他曾经听人说起过 你 是摄政王妃跟你说什么了 江官木沉声道 月阳侯夫人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问道 你觉得摄政王妃会跟我说什么 江官木被掖住了 半上说不出话来 难道侯爷认为 我不该为自己 为阿扯想吗 我若是做出什么出乎意料的事 便是被人挑唆的 而且你还认为 这个挑唆我的人 是摄政王妃 这番话 你敢去摄政王和朝中大臣们的面前说吗 江官木自然不敢 就算摄政王妃挑拨别人家庭不对 但他的错处显然更明显一些 他若是敢闹到朝堂上去 别人顶多说摄政王妃年轻气盛不懂事 害别人夫妻失和 而他恐怕就要面对无数人的弹劾了 作为一个武将 江官木并不想去招惹那些御史阎官 月阳侯夫人平静地道 王妃确实跟我说过一些事情 前两日我去摄政王府拜访 王妃告诉我 侯爷给我和阿彻带回来一个惊喜 摄政王妃在燕州派人传给他的信上 确实没有写太多的事情 只是将实情告知他了而已 最多也只是暗示他 不可单于变质的夫妻情谊 以阿彻为重罢了 对此 月阳侯夫人十分感激 他实在不敢想象 如果自己毫不知情地 带着阿彻满心欢喜地迎接江官木回来 他的阿彻看到父亲这样 要面对怎么样的打击呢 江官木起身道 夫人还在气头上 先好好休息吧 等你平静了 咱们再谈 说吧 江官木转身要走 月阳侯夫人冷冷地道 你没有别的路走 你若是不答应 只要我活着一天 韩氏和那两个孩子 就别想进门 他们只配当个 见不得光的外侍 和外侍子罢了 江官木的脸色 有些难看 如果我一定要接他们进门呢 月阳侯夫人冷漠地看着他 那我就去京兆尹敲锅 我倒想问问京兆尹 侯爷思取最疾之女 是个什么说法 侯爷若是想让你那对 宝贝双生子 一辈子被人议论 自己的亲娘 是个什么货色 请便吧 江官木虽然没有 明明正取的办婚礼 但他在燕州 以正式之礼待寒室 燕州官场上下皆知 如果月阳侯夫人 非得较真 这已经够得上 停机再去的罪名了 你 江官木气恼的道 你就不为阿彻想想 这么闹 不过是两败俱伤罢了 月阳侯夫人淡然道 我正是为阿彻找想 阿彻这么些年 没怎么见过父亲 也都长这么大了 既然如此 侯爷将本该属于 他的东西给他 尽管去宠爱你的 娇气爱子便是 阿彻嘛 就不劳你操心了 阿彻也是我的儿子 江官木怒道 我也没说不是啊 我也并没有让阿彻 不认你这个福气 他隐隐地觉得 头有些疼 你明明知道 朝儿不可能跟阿彻 抢任何东西 高祖明文 颁下过旨意 庶子永远不可能 越过笛子 继承家业 即便这道旨意 将来可能会改变 但绝对不会是现在 甚至不会是 最近一两代帝王 在位的期间 所以侯爷现在搬出去 又有什么问题呢 月阳侯夫人宁眉 似乎不解江官木 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 与自己纠缠 江官木气乐了 这自然是不一样的 他如今正当盛年 若是放弃了 此次朝廷的嘉奖 又放弃了爵位 就意味着 他从此 只是一个燕州军副统领 回到京城 按品级平调 最多也不过是 五位军四营之一的 一个副统领的职位 至高不过正四品 儿子是一品侯爵 老子是正四品将领 江官木并不傻 也知道自己经过 这次事情之后 若没有特殊的机遇 最近几年 是不大可能 再有升职的机会了 他定了定神 沉声道 族中长辈 不会同意的 阿彻才几岁啊 如何坐得稳爵位 院后夫人飞飞勾唇 这可不必侯爷操心 族中长辈们 已经同意了 什么 江官木一正 有些不可置信 江家自从他父亲 和几个叔伯去了之后 并没有什么出色的人才 长辈们怎么会 袁侯夫人微笑道 侯爷忘了吗 阿彻是陛下的半读 如今常驻摄政王府 与陛下 同受太父和汉宁院 中尉先生教导 这难道还当不得 一个侯爵之位 江官木沉默良久 突然反应过来 看着妻子 沉西 你在我回来之前 就已经想好了 他根本没想拒绝 韩氏进门 他是想将他 也一起赶出去 让儿子提前成为 越岳侯府的主人 江家的足劳长辈 不是那么容易说服的 他现在能信誓旦旦地 说长辈们已经同意了 显然是早就安排好的 有摄政王府 和陛下的关系 江家的长辈 确实有可能同意 毕竟 最多再过几年 江彻就可以支撑起 越岳侯府的门户了 你一定要这样 江官木神色复杂地 望着妻子 侯爷若是舍不得也无妨 我也希望阿彻 能有个完整的家庭 不过我也说了 只要我活着一天 那母子三人 休想再踏入越岳侯府一步 侯爷只要 现在踏出这个门 我会立刻下令 将他们三个人 赶出越岳侯府 今天侯爷送我一份大礼 我也不怕更丢脸一些了 你让我想想 江官木沉声道 越岳侯夫人淡淡地 看着他并不松口 江官木从来都不知道 他心目中通情达理 端庄贤惠的妻子 竟然如此地难以沟通 他只得说道 我先将他们母子三人送出去 行了吗 看到他神色缓和了几分 江官木知道他是同意了 这才松了口气 转身走了出去 片刻之后 江澈从外面走了进来 走到母亲跟前 江澈望着一动不动 坐着出神的母亲 轻声唤道 娘 天安侯夫人回过神来 朝江澈笑了笑 收声道 方才我和你父亲的话 你都听到了吧 江澈点点头 刚才他就站在门外 父母的对话他都听见了 而澈怎么想 片安侯夫人抬手 理了理他的衣衫 轻声问道 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会站在娘这一边 如果娘想要跟父亲合理 就合理吧 她未必会同意 我提出的条件 毕竟她现在 才是江家的主人 大不了 我跟娘一起离开江家 反正她已经有了别的儿女 少我一个也没什么 但是娘只有我 阿澈要跟着娘 月阳侯夫人微笑着 揉揉儿子的脑袋 傻孩子呀 娘怎么会将该属于你的东西 给别人呢 该你的 一样也不会少 娘 江澈有些担心地看着母亲 月阳侯夫人淡淡地道 不用担心 你父亲说得对 就算她有再多的数字 也不能动摇你的地位 至于 最后具体如何 就看那韩氏的本事了 这些日子 她日日都在思考 自己应该怎么办 但是很快 她就想明白了 她的痛苦 更多的是来自于 丈夫的背叛和颜面受损 事实上 只要她不在乎 真正该操心怎么办的 是江关牧和韩氏 虽然方才 月阳侯夫人说得决绝 但她也不是真的 非得跟江关牧合离的 她不是洛家大小姐 赤儿再过几年 就已经算是大人了 她只需要好好守住月阳侯府 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还是怎么过 如果江关牧只是暗中 带韩氏母子三人回来 规规矩矩地叩头谢罪 将韩氏纳为妾室 月阳侯夫人甚至不打算 跟她计较 不就是一个男人吗 这些年 江关牧不在 她不也过来了吗 韩氏想要 给她便是 但这些的前提是 他们不能越过了 她的底线 江关牧想取韩氏为平妻 甚至想要为韩氏 清风告明 就是一再地挑战 月阳侯夫人的底线 江车握着母亲的手 娘 你不要一个人那么辛苦 阿车也想保护娘亲 月阳侯夫人抬手 翘了翘她的额头 些许小事 看把你急的 这事你不要在陛下 跟前提起 更不要求 摄政王妃帮忙 知道吗 江车有些不紧 她确实想过 求摄政王殿下 和王妃做主 月阳侯夫人 轻叹了一声 说到底 这是江家的家事 你是陛下的伴独 就要做好 你身为伴独的职责 而不是仗着陛下 和王妃心善 让他们为难 就如娘所说 这不是什么大事 咱们自个儿能解决 你明白吗 是 娘 江车点头 那就好 只要你好好的 娘就放心了 娘也要好好的 当然 我们都会好好的 韩世听了江关牧说 要带他们出去住的时候 手中的茶杯 瞬间跌落到了地上 侯爷 为什么 是夫人 夫人还是不肯接纳我们吗 韩世红着眼睛颤声的 他当然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他今天这么大张旗鼓地进来 玉岸侯 又被赶了出去 以后再想进来 只怕就不容易了 更不用说 有了这么一出以后 就算能顺利进府 也要成为上用权贵之间的笑柄 韩世突然的 就有些后悔 今天这般张扬进城的举动 他实在是没想到 玉岸侯夫人态度 竟然如此强硬 他就一点都不怕 触弄自己的丈夫吗 江关牧轻叹了口气 抬手轻抚着他的脊背 这事毕竟是我不对 夫人一时半刻 只怕接受不了 你先带着孩子出去住几天 等我再跟夫人好好说说 韩世突然有些激动 夫人如何对我 我都不在意 可是侯爷 可是侯爷 你也为超儿和庆儿想想呀 如果我们今天被赶出去 以后超儿和庆儿 如何再上用立足 江关牧沉默不语 他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只怕不知道 多少双眼睛 在盯着院侯夫 就等着看他们笑话呢 但是他又能怎么办呢 夫人坚持不肯让步 再僵持下去 只怕会更加的难看 江关牧叹了口气 有些疲惫的道 汐儿 别闹了 你听话 先出去住几天 我一定会尽快 见你和孩子们回府的 韩世抬起头来 眼神悠悠地望着他 两久 再点了点头 轻声道 好 何一去叫超儿和庆儿过来吧 我进去收拾一下东西 他苦笑了一声 原本以为要在这里住一段日子 我已经将好些东西都拿出来安置了 好 我让人进来帮你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韩世轻声道 看着韩世转身进了内室 江关牧不由微微醋眉 思索了一下 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对 便转身去院外找两个孩子去了 两个孩子被丫头带着 正在院外的门口玩耍 看到爹爹出来 立刻朝江关牧奔了过来 爹爹 爹爹 江关牧抱起女儿 牵着儿子 轻声道 跟爹爹进去 娘亲在叫你们了 江朝扯着江关牧的衣袖 爹爹 那边有好看的鸭鸭 潮儿和庆儿 想去看看 江关牧看了 他指的方向 前方不远处的池塘里 有抑制一对鸳鸯 江关牧迟疑了一下 想着韩氏收拾行李 也需要时间 便点头答应了 带着两个孩子 往池塘边走去 父子三人正在池塘边 看着鸳鸯游来游去的时候 一个丫头从院子里跑了出来 边跑边惊恐地叫道 侯爷 不好了 夫人自杀了 自杀了 鸳鸯侯夫人才刚回到自己房里 看了会账本 听到管事的禀告 秀眉飞飞挑起 是 侯爷让人 请大夫去了 管事恭敬的道 夫人 管事有些担心的望着眼前的主母 侯爷该不会迁怒夫人吧 还有 这才刚进门第一天就自杀了 上庸皇城里那些人 还不知道怎么编排夫人呢 好好看着 也真的死了 死了可就没意思了 夫人 侯爷那里 不用管 他有什么给他便是 是 老奴 老奴告退 等管事出去了 势力在 岳阳侯夫人身边的丫头 才低声的 夫人 要不要 岳阳侯夫人回头 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别为了那些下贱胚子 让自己染上一身刑 还是得好好地活着 他敢恶心我 我让他这辈子都活不痛苦 那 万一他自己死了呢 院侯夫人翻了两页账策 才缓缓地道 你以为他真舍得死吗 他若是死了 那两个孩子可就落到我的手里了 你若是他 你放心吗 丫头仔细想了想 那位韩氏的做派 确实不像是个 能轻易相信别人的人 这么说 是苦肉计 倒是有些本事 希望侯爷莫要让我失望 他既然想做情种 我成全呢 半个时辰之后 门外传来的声音 让岳阳侯夫人 从账本中抬起头来 侯爷 夫人正在忙着 请容奴婢进去禀告一声 不必 将官牧尘声道 可是侯爷 夫人他 丫头还想阻拦 将官牧去已经推开了他走了进来 岳阳侯夫人朝跟进来的丫头挥了挥手 示意他先退下 侯爷有什么事 将官牧看着一脸平静的妻子 只觉得一股邪火从心底升起 直冲脑门 他捏紧了锤在身侧的拳头 咬牙道 下自杀了 你满意了 岳阳侯夫人挑眉 四笑非笑地看着他 是我逼他自杀的吗 还是我逼侯爷 让他无名无分跟着你的 还是我让那两个孩子一出生 就是私生子的 你 江光牧唇笑了脸 深吸了口气 那总是一条人命 你竟然还能如此平静 侯爷在战场上没见过死人 敌人的 还有你同袍的 那韩氏的命比别人金贵一些吗 而且就算金贵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侯爷不妨直说 你来找我为了什么 江光牧扯没了片刻 我们一定要这样说话吗 岳阳侯夫人但笑不语 好 江光牧深吸了口气 咬牙道 那我就直说了 西二母子三人 要留在府中养伤 还有我之前跟你说的 明天早上 我会亲自向摄政王请求 朝儿和庆儿也是我的儿女 我不能让他们被人耻笑 我如果不同意呢 江光牧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我才是岳阳侯 说罢 他转身走得出去 岳阳侯夫人眼神忧深地 看着他出去的背影 半赏才淡淡地道 江光牧 这是你逼我的 清晨 洛俊瑶入宫给太皇太后上过香 便与长林公主 一起坐在御书房旁边的暖阁里 商量太皇太后入皇陵 以及不久之后的中秋宫宴的事宜 两人正说着话呢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阵天的鼓声 两人都是一愣 这皇宫里哪来的这么响的鼓声啊 是宫外 洛俊儿很快分辨出来 宫门口的方向 长林公主恍然大悟 是灯文鼓 灯文鼓 是设立在宫门口的一面巨大的明渊鼓 理论上人人都可以敲 但实际上敢去敲的人少之又少 因为对寻常百姓来说 敲响这个鼓本身的代价就不小 两人对视了一眼 双双站起来 出大事了 灯文鼓响起的时候 大殿上的谢彦正看着 丹西跪在殿下的江关墓 谢程坐在一边 有些小心地去了自家皇叔一眼 他敏锐地察觉到皇叔的心情不太好 然后又忍不住狠狠地瞪了江关墓一眼 这是阿彻的爹爹 阿玄偷偷跟他说了 阿彻的爹爹做了对阿彻和月王侯夫人很不好的事情 他讨厌这个月王侯 大殿上的其他人也纷纷皱眉 看着江关墓的眼神 犹如再看一个疯子 江关墓镇守燕州这些年 正好赶上这次高羽入侵立下了战功 回京之后 王爷必定封赏 月王侯府更上一层楼指日可待啊 这个江关墓呢 却要用自己的功劳给一个无名无分的女人换取身份和告密的封号 他该不会觉得自己很深情吧 昨天江关墓带着女子当街策马的事情 已经传遍了整个上游 月王侯夫人居然没有闹 当真是好脾气啊 只是 这江关墓也不能仗着妻子脾气好 就这么欺负人家 月王侯夫人娘家可还没死绝呢 众卿以为如何 泻眼淡淡地问 众人立刻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起来 御使颜官们自然将枪口都对准了江关墓 从朝廷律法到宗族礼仪 从礼仪廉耻到民风教化 就差将江关墓罵成个罪大恶极的人渣了 当然也有人从成本的角度考虑了一下可行性 但是前提是月王侯夫人同意那女子进门 就在这时候 灯文谷咚咚咚地被敲响了 片刻之后 侍卫匆匆进来禀告 启禀王爷 宫门口有一女子敲响了灯文谷 这是该夫人的陈清折子 内侍快步下去将折子接了过来 送到谢言手里 谢言打开几眼看过 有些意味深长地扫了眼还跪在地上 不曾抬头的江关墓 带她进来 是 王爷 内侍拱手离去 原本闹哄哄的大殿倒是安静了下来 人们已经暂时对江关墓失去了兴趣 他们现在更好奇的是什么样的女子如此大胆 竟敢去敲灯文谷 不久之后 一个衣着素雅的妇人 在两名侍卫的看管之下 踏入了大殿 不少回头看过去的官员 都忍不住道歇的口凉气呀 臣妇越阳侯夫人江徐氏 状告江关墓停期再去 撕纳罪集之女 逼迫发妻 请王爷做主 夫人 江关墓听到越阳侯夫人的声音 才惊恶地扭过头看向她 你疯了吗 越阳侯夫人淡淡地瞥了她一眼 并没有理会 她跪倒在地上 背脊却挺得笔直 哪怕在这义政大殿上 面对满朝文武的目光 也依然不卑不亢 谢眼看着越阳侯夫人 沉声问道 灯文古是为了给有 大冤无处告的百姓 开一条近天之路 你身为一品告命 朝廷确实可免了你的刑罚 但不代表你可以滥用此骨 你可明白 越阳侯夫人点头 臣妇明白 臣妇自请罢出 一品夫人的封号 大殿中 文武大臣们神字各异 但看向江关木的时候 眼睛里都带着几分 鄙夷和唾弃 看看这越阳侯 都将原配夫人 逼到什么份上了 哪怕不要自己的 告命封号 都要上议政大厅告状啊 而这位呢 方才竟然还在 向摄政王请求 给自己在外面的女人 一个告命封号 摄政王若真的同意了 岂不是外面的女人 比原配夫人的身份 还要高吗 这绝对不行啊 大殿上 文臣武将 在这一刻 真正有之一同的 排斥起江关木来 文臣大多都是为了 所谓的礼教 规矩 而武将们 就更实际一些了 他们跟江关木一样 常年征战在外 如果家中 没有夫人作战 打理一切 如何能放心呢 如果以后 自己只要出去打仗 妻子就怀疑 自己会带回来 一个威胁 她身份地位的女人 这还不后院起火吗 那这仗就不用打了 日子呢 也别过了 玉阳侯 你有何话说 谢眼看向江关木问道 江关木还没有回过神来 她怎么也没想到 妻子竟然如此决绝 宁愿舍弃 玉阳侯夫人的身份 也要告她一撞 她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玉阳侯夫人 显然是知道的 她今天并没有穿着 女眷入宫 必穿的告明服饰 而是穿着一身素雅的长服 可见 对自己失去 原本尊贵的身份 早有心理准备 玉阳侯 见江关木迟迟不答话 泻眼沉声道 江关木这才回过神来 连忙俯身 臣有罪 请王爷责罚 这世间对男人 真的很宽容 比如江关木这事吧 知道她和韩氏 在燕州的事情的人 并不在少数 不管方才那些大臣 如何指责她 也没人把 停期再取的罪名 往她身上逃 只要没有人告 大多数人 还是假装不知道的 但如今 玉阳侯夫人 竟然将事情戳破 摆到明面上来 也就容不得 他们再装傻了 这世间的规矩 本就是他们定的 自己定下的规矩 还不能遵守 那以后 谁还拿那些 所谓的礼教规则 当回事啊 身为破坏规则的人 江关木必须受到惩罚 欠眼抬头 看向其他的人 诸位怎么说 启禀王爷 岳阳侯既然认罪 岳阳侯既然认罪 自然该罚 请王爷 陛下 以我朝律法 严惩岳阳侯 以正视听 这是方才 将将关木 骂得狗血淋头的 李布侍郎 也有的人 持不同的意见 王爷 岳阳侯诚然有错 但他多年驻守边关 此次守城有功 本该重赏 若是将其下狱 恐怕会含了 边关将士的心啊 还请王爷 从心发落 谢眼平静地 听着持两派观点的人 吵得不可开交 也不着急下判断 江关木脸上神色僵硬 他侧手 看着跪在自己身边 神态平静的妻子 你一定要如此吗 岳阳侯夫人 淡淡一笑道 我感念侯爷深情 成全于你 这有何不妥 过了今时 侯爷的痴情 一定会流芳千古的 与其说是流芳千古 不如说是一臭万年 江关木从没想过 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出名 第一个 因为女色知识 被妻子告上金鸾殿的人 她甚至都不是 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 却有可能 比真正做了 十恶不赦之事的人 受到更多的唾弃 和嘲笑 够了 谢眼看着 争执的双方 几乎快要喷出蒸火了 事事出声 阻止了众臣继续 此事也不是 什么复杂冤案 既然岳阳侯已经认罪 江夫人 你有何诉求 按本朝律法 岳阳侯此罪应当夺杀 账责 监禁 但岳阳侯刚在 燕州立下大功 本王也不能 举手丝号不念她的功绩 夺绝和监禁 可酌情 免除一笑 江夫人 恭敬地 朝殿上移扣手 请陛下和王爷 定夺 臣妇心服 口服 谢眼目光 转向旁边的 江�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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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手 抢着地面 脖子上 青筋碧露 或许此时 他才终于从昨天韩氏自杀 以及自己对韩氏的感情中 回过神来 意识到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解眼看似给了他选择 其实根本没给 如果他选免处夺爵 那么一个坐过大牢的人 是没有资格在高居侯爵之位的 甚至连他身上的职位 都会被剥夺 今生再也没有起伏的机会 就算摄政王依照承诺 不剥夺他的爵位 这个侯爵在他身上 也毫无用处 只能每年定期领些俸禄罢了 如果他选免处奸谨 那么爵位自然没有了 职位同样也会剥夺 今天走出皇宫之后 他江关木就是一介白身 一旦脱离了那点感情上的 冲动和盲目 江关木本质上 还是个正常的上庸权贵子弟 侯门将门之后 他此时心中纵然恨极了 这个妻子 却还是不得不思考 如何最大限度的 保全僵尸的未来 江关木忍不住 在心中苦笑 他侧手看脸江夫人 提声道 如你所愿 江夫人垂眸不语 神态平静 江关木朝着殿上一拜 臣请奏陛下王爷 臣行事荒诞 辱若门眉 无言再舔居侯爵 求王爷恩准 将岳阳侯府爵位 传于我而将彻 臣愿入肩服刑 他这话一出 刀伤不少人高看了他一眼 总算还没有被女人 彻底冲昏头脑 能拿那个轻重高低来 谢雁扶着扶手思索着 谢成忍不住小声问道 皇叔 岳阳侯要把侯爷的位置 让给阿彻吗 陛下认为如何 好呀 这样就没有人敢欺负 阿彻和岳阳侯夫人了 谢成如今还不能理清楚 这里面的复杂问题 但他知道 自己的小伙伴 如果有了爵位 就算他爹爹对他们不好 也没有人敢欺负他了 谢眼笑了笑 这孩子倒是跟他父亲一般 一心一意的对自己人好 这样的性子呢不算坏 不过 作为帝王 还有很多需要学的 众星以为如何 文官中 一个须发花白的老者 站了出来 启禀陛下王爷 臣等 以岳阳侯府先辈 为大晟开国有功 岳阳侯本人 镇守燕州近十年 功劳匪浅 虽说如今所行不法 所幸并未造成大祸 今即认罪 可准岳阳侯所奏 不过 老臣停顿了一下 还请王爷开恩 免出岳阳侯监禁之罪 大功小过 有功之臣 身陷令无 实非吉兆啊 还请王爷明鉴 请王爷开恩 刚才还吵成一片的朝臣们 此事却齐声道 半上 谢阳方才缓缓点头 如此 便依礼部尚书所言 将官墓停去再去 限期三日之内 将决位传于其子江澈 本王念江家先辈功绩 准江澈 不将等席绝 罚江关墓仗则一拍 监禁卓敏 另外 将江关墓 为五位军 南营穆杰将军 谢王爷 众臣此时看江关墓的眼神 仿佛是在看一个傻子 跟江家有交情的武将 更是痛心疾首 穆杰将军 不过是个五品的偏将 如江关墓这样的出身 大都没有从底层做起 江关墓当年一入军中 便是从六品的校尾 结果这么一折腾 绝位没了不说 十几年驻守边关的辛劳 和沙场浴血的攻击 也付诸东流了 图什么呢 有人暗自好奇啊 这个韩氏 到底是什么样的天仙角色 才能把江关墓给迷成这样 随着退朝的声音响起 朝城门纷纷从大殿中涌了出来 江夫人站起身来 平静地看着身边 同样刚刚起身的江关墓 你现在满意了 江关墓沉声道 江夫人微笑 我有什么不满意的 侯爷 不 木杰将军如今无事已身轻 明日咱们去将河里书签了吧 省得耽误了你和新夫人的姻缘 你休想 江关墓咬牙 我不会合理的 江夫人挑了挑眉 那也罢 我也还是那句话 只要我是江夫人一天 韩氏就休想进门 江关墓深吸了口气 压低了声音 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就如此容不得人 我如今是个无品偏将 但是你呢 你得到什么好处了 他好歹 还留了个无品的观止 江关墓相信 自己只要有机会 总是能生回去的 但是他呢 却什么都没有了 江夫人靠近他几番 低笑道 江关墓 你忘了一件事 我是未来岳阳侯的生物 你猜 要是过几年阿车为我请风的话 陛下和摄政王会不会同意呢 愉快地看到江关墓变脸 江夫人这才满意地收起了笑容 所以 你以为我稀罕着一品夫人的身份吗 说吧 他不再理会江关墓 转身走得出去 江关墓快步跟了上来 却在大殿门口被人拦住了 江将军 请留步 江关墓有些烦躁 还有什么事 请江军随我们走一趟 您还有一百丈责罚要受呢 月瑶侯夫人 王妃有请 江夫人平静地走在出宫的路上 沿途自然少不了许多人打量的目光 这些目光呢 并不算友好 有几个跟江家 或跟他娘家交情不错的大人 还上前来说他几句 显然 他今天来这么一出 在这些朝廷官员心中 多少也是有些大逆不道的 只是江关墓自己被拿住的错处 摄政王又没有偏袒的意思 这些人明面上不好说罢了 听到侍卫的话 江夫人平静地点了点头 多谢 请大人领路 看着江夫人随着侍卫回去的背影 恰好有人走在洛云身边 忍不住他 洛大将军 王妃这是要训斥江夫人 洛云瞥了那人一眼 训斥什么 这 此事确实是江关墓办的不地道 但这江夫人也过于心狠了一些 若不是江关墓有些功劳 又有朝中故旧求情 他还真要将自己的丈夫 自己儿子的爹 送进大牢不成 江关墓当初不做那些事 不就什么都没有了 话是这么说 但男人哪有不好色的呢 只是江关墓也不知道脑子哪儿出了问题 事情办得太不讲究罢了 这么一想 色迷心窍再得不冤 不对 大将军的意思是 王妃 洛云淡淡的道 不仅是王妃 王爷的态度 大人还不明白吗 看着洛云从自己身边越过 说话的人也陷入了沉默 摄政王府中可是除了王妃一个人都没有 先前还有人觉得 色迷王是碍于洛云这个岳父不好纳妾 但如今 色迷王妃在营州和燕州的不少事情 已经传回了京城 大家多少是有些明白 这位原本声名狼藉的洛尔姑娘的厉害 色迷王专宠王妃 色迷王妃呢 又是个彪悍厉害的 自然会厌无停机再取的江关墓 而对宁愿抛弃告命之位 也要将丈夫告上大殿的江夫人 心生好感 那人暗暗吸了口气 看来以后啊 在这方面真的不能行差踏错了 让上头不喜还是轻的 得罪了色迷王妃 那可就大大不妙了 民妇叩见色迷王妃 叩见大残公主 江夫人踏入暖阁 朝着坐在里面的骆君瑶 和长林公主恭敬的行礼 长林公主看向江夫人眼神温和 心声道 快起来吧 谢公主 长林公主指了指一边的椅子 请江夫人坐 打量了江夫人半上 才叹气道 难得你有这样的勇气 外面那些闲话 你莫要放在心上 若是有什么事情 尽管让人来公主府传个话 江夫人心中意暖 她只知道长林公主驸马病逝 并不知道长林公主与自己的遭遇 有些感同身手 谢公主 民妇一切都好 纵然没有了告命之位 也还有些不少积蓄和嫁妆银子 这日子嘛 总还是比寻常人好过百倍的 你父兄如今都不在京城 我看的江关木是个糊涂东西 仔细一些的好 公主放心 江关木 虽然在这事上有些糊涂 倒也不是会做出什么下三岸事情的人 她跟江关木之间 说双仇大恨呢 谈不上 说到底 江关木想要维护她的真心挚爱 而她要维护她身为一个女人和妻子的尊严 以及儿子的利益 长林公主皱眉道 到底她是个男人 你是个女子 总是容易吃亏一些 阿言也真是的 干脆将她关上两年 等阿彻长大一些 那才放心呢 江夫人失效 王爷和朝中诸位大人能如此判决 臣妇已经感激不尽了 江关木确实与朝廷有大功 他如今才刚刚归来 就被投入牢中 就算天下人都知道是她犯错在先 只怕也要以为朝廷小题大做 打压有功之臣了 如今这般已经很好了 长林公主和骆俊瑶对视了一眼 两人又说了些安慰的话 骆俊瑶还赏赐了几件东西 这才让人送了江夫人出宫 是个聪慧女子 等江夫人走后 长林公主才侧手对骆俊瑶道 确实是个聪慧洒脱的女子 当断能断 又能看清楚局势 即便她真的跟江关木合离之后 以后的日子过得也不会差 倒是比故作大方间的寒室 后半辈子憋着一口气故活 要好得多 瑶瑶觉得他们会合离吗 不好说呀 也是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合不合离 影响都不大了 爵位已定 剩下的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觉得 他们可能还是会合离 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怎么说 江关木为这个寒室 付出太多了 后半辈子 这两人如果不能恩爱地过下去 那他如今这般 就真的成了一场笑话了 悦阳侯府里 江彻跪在母亲跟前 红着眼睛道 娘 您放心 孩儿一定努力读书习武 争取早日建功礼宴 一定将娘亲的 告密封号挣回来 江夫人摸着儿子的小脑袋 傻孩子 你不怪娘就好了 江彻趴在母亲膝头 我为什么要怪你 过了今天 咱们家里的事 只怕 就要传遍整个上庸了 若是听到别人说什么 闲言碎语 你心里不难过吗 如果娘忍耐一些 江彻坚定地 打断了母亲的话 孩儿没有做错什么 娘也没有 是父亲做错了 我们既然没有错 为什么要怕别人怎么说 再说了 太夫教导过 男子汉立身于事 靠的是建功立业 我才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呢 说到此 江彻又有些郁闷 娘亲 孩儿一定会 快快地长大的 她如今还小 还不能上战场立功呢 不能成为娘亲的 依靠和骄傲 江夫人欣慰地道 不着急 娘相信我儿将来 一定会是个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 江彻正中地道 我不会像父亲那般的 江彻从心底 无法认同父亲的作为 她不仅伤害了母亲 对韩氏母子三人 也并非什么好事 不然 昨日那韩氏 为什么要自杀呢 纵然是有作戏的成分 但若可以 谁闲着没事 先往自己手腕上 划一刀口子呢 还有那两个孩子 从他们踏入上 永久注定了 一辈子 也摆脱不了 私生子的名头 虽然他们还小 什么都不懂 江彻却并不同情他们 因为他们的存在 伤害了他的母亲 他们的不幸 是父亲造成的 他们与他从一开始的立场 就是对立的 自然 阿彻可是娘亲的儿子呀 江夫人笑道 这边母子两个和乐融融 另一边的客院里的卧室里 气氛却十分低沉 江光木一大早好好的出门 却被人抬了回来 生怕吓着孩子 韩氏早早地 让两人将两个孩子抱开了 看着江光木 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后背 韩氏坐在床边泪如雨下 大夫 侯爷的伤怎么样了 老大夫从药箱里取出几瓶药 放在桌上 叹了口气的 唉 这宫中的磅伤可不轻呢 每日早中晚换一次药 老夫另外再开一副内服药 侯爷连续服上几天 只要这七天之内不发热 伤口不发炎 问题就不大了 只是这大半个月 侯爷恐怕只能就这么趴着了 看那伤处 没把骨头打断 都是留情了 这岳安侯昨日才回京 怎么不是自杀就是挨打 也没有个消停呢 不谢待 韩氏命人将大夫送了出去 看着江光木惨白的脸色 心疼地抽烟起来 侯爷 到底出什么事了 到底是谁这么心狠 竟让你打成这样 江光木偏着头趴在床上 望着坐在自己身边的女子 此时的心绪也很是复杂 跪在宫中受刑的时候 他忍不住回想起了很多的事情 当初到底为什么 瞒着妻子韩氏的事呢 因为当初 他和徐氏也是恩爱过的 遇到韩氏的时候 他对徐氏的感情也并未淡去 他与许多助手边关的将士 都是差不多的心思 边陲地方不讲究那些 韩氏纵然跟着他几年 以后也还能嫁人 渐渐地 他对韩氏的感情越来越深了 也在心中越发觉得对不起妻子 每次看着徐氏书信里的想念 他提笔的手 越发觉得沉重不堪 等他彻底爱上韩氏 以及龙凤胎出生之后 他更多的想法又变成了不想委屈韩氏 韩氏的出身 还有切身未明的时候 就生下了孩子 注定了江家祖老会对他十分的不满 他也无法预测徐氏知道这事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他会不会跑到燕州去 会不会为难韩氏 会不会如韩氏所担心的 将两个孩子带走 抱到自己跟前抚养 最后他想 就这样吧 大家各自相安无事 能苟且一年试一年 后来 他更是不知何时生出的 想取韩氏为平妻这样荒诞的想法 此时看着眼前垂泪的女子 江关木闭泪闭眼 在心中暗道 也罢 就这样吧 他还是爱着他的 他们还有两个乖巧的孩子 徐氏得到他想要的 阿哲继承了爵位 他陪着他和两个孩子 就这么过下去吧 江关木伸手握住韩氏的手 低声道 你和两个孩子这些日子 就在这院子里待着 少出门 等我伤好一些了 咱们就搬出去 什么 韩氏错愕地看着他 以为自己听错了 搬出去 他们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而且 听侯爷的意思是 他跟他们一起搬出去 江关木因为背上的伤 暗暗地吸了口气道 我已经禀告摄政王 将爵位传给阿彻了 徐氏不同意你们进门 以后阿彻就是 岳阳侯府的主人了 你们留在这里也逃不了好 咱们搬出去 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吧 以为韩氏担心 他们以后的生活 江关木道 你别担心 岳阳侯府虽然给阿彻了 但我还有不少私产 也足够咱们过日子了 韩氏红着眼睛 犹豫了半赏 才道 那 侯爷和夫人的婚姻 我不会和离的 也不会休妻 阿彻还是个孩子 他既然为他争取了爵位 就休想离了岳阳侯府 独自逍遥快活 江关木从来没有想过 要和离 甚至休妻 他确实更恋爱韩氏一些 但这不代表 他能够容忍徐氏 离开他改嫁 这年头 女子二嫁 确实已经不如 刚开国时那般盛行 但不代表没有 更不是不能 徐氏在洛都颇有美名 算是出了名的 至家里氏的能手 他还有不菲的嫁妆 和一个继承爵位的儿子 和离之后 未必没有人 会生出求取之心来 江关木就要彻底 杜绝这个可能 韩氏低着头 沉默不语 眼泪悄无声息地 一滴一滴地 滴落在江关木的背上 他觉得自己 包扎好的手腕 越发痛了起来 眼中写满了茫然和不甘 这样 他到底得到了什么呢 那个女人的儿子 才十岁 就已经继承了爵位 他的孩子 却依然还是私生子 他依然连个名分都没有 韩氏入京之前 想过很多可能 他甚至想过 自己会被徐氏如何折磨 要如何隐忍 如何紧紧地 把握住侯爷的心 但他从未想过 徐氏根本不屑 跟他争男人 他将他和江关木 一起赶出了侯府 无论韩氏如何想 事情都不会按照 他的意志改变 三日之后 还在床上趴着的江关木 接到了朝廷的旨意 侧封岳阳侯 世子江彻 为新任岳阳侯 一个才十岁的孩子 继承侯爵 成为目前大圣 年纪最小的侯爷 自然是足以震动朝野 与之一起的 便是江关木 在边关亭妻再去 逼迫原配妻子 接受外事做平妻 以及江夫人 舍弃一品夫人 告命封号 上殿告状的故事 传遍了整个上庸 并以极快的速度 向上庸以外的地方传去 之前江关木 拥美侧满过街的时候 上庸城中 九节风声 如今这消息一出 有人批江夫人 善度心狠 也有人赞江夫人 刚烈豪爽 是女中豪杰 还有的人 为岳阳侯府的未来担心 认为一个孩子 撑不起岳阳侯府的门户 还有人评论起 摄政王对这事的处理 有人认为 摄政王处罚的太过 也有人认为 恰到好处 甚至颇有人情味 毕竟错 是江关木自己犯的 摄政王既没有夺绝 也没有叫人收监 只是打了一百丈 以及降级罢了 这还不够宽宏大量吗 甚至 摄政王还看在江家先辈 和江关木功绩的份上 让江家不降等席绝 如果按照正常爵位传承 到江澈的这一带 岳阳侯府 就要降为伯爵府了 这样的恩典 绝对足够弥补 江关木这些年的辛劳和战功 甚至游有过之 当然 最多的还是对江关木的嘲讽 什么美人相英雄种 什么儿女情长 英雄气短 甚至还有那好事者 将江关木 托为大圣第一持情男子 当然 另一方面 江关木又被一部分女子 和大部分男子 评为大圣第一色令 致婚的代表人物 韩世更是一举超越了 上拥各类美人榜单上的美人们 大有夺魁之事 总之 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 就连摄政王数月平定青州叛乱 击退高于入侵的事情 都对往后靠了 毕竟 朝堂之事 哪有风月八卦香啊 摄政王府里 另有刻意 几个小孩子 都为这江澈 嘘寒问暖 就连一向傻乎乎的 小胖子郑景峰 也小心翼翼地瞧着他 那模样 仿佛生怕江澈突然哭了一半 谢承坐在江澈的身边 阿澈 你 怎么样 谢陛下关心 臣很好 谢承皱着眉头的 不是说了吗 咱们是朋友啊 在皇叔府上 不要叫陛下了 叫我阿澈 江澈笑了笑 点头的 谢谢阿澈关心 也谢谢你们 他知道 几个小伙伴都很关心他 别放在心上 我太祖父说 穆杰将军 一定会后悔的 苏宣虽然聪明 但他现在还不能完全领悟 太祖父的意思 只觉得 他老人家说的都是对的 而且阿澈和江夫人 可比那养在外面的女人 和孩子要好多了 江关墓肯定会后悔 多谢阿絮 我没有放在心上 我只是想 快点长大 我也想 郑景峰举起胖乎乎的手 不过 阿澈 你都是猴眼了 这得长大一点 比较有气势 说着 还做了一个 自以为有气势的表情 引得众人都笑了起来 谢程颇有几分老成的 拍拍江澈的肩膀 我黄叔说 八娘助长不好 什么年纪 就应该做 什么年纪该做的事情 不要着急 好 江澈淡淡的笑道 红走吧 陆军要看着几个小孩 坐在阎舞场边上说笑的模样 扭头对身后的灵篮道 看来阿彻呀 不用我们担心了 王妃 听说朝中有人在议论 应该为陛下换一个试毒 至于换掉谁 显而易见嘛 洛军要吃笑了一声 换不换人 是他们说了算的吗 阿诚和几个孩子都相处得挺好 不坏 是 奴婢会让人将王妃的意思偷出去 越安侯府的事情 商用百姓茶余饭后的闲谈之时 朝中的事情却一件也没少 出征青州的五卫军 押解了曹家的囚犯还朝 郑国军却留在青州并没有义气 跟着五卫军一起回来的 还有谢霄陈寻叶峰等人 以及徐承玉和郑景川 那被从加州直接调到青州 洛军要连面都没见上的 王府长使戴的人 也被留在了青州善后 徐承玉和郑景川 跟着洛军要玩过一次刺激之后 倒是长进了不少 被洛军要丢在军中 也不再交集 多少立下了一些战功 算是对得起这次泄眼 带着他们出征了 朝廷以雷厉风行之时 审理了曹家谋逆的案子 一日之间 上百颗人头落地 所幸这次上庸被牵连的官员不多 并没有再次引起上庸官场的腥风血雨 白错的那本宅记 终究还是被曹军交了出来 不知是不是人之将死看开了 曹军用这本宅记 换了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小孙子 一个自由之身 许知道 即便朝廷网开一面 不杀未到五相之年的幼童 这些人也都是要被罚为奴 甚至发配边疆的 与曹敏一同 一杯独酒共赴皇权的还有阮庭 也算是为这两位曾经在大盛举足轻重的人 保留了最后的一丝体面 等到所有事情忙完 就连中秋公宴都已经过去了 已经到了八月末 中秋之后 上庸的天气一直很不错 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桂花香气 谢眼座在书房里 翻看一本手札 洛军而脚步轻快地从外面进来 好奇地道 你还在看白醋的手渣 谢眼将他拉到自己怀里坐下 轻声道 去哪了 去了一趟暗兰书院 回来之后呢 又去了一趟脂房 和军气炎造丝 谢眼笑的 小爷倒是比我还忙 摄装殿下从年初忙到现在了 休息几日也是应该的吧 你这些日子天天看着炸技 有看出什么门道来吗 白醋的炸技刚一到手 骆俊耀就看过了 不过有点小小的失望 在骆俊耀看来 这玩意儿更像是一本爽文大男主的日记 虽然这爽文男主最后下诚不太好 但因为日记在他死之前 很久就停止了 所以还真就是个 结局圆满的大爽文 有点意思 有什么意思啊 虽然曹敏会起兵造反 与他本身脱不开干系 不过这本炸技 也算是功不可目 骆俊耀想了想 是看了这陈武皇帝的创业史 所以被激励了决定自己要创下红图霸业吗 类似以前是看大佬创业故事 或者自传上头 叫着要辞职创业的那种 谢眼轻笑了一声 抬手揉了揉他的发丝 或许有这方面的原因 不过更多的是 这里面记载了很多 跟白醋有秘密交情的人 甚至还有不少 他们不为神道的机密 曹敏根据这上面的线索 将这些人全部都攒在了一起 所以他在青州密谋那么久 都没有声告密 那他也挺厉害的 曹敏一个地方官员 自然不可能掌握那么多人的 具体消息和调度权 就这样还能不露痕迹地 将人传到一起 确实是个本事 更不必说 他还能让阮庭这样的人 为他所有 就只有这些啊 没有什么宝藏 以及白净人的秘密吗 咱们来晚了一些 上面记载的白醋 当年储藏前两个地方 大多都被草民给搬了 剩下的几数地方 我会让人去看看 至于白净熟 你记得这炸记中 有很多图抹的地方吗 我怀疑可能是 跟白净熟有关的内容 那些涂抹痕迹 都是很多年之前的了 也不知道是白醋自己 还是曹敏涂掉的 白醋自己的可能居多 曹敏没这个必要 而且 曹敏对白净熟并不太熟悉 显然他对白净熟所知有限 骆君瑶已经异性阑珊了 所以 这玩意儿没什么用啊 谢眼将手闸丢到桌上 可以还给白净了 白净还在等着呢 说不定他能看出来什么 他毕竟是白醋的亲儿子嘛 只要无关大局 些许小事 不必管得太多 白旭这个人呢 跟白醋和白净熟确实不一样 谢眼并不担心 他会给大盛造成什么动乱 只要无关大局 他也不想事事掌控在手啊 启禀王爷 白公子来了 请他进来 是 王爷 片刻之后 白旭从外面走了进来 摄政王 王妃 谢眼点了下头 将桌上的手闸抛向白旭 白公子可以看看 这是否是令尊的义物 白旭揭在手里 略略翻过 脸上也不由露出几分喜色来 多谢王爷 正是先赋遗物 东西白公子可以拿走 白旭也不客气 仔细看了看书封将之收进了袖底 他知道 这手闸已经到谢眼手中很多天了 也不在意 毕竟谢眼若是看到不看就直接给他 那才是怪事呢 多谢王爷 既然拿回了家父的遗物 在下这几日便要告辞离开上庸了 以后有缘再见 白公子离开上庸之后 大将去哪 白旭也不隐瞒 陈生的 塞外 骆军阳有些诧异的挑眉 白旭该不会是单将匹马的 打算自己去找白旭文报仇吧 谢眼却没有多问 如此 白公子一路顺风 多谢王爷 告辞 原本也没什么好说的 白旭虽然并不仇视谢氏 但是两家当年毕竟是互相争夺天下的关系 他父亲也确实死于大圣之手 以后还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比较好 送走白旭 骆军阳回头看向谢眼 真的就让他这么走啊 谢眼轻笑的 不用担心 他若是真的去了塞外 有人看着呢 好吧 送太皇太后入皇陵的日期也停了下来 最近好像没什么事了 最近上映确实没什么事了 这大半年瑶瑶也辛苦 等太皇太后的关骨入了皇陵 我陪瑶瑶出去走走 好啊 洛将愉快地道 王妃 凌兰在外面求见 什么事啊 王妃先前不是要奴婢盯着岳阳侯府吗 岳阳 不 是江将军和江夫人合离了 合离了 这才一个月都还不到吧 骆军阳其道 他记得听江澈说起过 江光木是坚持不肯合离来着 对此 江夫人也不在意 反正他现在也没有在下的意思 不合离正好名正言顺地留在江家照顾儿子 当然 现在就算合离了 江夫人 不 应该是徐夫人留在岳阳侯府 也不能说是名不正言不顺 因为 他儿子是岳阳侯 奉养自己的母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骆军阳只是好奇 江光木怎么想开的 确实还不到一个月 不过那两位也是真的合离了 合离文书都送去衙门了呢 江光木怎么又同意了 凌兰笑的 可能是江将军觉得 僵持下去并没有什么好处了吧 而且 那位韩氏可不是个安分的人 既然岳阳侯府已经注定归属小岳阳侯了 那他自然也要早早为自己打算了 这样吗 陆正要点点头 觉得有些道理 这段时间呢 岳阳侯府当真是不太安宁的 岳阳侯府爵位传承不提 家主突然变成一个小孩子 自然上江家上下多少有些不安的 江光木重伤 卧病在床 所有的事情都是徐氏一手料理的 所幸 徐氏掌管江家多年 威望颇高 到底还是将家里稳定了下来 横树局面已经这样了 以江彻如今的身份 和跟陛下及摄政王府的关系 只要没有行差踏错 将来前途无量 只是几年时间而已 他们也不是等不起 但江家的族人安抚下来了 客院里的韩氏却不敢消停 只是江家上下都只看侯爷和夫人的态度 自然不会将韩氏放在眼里了 韩氏在江家讨不到便宜 就只能去磨江光木了 江光木原本是不想答应的 他是真的想一辈子拖死叙事 却耐不住韩氏整天不是寻死灭活 就是抱着两个孩子在他床前哭 江光木躺在床上 听着耳边犹如枯坟一般的噪音 只觉得脑门仿佛要炸了一般的疼痛 他在床上躺了二十多天 江澈除了每隔几天在门外请去安 连他的卧房都没有踏入过 更没有问过他的伤势半句 江光木明白江澈的意思 他们父子以后就只能这样了 每次江澈一走 韩氏就要哭闹 什么江澈不将弟弟妹妹看在眼里啊 徐氏让下人磕待他们母子啊 说的呢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若是寻常时候江光木压根不会放在心上 但如今躺在床上什么都做不了 这满院子的哭声简直犹如催命一般 养了二十来天的伤 江光木瘦了一大圈 不知道他还以为徐氏和江澈真的磕待他呢 江光木松口答应和离也很突然 这日韩氏照例在他面前哀怨哭诉 江光木背上的伤基本已经结痂了 他坐在床头一边喝药 一边看着坐在一边絮絮叨叨的韩氏 突然就觉得十分的无趣 曾经他觉得韩氏身世可怜惹人怜惜 觉得有着柔情似水的美人在侧 红袖天香 自然远比千里之外京城里的端庄贵妇让人怜爱 更何况那端庄贵妇还远隔千里遥不可及 然而这才回来几天呢 曾经的柔情秘义成了如今的序道无聊 小肚鸡肠 曾经的梨花带雨 如今看来却只觉得双眼浮肿 脂粉残白 再缪了当初弱不胜衣的美丽 他真的爱韩氏吗 如果爱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如果不爱 他之前做的那些又是为了什么 江光木突然想起了那日在宫中 一位父亲生前的同袍骂他的话 色迷心窍 他突然笑了起来 他这一笑倒是将韩氏给吓了一跳 你 你怎么了 江光木摇摇头望着韩氏淡淡的道 没什么 你去请夫人和阿彻过来一趟 这 韩氏有些不安的道 夫人恐怕不会听我的话 你告诉夫人 我同意与她合理 合理完 我们就搬出去 韩氏心中一惊 你 去吧 江光木抬手遮住了眼睛 江彻今天正好在家 和徐师一起来得很快 两人的合理书签得也很是痛快 签完合理书 江光木神色有些复杂的 看着妻子和儿子 是我对不起你们 我们今天就搬出去 你们以后 江光木的话还没说完 有些颓然的住了口 有什么可说的呢 江光木看着依然妆容精致典雅 没有丝毫疏漏的妻子 出了这么大的事 似乎没有对她造成任何影响 她依然还是那个端庄美丽的月阳侯夫人 徐师收起了和理书 什么也没说 转身走了出去 江彻跟在母亲身后也走了出去 阿彻 江彻回头看向江光木的 父亲 以后你老了 我还是会奉扬你的 但是你跟母亲 没有任何关系 江光木醋眉 江彻认真的道 所以 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情 都请您直接跟我说 不要找母亲 如果以后 母亲想要再嫁 我会为母亲 准备嫁妆 你 江光木皱眉 看着儿子 江彻却已经说完了 自己要说的话 就是这样 希望父亲 也能对以后的生活满意 看着儿子离去的背影 这一瞬间 江光木的心中 充满了愧疚 长子 已经十岁了 但这十年来 他陪他的时间 还不到一个月 他所有的父爱 都给了朝儿和庆儿 除了每隔几个月的一封信 他有时候几乎都要忘了 自己还有一个儿子 如今这个儿子 已经不需要父亲了 韩世牵着两个孩子 还站在一边呢 沉默地看着江光木 变换不定的神色 轻咬着唇角 什么也没说 他和两个孩子 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只有江光木了 他必须牢牢地抓住他 不然 他真的不知道 未来的日子要怎么过 如今这样也好 至少 他可以嫁给他了吧 所以 江光木要和韩世成婚了吗 徐氏再次登上 摄政王府的大门时 已经是河里的 好几天之后了 九月初 摄政王府里 桂香未散 菊花也开得正宴 还有许多各色 秋季的花卉点缀 几乎让人感觉不到 已经是深秋 到时有几分 春意盎然之意 洛就要和徐氏 坐在前院待客的水阁里 喝着茶悠闲地聊着天 徐氏不在意的 哼 是这么说的 不过江家只去了几个旁支的小辈 老一辈也没人去 具体如何 倒是不得而知了 夫人看起来 已经想开了 徐氏正色的 如果不是王妃指点 我只怕已经入了魔障 还是要多谢王妃才是 说来惭愧啊 我虽然须掌了些年岁 倒是还不如王妃看得通透 虽然在外人眼里 徐氏对丈夫和外事的手段 堪比狂风扫落叶 但也只有徐氏自己知道 这其中经历过的挣扎和痛苦 刚收到摄着王妃的信的时候 他甚至怀疑过 是不是什么人假冒摄着王妃戏弄他 或者是摄着王妃自己跟自己开玩笑呢 再往后 他竭尽全力 从这些年的事情中 去寻找蛛丝马迹 拷问曾经去过燕州的 府中管事和下人们 江关木和韩氏的事情 府中并非完全没人知晓 每年家里都会派好几拨人 往燕州送东西送信 这些人自然不可能完全听不到风声 但这些人 都被江关木提前敲打过 从来没有在他面前 透露过一丝一毫 直到被他找上 稍微一下唬也就全不着了 那一刻 徐氏无疑是痛苦的 他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心中满是悲愤和委屈 他恨得不是丈夫 在燕州有了别的人 可是这么多年 连孩子都生了两个 却丝毫没有跟他提起 是防着他吗 还有 江关木要娶那个女子做平妻 何为平妻 他可曾为她和阿彻想过 即便最后因为各方压力 娶不成 但他有这个心思的那一刻起 就证明在他心中 那母子三人的地位 已经不亚于 或者更胜自己和阿彻 徐氏不得不防啊 即便大盛的法律 对嫡处有保护 但谁说嫡子的日子 就一定好过了 当年穆王府的两个嫡子 过的是什么日子 社长王小时候 险些被搓磨死 徐氏想过很多 他甚至也想过 弄死韩氏母子三人 但最后 李氏终于还是战胜了恨意 他的阿彻 要清清白白 干干净净地继承爵位 他不能有那样一个母亲 他也不能将自己和阿彻的家 变成一个乌烟瘴气的战场 他不想让阿彻看到他以后 面目猙獰的模样 那么 最后 他终于从迷雾中挣扎出来 看清了自己眼前的路 他 不要将棺木了 夫人过于了 我不过是身在局外罢了 如今事情也算尘埃落地 夫人 可有什么打算 阿彻如今还小 我实在不放心他 只怕 还要留在府中为他操持几年 等他将来娶了媳妇 我也就轻松了 骆俊瑶想起江彻那小大人的模样 不由失笑的 阿彻很懂事 最近进步也很快 先生昨儿还夸他呢 徐氏文言 脸上也不由露出了几分笑意 他看向骆俊瑶 王妃 实不相瞒 我今儿冒昧前来拜访 是有事相求 夫人请说 徐氏有些不好意思 从前一心顾着岳阳侯府那一亩三分地 倒是鲜少关注外建事 如今阿彻还小 倒是少了许多的事情 我听说 王妃和安兰书院的几位姑娘 一起开了个织房 夫人有兴趣 骆俊瑶笑的 徐氏连忙摇头 不不不 王妃和几位姑娘辛苦许久才开起来 我哪里好意思半路进来掺一脚啊 是这样的 我听说 王妃的外祖家张州临时 是做海外生意的 这岳阳侯府在淮州 有几处瓷窑 生产处的瓷器虽然比不得玉窑 却也比不少官窑都好 这正好淮州又进张州 所以我想求王妃给签个线 我还当什么事呢 原来是这个呀 不怕夫人笑话 我到如今还没见过小舅舅呢 不过我想 给他牵线做生意 总不会是坏事 只是如今出海的瓷器 大多都被看州一大地摇厂垄断了 夫人的瓷器如果不够出色 我舅舅那边恐怕也不好弄啊 许是有些惊讶 王妃连这些都知道 骆俊瑶含笑不语 他想出海 研究海商贸易 自然包括丝绸茶叶瓷器这些中原盛产的货物 不过徐氏也早有准备 刺手借过身后压到手中捧着的盒子 放到桌上 王妃请过后 骆俊瑶打开盒子 里面放着一套极其漂亮的茶具 拿起来仔细看了看 骆俊瑶有些惊讶 徐氏当真是没有夸大的 比起官窑出品 丝毫不差 骆俊要来到这个世界 无论是在骆家还是摄政王府 用的东西都是上上等的 便是如此 这套茶具在他眼里 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徐氏笑道 那地方啊 原本是江家的祖地 阿彻他祖父生前 在那边置办了一些产业 后来底下的人发现 有一处地方土壤 特别适合烧制瓷器 我才想试试的 只不过 我们既不是官窑 也不是看周盛产瓷器之乡的老自豪 好几年一直不温不火的 我这先前也没有心思料理 也就姑且维持着不赔不赚罢了 如今 骆俊瑶自然明白徐氏的想法 如今愿望侯府变成江澈的了 江关木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他不为韩氏的子女来盘剥江澈 徐氏就很满意了 也不能指望江关木再给江澈什么帮助 江家是江澈祖父那带起来的 也不是什么家底深厚的人家 徐氏身为女子 除了尽力维持江甲在上庸的人脉 也只能多为儿子积攒一些家底了 若出产都有这样的品质 倒是不愁削落 只是上庸名门都爱好个名气 徐氏的慈气再好 不是玉瑶和官瑶的 也不是看周明瑶出来的 自然是要打些折扣的 夫人若是有心 可以让人带上我的信 去一趟张州 也让我舅舅亲眼看看货色 你觉得如何 徐氏感激的 多谢王妃啊 听说王妃的脂肪 收留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女子 王后恐怕也要继续下去 我虽然没什么本事 却也想尽一份心力 我在上庸一百里外的夫宁 现有八百亩桑田 希望可以略尽勉力 还望王妃不要嫌弃啊 夫人不必如此 徐氏摇头 不 我是想谢王妃 但也是真心的 这女子村是不易啊 往年我们也只能 做些失州放粮 解一时之急的事罢了 如今王妃做的事情 才是真正的大善事 难道王妃 还不能让我沾沾福气 蹭一些功德吗 骆军儿无奈 听她这么说 只得收下了 太皇太后的国丧 举行得很是隆重 整个上庸皇城齐齐举哀 一片肃稿 谢衍带着谢城 率领满朝文武 一起将太皇太后的官果 送进了皇陵 与先帝合葬 等到皇陵彻底合葬的那一刻 所有人仿佛都意识到了 高祖的时代 真的已经结束了 太皇太后后婚事之后 不仅是高祖 就连先帝内带的皇室宗亲 也所剩无多 如今的大圣是摄政王谢衍的时代 人们忍不住纷纷看向站在最前面 牵着小皇帝手的伟岸男子 心中对未来生出了几分茫然 摄政王秉政 主若陈强 大圣未来将会走向何方呢 国葬过后 谢城又生了场病 等谢城的病完全好起来 已经是十月底了 整个十月并没有什么大事 唯一的事情大约就是 来谈判的高于使者终于要到了 骆府 骆俊傲抱着三个多月的小娃娃 逗弄着 骆明香拿着针线坐在旁边 一边聊天 一边跟他说话 快四个月的小娃娃 已经被养得白白胖胖 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 看得人心都要化了 淘淘乖哦 我是姨 骆明香含笑 看着逗弄孩子的骆俊傲道 我还以为 你的性子对孩子没耐心呢 难得你这般喜欢孩子 骆俊傲抱着小宝宝 宝宝这么可爱 我怎么会没有耐心啊 骆明香眼神温柔地看着儿子 确实可爱 怀孕期间 他也不是没有忐忑过的 毕竟 这一年头 女子单独照顾一个孩子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哪怕他们衣食无忧 并不需要为生活所累 但外人的闲言闲语 也是少不了的 如今孩子还小上好 等到孩子大了 有些问题终究是难以避免 但等到宝宝出生 第一次将软绵绵的孩子 抱进怀里的时候 骆明香就再也没有 丝毫的不安 这是他的孩子 他既然选择了生下来 就要好好地保护他 哎 今天怎么有空回来 阿颜说啊 最近不忙了 要带我出去走走 母亲先前派人去王府传话 说大姐姐你想去安安安书院 我就过来问问你 是什么打算 我是有这个意思 不过 你们要出门 摄政王最近不忙了 虽然骆明香整天待在家里 却也知道 高于使者 已经要到京城了 摄政王已经抽不出时间了才对 是啊 还是这么说的嘛 也好 你们成婚差不多一年时间 倒是真的一直不得闲 那就好好玩玩吧 先说大姐姐的事 大姐姐不照顾宝宝吗 已经快四个月了 也不是一刻离不得人 更何况还有母亲和家里人帮我照顾着 我晚上也是要回来的 如此也不错 整日待在家中也不好 安安安书院热闹一些 张先生一直念叨 安安安书院的先生不够 大姐姐愿意去 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前些日子 倒是跟母亲一起见过张先生 她也跟我说起过这事 说是有不少人去询问 能否将姑娘送去安安书院念书 有不少都是外地人 想必是先前开院的时候 没能赶上 张先生说 明年学生一定会很多 想提前多招一些先生 做好准备 没错 是这样 看来那些老先生们 是打不款安安安书院的 年初 安安书院开学时 原本的学生少了近一半 虽然有许的新生 却也难以填不少的空档 那些对安安书院 改制不满的老学鸠们 另起炉灶 重新弄了个学院 开头还有几分声势 如今倒是渐渐的沉寂了 社长王妃之前的一趟出京啊 不少事迹都流传了出来 不管那些老先生怎么想 如今的社长王妃 可是不少京城少女们 膜拜的对象 甚至有些离开 安安安书院的姑娘表示 想重新回去读书 多军要略带几分得意的道 那当然了 江还是老的啦 安安安书院 屹历数百年不倒 总还是有些原因的 多冥香轻泥地笑道 还是要多亏瑶瑶了 若不是你如今的名声 恐怕也没有这么容易 其实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当年安安安书院的建立 都是倚仗东陵瑞王妃 如今安安书院的稳定和忠心 恐怕也要倚仗社长王妃了 洛云从外面走进来 看到洛军瑶 原本严肃的脸上 也露出几分笑意 哈 瑶瑶啊 爹爹 洛军瑶抱着宝宝和洛冥香一起起身 爹爹今儿这么早回来啊 没什么事儿就嫌疑不回来了 洛云说着从洛军瑶怀里抱过小娃娃 小的 哎呀 这小子今天倒是乖得很 嗯 哈哈哈哈 宝宝每天都很乖 文言不明相失笑 是恰巧你每次回来他都很乖 平日闹腾着呢 你以为娘只是随口跟你胡砍的吗 母亲是跟他说过小宝宝闹腾的 他还真以为是随口谦选呢 洛云倒是对小宝宝很满意 男孩子胆子大一些 精神足 很好 以后啊 肯定是个有出息的小家伙 洛军瑶凑过去看着乖巧的躺在洛云怀里 正睁大眼睛望着自己的小宝宝 这么萌的小乖宝 实在是很难让人觉得他闹腾啊 哎 对了 你大哥写信回来了 洛云一手抱着宝宝 一手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洛军瑶 洛军瑶欢呼了一声 大哥的信 洛冥香也放下手中针线 凑过来一起看 洛军瑶的家书上自然不会写什么重要的事情 说的都是这些日子 他和苏蕊在怀州的生活日常 简单地提了两句 先前南疆有些不安稳 不过并没有真的发生动乱 这两个月 他带人去了两趟南疆 跟凌川侯一起 与南疆几个大的部落谈判了几次 那些南疆部落的首领 已经同意驱逐在南疆的鸾伊斯残余了 如今 他和凌川侯就在忙着这事呢 南疆东北两面被怀宁二州围住 西边是一州二州边角的十万大山 那些鸾伊斯残党若是还想跑 就只能从南面坐船跑了 不过 洛景言是漳州巨古林家家主的亲外甥 又是洛大将军的长子 摄政王的大舅子 无论是漳州的官方势力 还是民间江湖势力 他都有能力协调 自然不会让那些人轻易跑掉 洛景言信中只让他们放心 不必担心南疆和他的安全 然后 洛景言提了几句苏蕊的事情 苏蕊不久之前 以幕僚的身份跑到淮州西南的偏僻地区 辅佐当地县令 如今正带着当地百姓研究重查呢 还在当地建了一座学堂 偶尔亲自前去授课 总之 日子过得是十分充实 洛景言都要好些日子才能见上的一次 洛景言抬头看了看洛云 见他脸上神色如常 并没有不高兴的意思 爹爹 信你看了吗 自然看了 阿 阿蕊 还有一封信是给苏老的 你一会儿给送过去 给你的信 连同上奏朝廷的折子一起 应该送到谢眼手里了 自己回去看吧 洛景言眨了眨眼睛 爹爹这是对阿蕊没有意见了 洛云看着女儿的神色笑了一声 我能纵容女儿到处乱跑 难道就不能容忍儿媳妇了 不是容忍 爹爹是疼爱晚辈 洛云看着笑容甜美的女儿 有些暖心又是无奈 哎呀 知道爹爹疼你 就别总去冒险 让你老父亲担心 知道了 以后一定不让爹爹担心 洛景言愉快地接了送信的差事 亲自将信送去了苏家 第二天 在高于使者入城之前 两人已经带着谢城和几个小朋友 移到去了离京城几十里外的皇家别院 一大早出发 带着几个孩子 一直到下午才到达皇家别院 比皇宫还要搭上数倍的皇家园林 就建在一座山上 一整座山 包括山下方圆树里 都是别院的范围 如今已经是深秋了 远远看过去 那山上却是一片绚丽夺目的红 如今正是赏枫叶的最佳时候 几个小朋友常年在京城 哪儿见过如此壮阔的秋景啊 坐在马车里 纷纷忍不住将头探出窗外 发出了惊诧的声音 小黄山 你看你看 好好看啊 阿诚坐在骆俊娥怀里 兴奋的道 骆俊娥搂着他笑道 嗯 很好看 阿诚喜不喜欢 嗯 喜欢 谢城欢喜地说道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京城这么远过 而且还没有太傅和先生跟着 也没有那些总是想要苦口过心 说起他听不懂话的大臣 谢城简直高兴地要飞起来了 骆俊娥指着窗外远处枫叶如火的地方 这段时间啊 我们就住在那儿 嗯 谢衍拿着一本书坐在旁边却没有看 而是抬头望着靠窗而坐的一大一小 看着两人脸上灿烂的笑容 他原本有些肃然的面容 也变得柔和了几分 一些人进了别院 几个小孩子坐了半天的马车 早就累了 匆匆吃了些东西 洗漱一番就先去休息了 皇家别院这样的地方 就算好几年也没有人来一次 却也时时有人照看打扫 他们来了就能立刻使用 骆俊娥和谢妍两个大人 自然不思小孩子一般容易疲惫 安置好了几个孩子 两人才牵着手在别院里漫步 这段时间 这里就只有我们和几个孩子吗 小柳喜欢吗 谢眼低头看着他 轻声问他 喜欢 只是好像有点奇怪 这里好安静啊 摄政王府日常也很安静 但是 这跟皇家别院的感觉 还是很不一样的 在摄政王府里 即便再安静 他也依然感觉 他们是身在喧嚣繁华之中的 安静只是假象 随时都会有人事物来将他们拉入外面的喧闹中 而在这里 却真的有一种静谧悠闲 远离世俗的感觉 我还没有带着瑶瑶出了散过心呢 若是不带上那几个小鬼 或许更好一些 原本谢眼确实不准备带谢城 毕竟谢城每天还有很多功课要学呢 如果带上他 再带上教书的仙上 那拖着一长串的人 只会让人闲情意志全无 可惜 被谢城提前发现了打算 小孩子刚送走了太皇太后不久 难得任性抱着洛俊瑶不放 反正带一个是带 带五个也是带 洛俊瑶干脆一挥手 将几个孩子全都带上了 至于功课嘛 才几岁的孩子 偶尔放个长假也没什么 再说了 谢眼也不是不能交 这话可别让阿诚听到 他有伤心的 这别院 都有什么好玩的 谢眼牵着他往前走 一边道 后山有一处马场 山上也有不少井质 还有猎场和温泉 那可真不错 咱们可以慢慢玩 好啊 咱们可以多住一段时间 你真的打算 就这么靓着高于使者啊 不必理会 伺候有人招呼他们 上庸皇城里 刚刚千里迢迢赶到 上庸的高于使者 看着眼前 笑得十分虚伪的年轻人 魏大人 不知我们何时能面见 摄政王殿下 魏长廷被迫从户部 抓来充当红路寺官员 接待外宾 心情也不是很美好 哎呀 实在是不巧 最近王妃和陛下 心情不大愉快 王爷带着两位 出门散心去了 高于官员脸上的笑容 有些僵硬 这 那不知王爷 何时归来 这个摄政王和王妃难道出门散心 怎么也得十天半个月吧 高于官员再接再厉 那 在下能否先见一见大王子 魏长廷有些为难 这个 只怕是不大方便 怎么就不方便了 我王十分担心大王子的安危 还请贵国通融一二 魏长廷思索了一番 才到 此事在下也做不了主 还请让我回去 与诸位大人商议一番 明日再给大人答复 高于官员送了口气 没一口回绝就好了 谁让如今不仅是他们高于示弱 而且还理亏呢 自然不能要求去年那样的待遇了 不想更倒霉 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呢 有劳魏大人了 客气 魏长廷微笑的 深秋的清晨 皇家别院里一片静谜 别院里的花木 都是有人特意栽培打理的 又有温泉水脉纵横 即便已经快要到冬天了 这里也看不出来半点萧索 入木的只有翠草碧树 鲜花灼锦 美不胜收 谢雁处理完一些琐事 走出房门 就看到不远处的花园里 骆军傲正窝着优月刺 在园中挥舞着 少女身形娇小纤细 但招式却凌厉洒爽 全无花拳嗅腿之感 只能让人感觉到 刀锋的寒意和杀气 谢雁并未打扰她 而是坐在廊下的石阶上 专注地看着这一幕 骆军傲早就发现了 谢雁的到来 回头朝她浅浅一笑 刀锋在身侧 一朵开得正好的月季上掠过 那鲜艳玉地的花 立刻从枝头飞落 朝着谢雁的方向 积舍而去 谢雁轻轻抬手 将花儿接在掌中 看向骆军傲 飞飞挑眉 骆军傲收起优月刺 脚步轻快地走到谢雁跟前 完了 谢雁站起身来 将花儿 站在了她的发间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几个孩子去哪 几个小鬼说啊 要先写完先生布置的功课 然后才能痛痛快快地玩 都在书房里呢 对此 骆军傲表示同情啊 即便是在古代 即便才七八岁的小鬼 也逃不过课后作业的摧残 谢雁点点头 趁着他的手问道 姚今天想去哪玩啊 你没事了 本就没什么事 不过是魏长亭派人来 说了一些高于使者的事情 几句话便能了解 所以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待半个月 让高于使者等着 谢雁扬眉的 有什么问题 好像确实没什么问题啊 高于人敢突然背信弃义 大约就是因为之前 大圣太将他们当回事了 落脚眼睛一转 飞快地将高于使者的问题 抛到脑后 我们去骑马 谢雁点头笑道 好 对一个常年征战 沙场的将领来说 骑马其实算不上 什么有意思的消遣 但是对骆君阳来说 还是很有意思的 虽然之前出门 他也骑了不少马 但骑马赶路和单纯的骑马玩 还是很不一样的 马场 在别院的身后 专门开垦出来的一块 偌大的平地 四周都被围了起来 平时也有专人在助手 两人策马在马场里奔驰了许久 觉得痛快了 方才缓了下来 只是放任马儿随意地走动着 骆娇靠在谢雁怀中 突然倾笑出声 笑什么 谢雁低声问道 我只是突然觉得 我们这样 好像有点傻乎乎的 想吗 谢雁挑眉 骆娇立刻收起了笑容 一本正经的摇头 没有 跟阿眼在一起 做什么都很开心 说吧 还抬起头 在他阴挺的下额上 落下一吻 谢雁低头看着骆君瑶 眼神忧深 半嗓才缓缓俯身 轻轻地在他唇上落下一吻 骆娇莫名觉得有些脸红 飞快地看脸四周 见广阔的马场上 并没有其他的人 这才松了口气 很快又觉得有些好笑 不说他们都成婚一年 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 便是没有成婚之前 他骆君瑶什么时候 这么纯情过了 一定是环境的问题 那边是猎场吗 骆君瑶指向马场另一头 那边有高高的护栏 护栏后面 是无边无际的树林 后山和前山截然不同 山上是寻常的树木 如今这个季节 有的树依然长青 有的却已经凋零枯黄 正是秋末初冬 最寻常的景致 谢人点头道 不错 那边是皇家猎场 这猎场已经有很多年 没有人来过了 虽然每年都会有人固定清理 不过如今里面的猛兽 恐怕也不少 骆君瑶眼睛亮了亮 不如 咱们去打猎 两个无良的大人 丢下了别院里的一群小朋友 愉快地打猎去了 在别院的日子 过得十分悠闲自在 骆君瑶每日不是和谢人出游 策马打猎 就是在别院里什么也不做 找个阳光好的时候 坐着看书下棋 又或者带着一群小娃娃 在别院里到处乱跑乱窜 往日里总是寂静无声的皇家别院 如今整日欢笑声不断 下午 骆君瑶有些慵懒地 坐在花园里的秋千上看着书 不远处的桌边 谢人正在作画 更远一些的地方 几个小朋友躲在墙角 朝这边偷看着 话说 我们为什么要躲在这儿 谢成回头 对他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叹气的 我们要是现在过去 明天的功课 一定会翻倍的 真的 真的 年纪小的郑瑶峰和王泽 惊恐地望着谢成 对他们来说 最可怕的事情 莫过于功课翻倍了 谢成深沉地点头 嗯 郑瑶峰扯了扯谢成的衣袖 要不 咱们还是走吧 最重要的是 他一点也不觉得蹲在这里偷看摄政王和王妃有趣啊 谢成叹了口气 看看几个小伙伴的神情也只能说道 好吧 那我们自己去玩 不叫小黄神了 其实跟王妃一起玩还挺好玩的 可惜王妃总是跟王爷在一起 都没有什么时间跟我们一起玩 郑瑶峰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已经长大的女子会愿意跟他们一起疯玩的 不 就算是她的姐姐们还小的时候啊 也不大跟她玩 这话赢得所有人的同意 包括江澈 王妃武功厉害 经常指点她 这些小鬼蹲在墙角好一会儿 谢眼自然早就发现了 却没有理会他们 只是在他们离开之后 才侧手朝着他们先前躲藏的地方瞥了一眼 谢眼跟前的桌面上 铺着一幅已经快要完成的画 画上 骆俊瑶懒懒地靠在鞦韆上 正望着前方笑得甜美 他身后 是花园里绚丽夺目的各色花草和景观 几乎要人觉得 他是坐在百花丛中的小仙子 而他前方不远处 骆俊瑶已经悄然睡了过去 谢眼放下了笔 对身后不远处的侍卫吩咐了一声 侍卫很快去而复返 手里捧着一间大肠 谢眼接过来 走到秋千边上 将大肠披在骆俊瑶的身上 轻微的动静 将原本就是潜明的骆俊瑶清醒了 超新名 谢眼轻声道 骆俊瑶笑道 我本来就没有睡 画完了 让我瞧瞧 也是在这别院中 才能有这样的闲情意志啊 谢眼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专门为他画幅画像 谢眼笑道 快啊 骆俊瑶起身 想要将身上的大肠取下来 却被谢眼按住了 披着 太阳快下山了 骆俊瑶也不反对 任由他为自己将大肠披好 真好看 看着展开在桌面上的画 骆俊瑶忍不住赞叹 谢眼的画迹 丝毫不比苏蕊差呀 看得骆俊瑶很是喜欢 谢眼伸手摸摸他的小脸 是摇摇好看 骆俊瑶心中很是满意 拉着谢眼坐下来 要他继续画 自己就站在身后看着 兴致来了想捣乱 干脆又怕他背上 勾着他的脖子 谢眼也丝毫不被影响 还有功夫时不时回过头来 与他谈笑 等谢眼将整幅画画好 太阳已经落山了 天地间失去了阳光的温暖 初冬的寒意 很快便涌了上来 骆俊瑶满心欢喜地 看着桌上的画 送付他 说好了 回头呀 我要带回上庸去 是 王妃 嗯 也不知道阿诚他们跑哪玩去了 小黄婶 我们回来了 远处 谢诚的声音 远远地就响了起来 几个小朋友 在世卫蒲丛的簇拥之下 从外面跑了进来 谢诚手里还拎着一条 不知从哪来的筷子长的鱼 小黄婶 我们去钓鱼了 这是阿诚亲自嫁起来的 谢诚献宝一般 将自己的收获给骆俊瑶看 骆俊笑咪咪的道 阿诚这么厉害 谢诚也不怕鱼划你 捧着还活蹦乱跳的鱼道 小黄婶 我们今晚吃鱼好不好 这是阿诚孝敬黄叔和黄婶的哦 阿诚这般孝顺 当然好 骆俊要看着坐在一边的蟹眼 眼珠子一转 咱们来烤鱼 于是 别院外面的空地上架起了火堆 两个大人带着几个小孩子 开始自食其力地烤鱼 烤肉 烤蔬菜 小朋友们对这种自己动手的方式 也很是喜欢 忙忙碌碌 欢声笑语 在夜色中传得远远的 他们在别院乐不思数 但在上庸的人们 过得却不那么舒服了 狮子 这高于使者求见 忙到晚上才回府的魏长廷 还没有来得及进门呢 就听到府中管事禀告 魏长廷忍不住想着 要不他再回户部加个班吧 也比在这儿跟高于人闲扯弹强啊 想是这么想 但却不能真的这么做呀 魏世子只能在心中将出门散心 未归的摄政王殿下问候了一遍 口中却道 人在哪里 在花厅喝茶 管事犹豫了一下 已经坐了快一个时辰了 魏长廷摆了摆手 我去换个衣服再见客 临川侯府的花厅里 高于使者正坐着出神呢 身边刚刚换上的热茶 他看都没看一眼 无论是谁独自坐着喝了一个时辰的茶 他都不想再看到茶水一眼了 看到魏长廷从望远走进来 使者才暗暗松了口气 连忙起身道 魏大人 打扰了 魏世子皮笑肉不笑的 啊 客气 知道打扰你还跑上门来不肯走 大人请坐 不知特意等候魏某所为何事啊 实不相瞒 在下还是想打听一下 不知摄政王殿下何事回来 他们都在上庸住了好几天了 谢眼却依然没有回来的意思 使者虽然怀疑谢眼是故意躲着自己拖延时间的 却也无可奈何 哎呀大人 摄政王殿下的行踪如何 是在下能知道的 王爷是陪着王妃出门散仙了 大人与其问我 何不去洛家问问 摄政王妃可是那位的亲闺女 谁不知道 她都不可能不知道 使者无奈地苦笑 若是能问洛云 她又何必来问魏长廷呢 在下实不敢打扰洛大将军 还请魏世子给指一条名路 我家大王实在是担心大王子的安危 希望能够早日见到大王子回去 魏长廷思索着 并没有急着表态 使者也催促啊 他会找魏长廷 而不是找皇城中其他更加位高权重的人 自然是有一番道理的 魏长廷是大胜摄政王最信任的属下和同袍 这份信任远不是普通的君臣能有的 两久之后才听到魏长廷的 大人 实不相瞒 王爷最近这些日子肯定是不会回来的 既然使者有些着急 魏长廷安抚 不过大人也不必着急 虽然王爷不会回来 但王爷临走时也有过吩咐 大人可以先和掌管这方面事情的人谈一谈 这几日啊 朝堂上也在商议此事 只是一时还没有个结果 才怠慢了大人 还请见谅 时者有些失望 却知道不能强求 只能问道 那不是朝中各位大人的意思 此事目前交由 安城郡王和礼部尚书全权负责 或许明天 安城郡王就会召见大人 商讨此事 不过最后结果如何 还是要摄政王回来才能定 多谢魏大人告知 不管怎么说吧 有进展 总比像这几天一般 一直被人晾着 让人放心许多 高瑜是真心想要重修就好 还请魏大人 在安城郡王跟前 为我等美言几句 好说好说好说 魏长廷笑音的道 好容易送走了高瑜使者 魏长廷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 脸上的笑容渐渐淡去了 重修就好 打输了倒是想起来重修就好了 若是之前燕州的战事顺利 恐怕高瑜人万万想不起重修就好 这四个字 以后高瑜人再来 别让他们进来 怎么这么傻 就说我今儿有事去了别处 不回来不就成了 管事连忙应试 魏长廷这才站起身来 晃悠悠地回到自己院子里休息去了 嗯 不过往后几天他们应该也没空来找我了 这些高瑜人不会以为朝中那些老头子好糊弄吧 想要跟他们谈出结果 每一个十天半个月只怕是难难 洛俊昂和谢衍在别院一待就是半个月 每日休闲度日 几乎要让人忘记了上游那些琐碎的杂事 但人终究是不能逃避现实太久的 半个月之后 上游终于开始接二连三地传来催促的心寒了 要回去了 洛俊昂靠在谢衍肩头 看着他收起手中刚刚收到的信函 谢衍点点头道 该回去了 以后有空了 咱们再出来玩 好 洛俊昂答应得很是爽快 在别院当然玩得很开心了 但上游也有很多事情 很多人都在等着他们回去呢 洛俊昂站起身来伸了个蓝腰 这高瑜的使者 被晾了这么久 不知道怎么样了 谢衍起身 随他并肩而立 他们这段时间可没有闲着 确实不会闲着 谢衍虽然不在 但朝中那么多朝臣也不是吃素的 如今他们是站了上方的 手里还握着别人家的王子 若是如此 还不能从高瑜身上啃下块肉来 他们这些人就枉费了大半生 在朝堂上混迹了 事实上 高瑜使者现在 日日都盼着摄政王能够早点回来 比起那些一句话拐三个弯 挖无数坑的老先生们 他们更愿意跟摄政王谈 就算摄政王要价更狠一些 至少能死得痛快点 既然决定了要回京 两人也不再啰嗦 招来几个小朋友 跟他们说了回京的决定 便开始收拾行李了 比起骆军阳 其实几个小朋友更舍不得离开 他们都是在上庸那样的繁华之地出生长大的 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城外了 难得有机会离开京城这么远 他们自然是十分高兴的 才半个月下来 几个小孩子的气色都比在上庸的时候好得许多 显得很是惊人 小黄婶 咱们什么时候再出来玩 洛娇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这个呀就要问你黄叔了 谢宸郁闷地搭了着脑袋 黄叔那么忙 还不知道下一次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谢宸小心地看着不远处的谢宸 拉着骆军阳小声地道 小黄婶 要是黄叔没时间 我们可以自己来玩吗 谢宸淡淡地瞥他一眼 等你亲政了 啊 谢宸顿时满脸苦涩 就算他还小 也知道亲政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搞定的 那得多少年呢 只听谢宸继续道 等你亲政了 本王就有机会带你小黄婶出来了 所以 我还是要留在京城吗 洛娇难得看到谢宸跟谢宸开玩笑 忍不住笑出声来 再一看谢宸小小的苦瓜脸 无奈得等 阿长啊 等你亲政了 你就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出来玩了 哦 对哦 谢宸恍然大悟 那我要把皇宫搬到这里来 虽然出生在皇室 而且身为皇帝 但谢宸对皇宫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好感 从前 皇宫在谢宸的眼中是有皇祖母和母亲的地方 但现在 皇祖母和母后都没了 剩下的就只有一个个空荡荡阴沉沉的宫殿 仿佛一个张着大口的怪兽随时都会将他吞掉 谢宸很怕自己一个人被丢在皇宫里 所以皇叔和小皇婶接他出宫住到摄政王府 他的心里一直都很高兴 上阳皇城里 再一次从宫中走出来的高于使者 只觉得浑身乏力 他又被大圣那些老家伙给围攻了 那些老头子明明一个个都一头白发垂垂老矣 为什么那么能说呢 为什么心思还那么复杂呢 大人 跟在他身后的高于官员 有些担心地看着自家大人惨淡的脸色 大圣人实在是太过分 还没见到摄政王他们 就敢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 等谢宴回来 还不知道会如何 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如此 靠于使者挥了挥手 谁让咱们战败 谁让大王子在他们手里呢 那人皮皮嘴 低声道 大王子战败被俘 已经是我高于的耻辱 何必费得 主考 别忘了 大王命令你我出使大圣 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大王子吗 大圣人如今明显不想打仗 短时间之内不会主动进攻高于 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大圣 主要还是为了大王子贺柔木提的 一个战败的皇子不以身殉国 竟然成为大圣人的俘虏 简直是高于勇士的耻辱啊 大王花费巨大的代价 将这样的人换回去 有什么意义呢 使者叹了口气道 大王的命令 咱们照做便是了 如今高于王城的情况 你不是不知道 因为进攻大圣的失败 令大王在高于的威信急剧下降 有不少家族都表明了 对大王偏爱宠心大王子的不满 转而站在了二王子和王后的一边 大王还能说服高于贵族换回大王子 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 是 大人 高于是惹请留步 两人出了宫门正要离开 身后传来守卫的声音 一些人只能站住 转身看见来人 不知还有何事 前来传话的是一个中年官员 他平静地道 摄政王殿下回京 请使者御书房相见 高于使者深吸了口气 终于回来了 御书房里 谢眼看着恭敬地 拜向自己的高于使者淡淡地道 免礼 多谢王爷 高于使者这才起身的 现是一使者落座 等王这些日子不再上庸 若有怠慢之处 还请尽量 使者在心中冷笑 敢在他进城之前 离开京城陪王妃去散心 难道不算怠慢吗 但他不敢说呀 他只能陪笑的 王爷言重了 一切都好 何来淡满之说 那就好 本王刚刚看了这几日 由安城郡王和礼部尚书主持的双方谈判 有几点 归我双方似乎始终无法大成一致 确实如此 大圣有两项条件 实在是过于苛刻 在下便是不要命了 也绝不敢同意此事 还请王爷明鉴 好 对上他淡默的眼神 使者只能硬着头皮的 此次是高宇主动挑起战士 是我王 愿意将赤霞关 以东的磕谷地区 划归大圣作为赔偿 但贵方 安城郡王要求以古纳河为界 古纳河 以西 全部划归大圣 这个 是否有些 过分了 现右手在桌上的折子上 轻扣两下 本王不这么认为 使者不有语色 一时说不出话来 经过这次战事 本王方之区区赤霞关 并不足以拱回燕州安危 若是以古纳河为界 无论是对大圣还是对高宇 都是一桩好事 从此以后 双方定能赢得 真正的长久和平 对高宇好在哪儿啊 使者很想问出口 胆王有意在赤霞关外 再见一座车 作为赤霞关的屏障 只是磕谷地区 未免太小了一些 使者觉得呢 使者此时只想问候 谢衍全家 赤霞关外 如今是高宇一家独大 谢衍如此安排 摆明了就是防备高宇呢 还问他觉得怎么样 高宇使者摇摇头 王爷的条件实在是太过苛刻 恕在下无法答应 谢衍不以为意 既然如此 使者不妨回去考虑考虑 改日再谈 不过改日再谈 就未必是现在这个价码 高宇使者半上无语 好一会儿才沉生的 王爷 如果高宇放弃大王子呢 大上人不会以为 手里捏着这个赫若木蹄 就真的可以随便 狮子大开口吧 那使者现在就可以 启程回高宇了 本王可以做主 让你将赫若木蹄的脑袋 带回去 高宇使者深吸了口气的 古纳河不行 咱们各退一步 以戈北山为界 古纳河东岸 十里 你他们说涨价就涨价呀 高宇是怎么想的 本王知道 大盛现在确实不想对外用品 只要有时间 过个三年五载 高宇也就恢复过来 而大盛却还有西北七族之患 但是 歇言也是默然 不知三五年后 高宇王城里坐着的那位 还是不是如今的高宇王 舍政王 高宇使者猛地站起身来 脸色难看地盯着歇言 站在门口的守卫听到动静 立刻转过身来看向殿钟 手已经按在了腰间的刀柄上 歇言摆摆手 示意他们退下 守卫这才放开的刀柄 恭敬的拱手 退回原来的位置上 舍政王 还请慎言 高宇使者沉声道 若不是高宇王城内部分裂严重 高宇王和王后分庭抗礼 高宇王又岂会如此 再不和荣木提一个战败的皇子 我王膝下 并非只有两位皇子 所以呢 高宇使者半赏说不出话来 高宇王确实不只有两个皇子 但其他皇子 有还不如没有 高宇使者沉默了半赏 方才叹气道 此事在下确实无法做主 还请摄政王见谅 无妨 大人不妨派了回去 请教高宇王一番 本王不敢示茧 第一个条件谈不拢 高宇使者干脆暂时放弃 谈起了另外一个 让他无法接受的条款 关于第二点 需要赔偿的数额 我等没有意义 但贵方要求赔偿中 有三千匹战马 此事不行 高宇愿意以高出这三千匹战马的价值的三倍赔偿金 高宇骑兵数晚 大人跟本王吝啬三千匹战马 高宇使者皮笑肉不笑的道 王爷应该清楚 战马从来就不是可以随便出手的东西 大圣人最大的短板就是没有足够的战马 中原土地富饶 但并不适合养马 而大圣本身呢 也没有优良的马种 仅有的一些都是从塞外 甚至是西域引进的 三千匹战马看似不多 但是对大圣骑兵的战斗力 却是一个极大的加成了 更何况 他们还要求这些战马里 至少有三百匹是种马 大圣人去年 已经得到了关外一块适合养马的地方 再有了这些种马 以后将会是个大麻烦 只有战胜法 才有选择的资格 高宇使者的脸色有些难看了 摄成王殿下 这次的事情是高宇的错 但你我双方 共同打伐其足 也是有些交警的 殿下何必如此咄咄逼人 本王和高宇王合作数年 本王对高宇素来礼遇有加 他却在本王身后捅了本王一刀 我王和大王子 也是受了曹敏的蛊惑 如今曹敏既然已经伏法 我方愿意赔偿大胜的损失 本王的条件就在这里 不过既然大人提到了交情 那本王不妨给大人一个面子 高宇使者心中一喜 秉析等待着谢尹后面的话 战马何定 你可以二选一 高宇使者沉默良久 在下需要时间考虑 请便 高宇使者告退出去之后 骆俊傲才从后殿走了出来 你觉得他会选哪个 骆俊傲有些好奇地问道 谢尹喝了口茶 伸手将他拉到自己跟前 他会给弟 为什么 土地和战马 哪个更贵 不用选也知道 关外地广人稀 高宇人目前根本 无力治理这么大的地方 赤霞关外的那片土地 原本是鹤离人的地方 虽然鹤离多年被高宇所密 但这些地方依然生活着大量的鹤离百姓 这些人对高宇人恨之弱骨 除非有大批兵马驻扎开口 否则普通的高宇人再彪悍 也不敢在这些地方生物 如今这些地方都是中原人和鹤离人的杂居 鹤离人也经常出入赤霞关内外 与燕州百姓并无甚区别 所以这些地方属于燕州控制的 高宇人虽然不敢定居 但高宇骑兵和一些有私兵的大家族 却时常跑来劫掠鹤离人 若是可以 他们恐怕更希望将鹤离彻底灭去 鹤离本就是一个小步骆 上一任组长全家被灭之后 一直是一盘散伤 这些年稍微恢复了一些 他们的手里已经向我宣誓 愿意举足归附大圣 从此成为大圣子 既然如此 本王自然要将他们的足地拿回来 原来如此 最重要的是 帝必须要从高宇王手中拿到 而湛王却还能从别的人手里拿 贤人 鹤离秋蹄啊 骆俊瑶转念一想 笑问道 蟹眼握着他纤细的束手 笑而不语 不必他回答 骆俊瑶已经明白了 他靠在蟹眼怀中兴致勃勃勃地问 你这么肯定 赫若秋蹄和他的母族 能在与高宇王的争斗中取得上方吗 高宇王原本能成功辅持赫若母蹄 是因为他在高宇拥有独一无二的慰望 但是现在 这个前提已经不存在了 高宇王连王城的局势都难以掌控 而赫若木体 既是他给自己找回去的帮手 也是他给自己埋下的祸患 阿阳好厉害 还喜欢用这种办法打败敌人 本质上 蟹眼还是个将军 身为将军 他更喜欢在战场上光明正大的彻底击败敌人 而不是靠阴谋算计 不过 他也不是血系方刚的少年 自然知道什么是不得不做的 比起个人喜好 让大圣少流血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 不用打仗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不是很好吗 打仗会死很多人 骆俊瑶搂着他的腰 我不想让你和弟弟去打仗了 御书房里沉默了一会儿 谢眼方才轻笑一声 想要说的对 是我想错了 阿眼才没有错 我知道阿眼是怎么想的 阿眼辛苦了 政客和军人本就是两个极端 而谢眼却毕竟在极端的时间内 互相切换甚至融会贯通 军人追求的是在战场上战胜敌人 而政客追求的是利益平衡 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多的结果 这两方面 谢眼都站在整个大圣最高的那个位置 比起摄政王 谢眼显然更喜欢郑国大将军这个身份 高于使者并没有让谢眼等待太久 几天之后 高于使者就再次递上了国书 表示同意了大圣提出的条件 高于愿意将古纳和以西的所有地方 作为陪礼送给大圣 谢眼和朝中官员果然不再为难 当天就让人恭恭敬敬地将贺柔木提请出了天牢 送到了高于人在上庸城中的使馆 贺柔木提坐了几个月的阶下球 看上去销售了许多 却没有什么外伤 显然 这些日子并没有受到磕胆 多谢摄政王手下留情 摄政王府书房里 贺柔木提神色肃然拱手道 谢眼平静地道 大王子客气 请坐 贺柔木提走到一边坐下 书房里沉默了半晌 贺柔木提方才苦笑了一声 摄政王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 谢眼微微挑眉 大王子也应该高兴 你在高于王心中的价值非凡 能让高于王用这么一大块地方换回 贺柔木提的价值确实很高了 即便那是一块高于还不能完全掌握的土地 但领土这种东西谁也不会嫌多呀 有时候即便是明义的拥有也至关重要 贺柔木提笑了笑不知可否 因为大圣的狮子大开口 他回到高于之后的处境只会更加艰难 这次是在下输了 希望将来还有机会 能领教王爷的手段 贺柔木提沉声道 随时恭候 大王子准备何日启程啊 谢眼直截了当地问 贺柔木提专程来摄政王府 总不会是要和他叙旧的吧 明日便启程 也好 现在回去还能赶得上高于的年底大计 本王在此 祝大王子一路顺逢 谢眼点点头 说吧 谢眼又拿起桌上一本册子 递给了贺柔木提 贺柔木提迟疑了一下 方才接了起来 却没有立刻打开 只是望着谢眼 大王子有空不妨看看 对你应该有些用处 贺柔木提收起了册子 起身道 多谢 告辞 贺柔木提被摄政王府的管事 领着往外走 路过花园的时候 听到花园里传来阵阵清脆的笑声 和孩童的欢呼 见贺柔木提看过去 管事笑道 是陛下王妃 还有几名小公子 在那边玩耍 摄政王府似乎 很不一样了 管事笑笑没有接话 贺柔木提也没有指望他回答 沉默地跟在他身边 往外走去 他实在是有些极度谢眼 曾经这样的感觉并不明显 因为那时候的谢眼 虽然位高权重 手握重兵 但大圣皇室留给他的 其实是沉重的负担和烂贪子 贺柔木提都怀疑 谢眼说不定 等不到被他敌人杀死的那天 就自己累死了 但是才不过一年 原本幽静阴沉的摄政王府 花香处处笑声振振 就连谢眼本人的状态 都跟原本有了很大的不同 虽然他依然有很多责任 甚至更多的责任和事务 但他却比从前显得轻松了许多 或许是因为有人帮他分担 也或许仅仅是因为有人陪伴 送走了高于使者之后啊 骆俊奥终于收到了 从漳州林家寄来的书信 与林家的书信一起的 还有谭台风的信函 林家的书信 是他小舅舅亲笔所写 林承玉常年不在漳州 上一次收到他的信 已经是在骆俊奥离开上庸 去青州之前的事了 这次的信 还是林承玉从海外回来 在海上遇到同样难贵的谭台风 林承玉才知道 自己的小外甥女儿 竟然做了这么多的大事 当即在海上就写了一封信 船一靠岸就让人送往上庸来了 信中 林承玉说起了张州林家如今的情况 之前骆俊奥送过去的图纸 林家的造船工匠看过之后 如获至宝 已经开工建造了 只是那样的大船 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够造好的 还需要不少时间 还有骆俊奥计划等大船建好之后 开展的远洋贸易 林承玉十分感兴趣 林家本就是做这方面生意的 海外天地广阔 能够组建更大的船队 更多的物资 甚至还能有更强大的武力扶持 自然没什么不好的 另外 林承玉也听说了 骆锦岩在淮州的事 最近正准备亲自往淮州去一趟 如果过后没有什么事 就来京城探望外甥女儿 谭台风的信就简单利落多了 只是谢过了骆俊奥的帮忙 谭台家之前的麻烦 已经彻底消除了 另外 织房产出的布料 在南海周边猪岛 和周边小国十分好卖 至于那些名贵的锦段 压根没出南海 直接在漳州 就被当地的豪商给买空了 谭台风表示 还想继续经货 最好是大量的华贵筹段 南海以及海外各国 那些国王贵族老爷们 不差金银宝石 骆俊奥收起信 十分心满意足 赶紧找来宋明等人 商量脂房的各项事宜 如今脂房基本都是宋明和罗娘子在打理 又有赵思思沈红秀等人帮忙 脂房扩大了不少 也被管理得紧紧有条 小妖 谢眼从外面进来 就看到骆俊瑶正趴在桌上笑得开心呢 不由挑眉道 这是怎么了 骆俊瑶摇了手中的信尖 有人想买我们的支器 谢眼是知道他和那几个姑娘弄的那个脂肪的 虽然他平时并不管这些 但却没有完全放任不管 文言挑眉道 姚瑶先前不是不想卖吗 先前是先前 现在是先前 这些东西呢 说难也难 说容易也容易 这要研究的话 未必研究不出来啊 而且工房也不能只靠吃房过货 能自己多赚些银子 也能让工房的师傅有更多动力 改良和发明其他东西啊 骆俊说的有道理 那我就答应他们了 知道你手里有心事知己的人 恐怕不在少数 你既然答应了加州的商人 其他地方的人 也必会跟进 大圣真正盛着 丝绸布料的地方 并不是加州 那我得让他们好好准备着了 对了 你这时候回来 有什么事吗 现手里拿着一个 长条状的盒子 放在了跟前的 军器言造私刚刚送 骆俊要大喜 他都快有一个月 没有去过那边院子了 上次去就听说 他们有了一些进展 这是已经成了 骆俊要有些期待的 打开盒子 里面果然躺着一支 女子小异常的枪 枪身十分漂亮 外表看上去 已经与现代早期的枪鞋 相差无几了 最重要的是 这不是早线那种 需要从膛口填进弹药 而是从后面填装弹药的 骆俊要觉得 可以再给他们一些提示 说不定就能制造出 真正的自动 或者半自动的枪鞋了 当然了 能手工搓出来 和能够批量生产 还是两回事啊 但骆俊要不介意 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嘛 骆俊要将枪拿在手里 拨完了几下 纤细的双手 以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速度 将枪拆成了一堆零件 眼睛亮晶晶的道 连发道 解眼微微点头 骆俊要又开始组装 一边道 咱们试试见 解眼轻声道 去城外 也对啊 在城里容易吓着人 如今郑国军尚在青州 骆俊要和谢眼 直接去了城外 定国军驻扎的大营 正好骆俊也在 听说两人的来意 骆俊亲自将两人 领到定国军大营后面 不远处的山谷里 这个地方位置偏僻 外面又被偌大的 定国军大营包围着 就算弄出点动静 也无妨 骆俊要拿出枪来 也不挑靶子 看着呢 前方不远处的目标 连续几发 不远处 一棵树上 原本就孤零零的干枯树枝 隐身而断 掉落下来 骆俊要眨了眨眼睛 回头去看谢眼 哼 打住了五枪 瑶瑶很厉害 那树枝并不粗 这个距离只有一发落空 已经相当厉害了 骆俊要有些汗颜 精准度不错 军气研造司那几位 当真是出乎他意料啊 这枪的性能 当真是不错的 只是他太久不练 手有点生了 骆俊半少没有言语 好一会儿才缓缓的到 这是 爹爹 这是军气研造司的 几位大人造出来的 厉害吧 骆俊点点头 嗯 很厉害 如果上一次 他多少还有些 不以为然的话 那这次 骆俊确实是被震惊到了 骆俊凝视着不远处 那被打断了枯枝 显得越发萧索的树 这个 是不是还能改进呢 自然的 这不是才刚研究出来没多久吗 我觉得 肯定能变得越来越厉害 骆俊来的兴致 挑眉问道 哦 那瑶瑶觉得 能变得多厉害 比如 一瞬间连续不断地射出许多子弹 或者一枪能打出两三里远 又或者 一枪能打碎头猛兽 总之 我觉得 有无限的可能 骆俊和谢眼对视力 心中有些心潮起伏 即便他们并不知道 未来武器的演化进程 但不得不说 他们确实觉得 骆俊凝所说的 有可能会实现 若是如此 战争的方式和格局 都会彻底改变 身为一个武将 骆俊天生 对杀伤力的武器感兴趣 哪怕他本身是个武功高手 平时并不需要 这样的东西辅助 走 咱们回营里再聊 骆俊对女儿女婿笑道 回头啊 我也去你们那个 军器研造司看看 看看他们到底都在研究 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骆俊凝顿是有些心虚了 看着走在前面的骆俊 默默地缩到谢眼身边 谢眼伸手握住他的手 轻轻拍了拍 一边走一边问道 瑶瑶觉得 这些东西 能改变目前的战争格局吗 骆俊偏头响了一会儿 摇头道 大概 还不能 为什么 骆俊提起自己手里的枪 这一把 打造出来就不太容易吧 确实 谢眼点头道 即便是大圣最好的工匠 也是费尽了心思 才造出这么一把来 成品率极低啊 所以啊 只靠一两把或者几百把枪 是改变不了世界的 就算一开始 骑俗人或者高瑜人被吓到了 但他们很快就能反应过来 而且 骑俗和高瑜都是塞外部落 这种射程太短 并不适合用来对付他们 让那几位继续努力吧 另外 他们努力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最好还是提高一下基础能力 比如冶炼锻造什么的 总不能一直靠个别厉害的工匠打磨吧 多谢瑶瑶提醒 我会注意 骆俊瑶笑了笑 看着手里的枪有些迟疑 这个你自己留着 这是他们特意送给你的 为了感谢摄政王妃 为他们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骆俊瑶也是爱不释手 大风的道 回头再去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从定国军大营回来 刚刚得到新武器的骆俊瑶 对军器炎造司投入了十分的热情 三天两头的就往炎造司跑 有了他的指点 炎造司的几人 进步都十分神速 各自对未来的武器设想 都有了许多新的想法 骆俊瑶整日不是在炎造司 就是去安兰书院 日子过得十分充实 这日 恰逢安兰书院放假 骆俊瑶被宋明拉着去知房视察 还不到一年时间呢 知房在宋明的管理之下 已经很像样子了 五六间完全打通的房间里 一个个女工们在织机前认真地工作着 细细的丝线在织机的动作之下 织成一片片华丽的绸缎 如果不看毫无现代机械感的织机 和穿着古朴的女工们 这几乎就是一个真正的纺织工厂了 两人到了织房的时候 罗娘子正好也在 看到两人过来 罗娘子含笑迎了上来 王妃今儿怎么有空过来 骆俊瑶有些不好意思 今天正好有空 就跟明明过来瞧瞧 辛苦罗姐姐 这织房原本是她起的头 但大多数的工作 却都交给了宋明和罗娘子 她多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的 罗娘子笑道 跟你开玩笑呢 知道你忙 有什么要紧的 骆俊瑶眨了眨眼睛 罗姐姐不忙吗 罗娘子如今已经搬回了 玉明秋的府邸 也是上庸署的上号的贵府了 不过 他俩关系到底怎么样了 骆俊瑶却不大知道 只看罗娘子如今看着 倒是比从前精神了许多 想来这一年过的 还是很顺心的 我们家里就两个人 没有你吗 虽然当初 答应玉明秋搬回去住 并不全是因为 他们感情和睦融洽了 但既然不打算真的分开 日子总是要过的 罗娘子也考虑过 是不是要如上庸的贵妇们一般 专注家中的事物 但最后终究 还是放弃了那样的想法 比起当一个规规矩矩的贵妇人 她还是更喜欢 靠自己的本事 去做一些与家族 与男人无关的事 骆俊瑶越发不好意思 她最近忙 倒不是因为设着王府 而是都一股脑地 泡在研造丝了 三人闲聊了一会儿 罗娘子和宋明 才带着骆俊瑶 参观起整个织房 一边说起了织房 明年的一些计划 我们跟谭台岛主 还有张州林家都有接触 上等的丝绸在海外不愁销路 我们计划 明年再扩大一些 上等丝绸的产量 另外 江南的雷门和梁州的芙蓉山庄 也派人上门来询问 说是想要买咱们的丝绸 说到这儿 宋明顿了一下 笨道 瑶瑶 你跟雷门和那个什么芙蓉山庄 认识 他们找上门来 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 雷门的名气大 哪怕是宋明这样的闺秀 也是听过一些的 但芙蓉山庄远在北地 她却是头一回听说 总之都不怎么像是正经做生意的 这样的人 会找上他们这样才开不到一年 没什么名气的织房 总是有些原因的 想来想去 也就只有摄政王妃这一个可能了 洛季要笑的 嗯 先前去北边认识的 这两位人还不错 你们看着办 若是觉得可以 接触一下也行 罗娘子和宋明交换个眼神 这才放下心来 他们都是没有离开过京城的女子 有时候做事 难免要小心谨慎一些 如果以后要继续扩大产量 你们觉得 在上庸合适吗 我也想跟你说这个呢 上庸皇城里不太适合做这些 距离蚕丝产地远不说 花费也高 运输也不升便利 从上庸盛产的丝绸要出海 需要先运送到东州港那边 然后再装船出海 东州沿海港口多是水军港口 民用的只能停靠不算大的船 但若是想要运到南边或者张州 就更费劲了 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想明年在越州开支房 这样丝绸就能通过水路 一路南下 直达南边的各地港口 就算是想卖给中原或者西域各国 越州的水路也比上云方便得多 最重要的是 越州自古就重丧养残 很适合开支房 嗯 很有道理 那明明和罗姐姐看看 有什么合适的人 到时候 看到宋明欲言又止的神色 骆俊耀迟了一下 明明 你想说什么 我去 罗娘子和骆俊耀奇迹看向了他 骆俊耀再次确认他 明明 你是说 你想 虚越州 宋明点点头 平江伯府不会冲到摄政王府来 给他表演一哭二闹三上吊吧 宋明笑道 这么惊讶做什么 我早就想出去走走了 你不是知道的吗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呢 也算是实现一下理想吧 罗娘子有些担心 可是 明明你一个人 我又不是真的一个人去 肯定要带不少人啊 唉 再不走 我觉得我爹娘真的要随便挑一个人让我成婚了 骆俊耀明白 宋明已经十八岁了 不能再以读书的理由赖在暗文书院了 今年是恰好遇到太后的丧妻 连着太皇太后的丧妻 都不好操持什么婚事 但明年宋明是肯定逃不掉的 说不定 现在宋家就已经在挑选合适的人选了 阿蕊好歹是跟我大哥一起去的怀州 你自己一个人 不是骆俊耀轻视古代女子的能力啊 而是如今的客观条件限制 整个世间就是由男子主导的 骆俊耀既怕宋明出去遇到危险受人欺负 又怕她耽误了人生将来后悔 虽然她一贯的没心没肺 却知道自己有意无意 确实影响了很多人的人生 而她很怕那些自己亲近的人们 因此而过得不幸 宋明握着她的手 瑶瑶 我想试试 我从小就想出去看看 用自己的眼睛 用自己的手脚和心去感受这个世界 我不想寻规刀起的过一生 那样的话 无论生命有多长 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 骆俊耀忍不住抱了抱宋明 宁明 你真勇敢 如果宋明生在她前世 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子 无论是宋明还是苏蕊 她们的勇气和能力 都值得任何人称赞和钦佩 既然你决定了 就去吧 只是平江伯府那边 落江思索了一下 咬咬的 我会帮你的 宋明笑的 你放心 我能说服我爹娘 至于平江伯府其他人 不必理会 罗娘子站在一边 看着这两个比自己小许多的姑娘 也不容露出了浅浅的笑意 到时候 我跟敏敏一起去一趟吧 等她在那边安顿下来了 我再回来 她总算独自经营秀芳好多年 也跟不少人打过交道 总比宋明一个人去 要放心些 那郁将军 那郁将军还不恨死我吗 罗娘子笑 放心 她不敢对王妃怎么样呢 就这么说定了 你免到时候可别一个人走啊 宋明看着洛军阳 见洛娇朝他点头 这才答应了下来 洛娇眨眨眨眼睛 暗自偷笑 罗姐姐要去 云明秋还能不派人保护吗 瑶瑶 瑶瑶在不在 外面突然传来秦宁的声音 还不等他们反应呢 秦宁已经快步冲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跑得气喘吁吁的徐慧和徐心玉 洛娇看着他们这模样 不解得到 这是怎么了这是 秦宁毫无形象地插着腰 瑶瑶 那个 那个柳 柳 徐心玉飞快地道 小舅母 你快去救救柳二姑娘吧 她要被柳家打死了 什么 洛娇以为自己听错了 忍不住问道 徐心玉的 柳家 就是公布上述那个柳家 柳二姑娘 就要被柳家人打死了 为什么 柳二姑娘 今年不是在医学院进学吗 听张先生说 她很有天赋 柳若秋本身就有些底子 人也不笨 又肯刻苦学习 在书院的成绩一直都不错 到底怎么回事 你慢慢说 算了 还是边走边说吧 一些人连忙往外走 一边走 秦宁和徐心玉 才你一言我一语地 将事情说给他们听了 今天安兰书院放假 秦宁就拉着徐心玉 带上年纪最小的徐慧 一起出门玩 谁想到就那么巧 正好看到柳若秋 被几个柳家的丫头脖子绑着 塞进了马车里 秦宁本就是一个喜欢打抱不平的性子 年前 柳若秋独自去报名的时候 她也在场 对柳若秋颇有些印象 她也顾不得许多 立刻就上前拦住了柳家的人 一览之下 那些柳家下人竟然说 柳若秋勾引柳如夏的未婚夫 被捉奸在床 他们奉了柳尚书的命令 要绑了她回去处置 柳如夏的未婚夫 我记得是 是 宋明皱眉的 是郑锦川那个白痴 瑶瑶 柳若秋一直喊冤枉 我也觉得 她肯定不会做那种事 她现在被柳家人抓回去 不死也要去掉半条命啊 秦宁虽然和柳若秋接触不多 但对她的印象却不错 尚用的名门贵女 愿意学医的人并不多 但即便医学院人少 柳若秋却很是认真 勤恳好学 秦宁好几次在藏书馆看到她 她都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 看书记笔记 十分认真的样子 徐新玉也点头道 是啊 小舅母 那位柳二小姐 好可怜的 明明是真千金 却被奶娘丢到乡下 过了十几年的苦日子 如今回了家里 也并不怎么重视 也没有人为她讨为公道 那奶娘的女儿 依然享受着原本属于 她的身份和地位 柳二姐姐是好人 乖巧的徐慧认真的道 她才不会 勾引别人吗 说到勾引 徐慧的小脸红了红 柳二姐姐说 她以后想当个厉害的大夫 给人治病 骆俊娅抬手揉了揉 努力想要为柳若秋 证明的徐慧 轻声道 后悔 别担心 我知道了 咱们现在去柳家 既然是桌间在床 总得有两个人吧 郑景川哪去了 请你眼睛一亮 对啊 根本就没有看到郑景川 也要你去救人 我去找郑景川 我去问哥哥 他肯定知道在哪里 不用 骆俊娅换了身灵蓝 片刻之后 灵蓝出现在了跟前 王妃 去找郑景川 让她立刻去柳家见我 是 王妃 柳若秋跪在地上 半边脸上火辣辣的疼了 他抬起头来看脸大厅里的其他人 高高赛上坐着的是他的亲生父亲 此刻正一脸嫌恶地看着他 坐在父亲身边的是气色不大好的母亲 看他的眼神也满是失望 旁边坐着他的几位兄弟 有敌出的 有树出的 他们都在细声安慰着正默默垂泪的柳如夏 偶尔才想起来用厌恶轻蔑的眼神瞪他一眼 柳若秋低下头 轻咬着有些泛白的唇角 努力忽视心中的隐隐作痛 这没什么 你本来就是外来的 自然比不过人家十几年相处的情分啊 柳若秋在心里告诉自己 只是 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眼眶发热 熏得 他只觉得眼底泛起了水光来 混账东西 柳尚书将一个茶杯砸落在他身边 茶水溅上他的裙摆 你看看 你看看你生了个什么东西 柳尚书怒气未消 对旁边的柳夫人道 我现前说早些给他找个夫家 他非说不要 要去什么安兰书院读书 现在好了 抢自己姐姐的未婚夫 这上庸皇城里的男人都死光了吗 柳若秋抬起头来 目光毫不避让地与柳尚书对视着 咬牙道 我没有 还敢狡辩 柳尚书怒急了 立声道 你没有 难道是我这个当爹的 将你塞到正经川床上去的 老爷 这话实在是太难听了 柳夫人还是忍不住开口的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闭嘴 柳尚书没好气的道 连个女儿都交不好 你还能做什么 被丈夫责骂 柳夫人有些忧怨地住了口 看向女儿的眼神里也多了几分怨气 柳若秋在心中苦笑着 口中却道 我与正家那位公子根本没见过几次 今天我去药堂拿药 回来的路上 被人打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就在茶楼里 够了 柳家大公子立声道 你还要撒谎 你身边的丫头都交代了 是你自己去了茶楼 上庸皇城天子脚下大白天的 谁能把你打晕带去茶楼 卓秋 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柳如夏悠悠地望着柳若秋 叹气 妹妹 这些年 是我对不起你 你 你若是对真公子有意 直说便是 我 我让给你又何妨 何必如此 败坏自己的名声 柳若秋抬眼看着柳如夏 眼底闪过几分蹊跷 却被旁边的柳二公子 看在了眼里 不由怒的 你这是什么眼神 如夏一心一意待你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柳若秋咬牙 我有什么满意的 不是他对不起我 难道还是我对不起他 今天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既然我与身边的人各执一词 将我们送去衙门神一神不就知道了 你不要脸 柳家还要 柳尚书咬牙道 柳若秋倔强地抬起头与他对视着 正是因为我要脸 所以我才要为自己讨一个清白 我没有勾引郑景川 倒是大姐姐 先前你是怎么勾上郑家七公子的 真的以为没有人知道吗 如今又拍上别的高知了 才故意设计我要摆脱郑家那个傻子吧 你胡说什么 柳如夏脸色惨白 舒秋 你就算再恨我 邪不能 邪不能心口开河 如此羞辱我 柳若秋痴笑了一声 你可知道 上庸的女眷们私底下是怎么讨论你的 以前跟你交好的那些人是不是都不搭理你了 你还跟人说是我在别人面前说你坏话 才让人对你生出了误会 我可真有本事 真当别人都是傻子 就你聪明 柳如夏身体晃了晃 弹倒在了椅子里 我没有 他扯着柳大公子的衣袖 唉声道 大哥 我真的没有 柳大公子轻叹了口气 伸手拍拍他的背心 大哥知道 大哥相信你 柳大公子说完 看向柳若秋 眼神冷立 果然是在乡下长大的 毫无教养廉耻 我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认不认 柳若秋咬牙 我没做过 不认 主位上 柳尚书冷声道 来人 给我家法伺候 片刻之后 一个下人捧着一根两尺长的棍子走了进来 老爷 柳尚书指着柳若秋 打 下人犹豫了一下 看完看周围众人 只能拿起棍子 试探性地往柳若秋身上打了一下 柳若秋咬着牙 沉默不语 用力 你没有吃饭吗 柳若秋 你还是执迷不悟 我没做过 再给我打 啪啪的抽大声 在大堂里响起 伴随着柳尚书的质问 和柳若秋的坚定否认 柳若秋后背 渐渐浸出了一道道血痕 因为疼痛 他咬破了唇角 鲜红的血液 从他唇角滑落 这样的责罚 哪怕是放在一个男子身上 都受不了 更何况是一个弱女子 原本还满脸愤怒 看着他的柳二公子 不由皱了皱眉 看了看主卫上的父亲 想要上前求情 却被站在一边的兄长 拦了下来 哼 他如此顽劣不化 感谢教训也好 柳若秋将这些话 听在耳中 只觉得心中 越发的冰凉透骨 坐在旁边的柳如夏 看着这一幕 眼神也很是复杂 他缓缓低下头 垂眸望着地面 他不想害柳若秋 可是 他也要为自己着想啊 刚刚知道 山市那几天的惶恐不安 他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他不能失去 现在拥有的一切呀 启 启禀老爷 门外 管事急匆匆的进来 还没跨入门口 就高声禀告 启 启禀老爷 舍阵王妃驾到 还有 还有 还有什么 柳尚书不悦的道 还有 还有安阳郡主 淮阳郡主 校院后夫人 还有 还有郑家七公子 和柳小姐 管事颤声 骆俊儿踏入柳家大堂 就看到跪在地上 后背满是血痕的柳若秋 不由皱了皱眉头 沉声道 药儿 秦药儿从人群后面钻了出来 飞快地掠到柳若秋跟前 也没有去触碰他的后背 秦药儿只是看了看 就拉起柳若秋的手腕 把了把脉 然后将一颗药丸塞进他口中 做完这一切 秦药儿才站起身来 对骆俊儿打了个手势 示意柳若秋死不了 骆俊儿走到柳若秋跟前 低头问他 还撑得住吗 柳若秋咬着唇角 坚定地点了点头 王妃 我没有做过那些事 我知道 看到这一幕 柳尚书的脸色有些难看 旁边的柳家 其他人脸上的神色也不好 摄政王妃 若是信了柳若秋的话 或者故意偏袒他 那错的就自然是他们了 柳尚书上前 沉声道 王妃加令设下 未曾远迎 还望说罪 骆俊儿微微偏着头 打量着他 突然笑道 柳尚书这是怪物 不请自来吗 柳尚书不语 显然确实有这个意思 只是不敢当面说出来罢了 如果是一年前 柳尚书大约还不会 将骆俊儿放在眼里 可惜 这一年 不仅骆俊儿的身份变化惊人 他本人的一些传说 也让柳尚书不敢轻易得罪 既然不好说 柳尚书就只能强行转移话题了 他笑了笑道 不知 王妃和两位郡主 还有校园侯夫人到来 所谓合适 臣 正在处理一些家事 恐怕 不太方便招待各位 若有失礼之处 还请王妃见谅 我们倒是没什么事 柳大人不妨问问郑家七公子 和郑家六小姐 柳家人早就看到 郑景川和郑景熙了 柳尚书却避开两个人 显然此时并不想和这两人说话 然而 郑景熙却使劲推了自家七哥一把 七哥 你自己说吧 郑景川此时的模样 很是窘迫 他甚至不敢去看 跪在地上的柳若秋一眼 还能低着头小声地 将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了一遍 方才出了那样的事 他其实并没有认出是柳若秋来 柳家人还没到门口的时候 他就醒了 听那动静就知道 自己是被人算计了 但他并不知道门外是柳家人 以为床上的女子 是算计自己的人 不知从哪弄来的 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虽然不知道 别人为什么算计她 但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了一回 必要的应对还是有的 他当下趁着床上的人还没反应 直接从窗口翻了出去 衣衫不整的 自然不好在人前露面了 只能捡人少的巷子走 还偷偷地去别的人家 找了件衣服 穿着才回家 他才刚回家 摄政王妃的人 就找着门来了 他这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既然柳家的人 都没有见过正七公子 你们是怎么知道 柳儿姑娘是和七公子 宋明粗眉不解的 柳儿公子沉生的 正七公子和如下约好了 今天在茶楼见面 请您挑眉 既然如此 那如下小姐呢 柳如下垂眸 低声道 我去得晚了一些 但是只看到 他的话只说了一半 却足够让在场的人联想到 他看到了什么 骆俊瑶挑眉 郑景川 你怎么说 郑景川苦着脸 王妃 我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去的时候 他厢房里没有人 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睡了过去 然后 然后醒过来就 郑景川忍不住 看向坐在一边的柳如下 如下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 看到跪在地上的柳若秋 郑景川不由住了口 他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 他跟柳若秋也见过几面 他相信这姑娘 大概是不大可能会看得上她的 他被打成这样都不肯松口 郑景川也实在不好意思 在真相未明之前 出言羞辱她 毕竟 也是自己占了人家便宜 柳儿姑娘 你怎么说 柳若秋抬头看了看众人 将自己之前向柳家人说的话 又说了一遍 只是 他脸上的神色有些惨淡 似乎不奢求众人相信他了 罗娘子促没道 既然如此 何不将陪柳儿姑娘出去的丫鬟下人 拿来问一问话 有道理 柳尚书面露不悦 冷声道 舍证王妃 玉夫人 这是我柳家的家事 我柳家自己可以解决 希望两位不要插手 旁边的郑景希淡淡的道 恐怕算不上只是柳家的家事吧 柳大人是不是还要给我们郑家一个交代啊 旁边的柳大公子皱眉 此事确实是柳若秋的错 但郑妻公子 柳大公子扫了郑景川一眼 郑妻公子是无辜受害 还是两人早就暗通团取 恐怕还有两说吧 你说什么 郑景川文言忍不住就跳了起来 怒道 你再说一遍 西哥 郑景希一把揪住郑景川 美好气地瞪他一眼 冷静 郑景川愤愤然道 你听到他说什么了 他诬蔑我 你还要我冷静 郑景希冷笑了一声 你怎么不想想 人家为什么诬蔑你呢 我怎么知道 之前都还好好的呀 郑景希怜悯地看了眼自家愚蠢的七哥 淡淡地道 这段时间 这位柳家大小姐一直对你若即若离 你还不知道吗 人家当初只是走投无路想找个靠山 还真以为看上你了 郑小姐 柳尚书的脸色有些难看 这种事情 就算真要个说法 也该另尊另堂前来 你一个姑娘家 郑景希微抬起下额 那不如 我请我祖父祖母来跟柳大人谈 陈国公夫妇最疼的 就是这个不成器的老七了 正要是那两位打上门来 柳家的大门恐怕都得重新修缮呢 柳尔夏走上前来 低声道 景希 郑小姐 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 但请你对父亲尊重一些 有什么事情都冲着我来 景希 郑景川犹豫地看向妹妹 闭嘴吧你 郑景希美好气得道 我们郑家 怎么会有你这种傻子呀 骂完了哥哥 郑景希又看向柳如夏 冷笑道 柳如夏 你勾搭上齐阳猴 就觉得我哥没用了是吧 什么 众人纷纷看向郑景希 柳尚书脸色铁青啊 郑小姐 请你慎言 郑景希吃笑了一声 不屑地道 柳大人不会以为 郑家所有人 都跟我七哥一样傻吧 知道为什么今天只有我来了吗 因为你们不配 他从袖中抽出几张纸 丢在了地上 嘲讽地说道 自己看看吧 郑景川已经呆滞了 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段时间 柳如夏确实对他比先前冷淡了些 他只当他们是快要成婚了 如下要避嫌 况且 他刚刚立了战功 虽然只得了一个小小的职位 却也正是事业新爆棚的时候 对柳如夏的关心 自然也就比从前少了一些 柳如夏的态度变化 也就没有被他放在心上 齐 杨侯 可是 齐杨侯不是已经三十六了吗 柳如夏宁愿要一个老头子 也不要他 郑景希不着痕迹地踹他一脚 淡淡地道 人家是一品侯爷 西夏又没有子女 你是什么 郑景川意识有些蔫了 他忍不住看向柳如夏 却见他脸色惨白 身子摇摇欲坠 他虽然说是成国公府的嫡孙 但他就不是嫡长孙 就算将来成国公府的爵位 传到他们这一代 也轮不到他 如果自己不努力 他就是一个现在靠祖父 将来靠父亲和兄长的顽固 郑景川顿时觉得无比憋屈 憋得红了脸 也红了眼睛 郑景希甩出去那几张纸 到底是被柳家二公子剪了起来 柳二公子的脸色也渐渐苍白起来 他惊愕地看了柳如下一眼 又看向郑景希 你们跟踪如下 闭嘴 柳尚书历声道 柳二公子不又看向了父亲 心中突然一跳 父亲 父亲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骆俊尔叹了口气 柳大人 柳若秋是我安兰书院的学生 我是安兰书院的山长 此事 你打算如何处置 柳尚书定了定神 勉强笑了笑 王妃 此事 下官一定 想查 还请王妃 给下官一些时间 若 若秋是无辜的 下官 一定会还她一个公道 该不会我一走 她就畏罪自杀了吧 柳尚书脸色微变 王妃说笑了 若秋是下官的亲生女儿 那是本王妃冒犯柳大人 不过话说回来 实在是不太像 不像什么呀 柳家人对柳若秋的态度 不像是亲生女儿 柳儿姑娘 你怎么说 骆俊尔看着柳若秋 问道 柳若秋转身过来 依然跪在地上 她朝骆俊尔恭敬的叩手 抬起头来坚定地道 民女信不顾柳家 邱王妃为若秋主持公道 你可想好了 一旦彻底和柳家撕破脸 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柳若秋苦笑的 不是自己的 终究不是自己的 民女想明白了 邱王妃垂脸 还民女一个公道 柳若秋 柳尚书怒吼 柳若秋回头看她一眼 眼神淡目无波 回到京城近一年的时间 柳若秋已经不思 刚回京城时 那般肤色辣黄憔悴了 虽然比起上佣 从小养尊处优的贵女们 依然略逊色一些 却有一种 上佣贵女们身上 少有的健康坚韧的气质 她相貌不差 看起来也是个出色的姑娘 柳尚书只觉得心中微沉 她知道 这个女儿 已经彻底和柳家离了心了 一瞬间 她的心情有几分复杂 落胶的声音 打破大厅里的宁静 既然如此 将今天与此事有关的人 都带上来吧 很快 今天跟着柳若秋 柳如夏出门的丫头下人 去帮了柳若秋 回来的管事下人们 都被带到了大堂里 原本还算宽敞的大堂 一下子又挤进来一群人 顿时显得十分拥挤 看到坐在大堂里的人 这些人更是惶恐不安 只能一声不吭地跪在地上 骆俊傲坐在柳大公子 让出来的位置上 他并没有去做柳家的主位 坐在他旁边的是 秦宁和徐新玉 对面坐着罗娘子 和郑家兄妹俩 徐慧却没有落坐 而是躲在秦耀儿身边 好奇地看着眼前的情形 还不将二姑娘扶起来 骆俊傲扫脸大堂里的柳家人 淡淡地等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 有人连忙上前 去扶柳若秋 柳若秋挣扎着站起身来 被人扶到徐新玉身边坐下 骆俊傲看着 跪在地上的柳家下人 现在 你们各自将今天的事情经过 都说一遍 众人面面相觑 却没有人敢先开口 请你脸色一沉 冷声道 怎么 摄政王妃使魂不动你们了 众人吓了一跳 有一人颤巍巍地开口道 龙婢 龙婢今天跟着二姑娘 出门去了药店 回来的路上 二小姐说有事要办 就 就去了那家茶楼 柳若秋神情冷漠地 看着那小丫头 脸上没有丝毫动容之色 另外两个丫头也连忙的 奴婢 奴婢们陪着大小姐出门 去了茶楼 我们刚推开门 就看到一个人 从窗口跳了下去 然后 然后就看到二小姐 躺在软踏上 说话的丫头红着脸 低头道 二小姐 二小姐她 一身不整地 躺在床上 另外还有几个 婆子管事的模样 也匆忙的 老奴几个 是奉了大少爷的命令 带二姑娘回府的 众人纷纷看向柳大公子 不错 我接到如下派人 传回府中的消息 立刻就派人去了茶楼 让他们悄悄将若秋带回来 大厅里有些沉默 洛娇笑咪咪地问 坐在一边的几个小姑娘 听出来了 哪有问题吗 请您表白了下眼睛 哪里有问题 徐欣宇迟疑的 少叔府离茶楼 好像挺远的 徐慧忍不住举起小手 见众人都看向自己 才羞涩地躲到晴妖儿身后 却还是忍不住 露出个小脑袋来 他们说 是看到郑七哥哥 跳窗逃跑的 但是郑七哥哥说 他跑出去之后 没怎么耽搁就回家了 成国公府距离茶楼并不远 距离我们去找王妃的地方 也很近 但是 去柳家好像有点远 为什么柳小姐 可以派人回去通知 柳大公子派人去抓二姑娘 然后回到家 又沈万尔姑娘 我们却只能飞快地 跑去找王妃 找郑七哥哥 然后来柳家呢 什么意思 郑景川忍不住问他 郑景稀淡淡地道 你蠢的意思呗 徐慧眼睛明亮 我计算了一下 柳家到茶楼 三次的路程 是大约十六里 我们去找王妃 然后来柳家的路程 是九里 而且我们一路上 都走得很快 按理说 我们就算不能跟柳儿姑娘 同时回到柳家 也不会晚很多 但是刚刚柳家的人 好像说过 柳儿姑娘 已经一刻多钟了 王妃身边的凌兰姑娘 来郑家的时候 是刚到卫时郑 我们一刻也没有停留到 立刻就赶来了 我们从茶楼离开的时候 刚过了五十三刻 不知道柳儿姑娘 是什么时候被带回来的 众人沉默不语 分分看向站在一边的柳如下 柳如下亲咬着唇角 垂眸不语 柳夫人有些焦急地看着她 如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柳如下红着眼睛 跪倒在地上 请父亲母亲恕罪 是如下做了错事 柳夫人吓了一跳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做了什么呀 难不成你 柳如下连忙摇头 我 今天的事 确实并非偶然 我早些日子 就收到了不知名的人 一名传来的消息 说 说妹妹 我今天 是特意去抓捡的 柳如下似乎难以启齿 吹了半声才低声道 我一个人有些害怕 所以才提前通知了大哥 骆俊瑶饶有兴致 有人匿名传消息给你 信呢 在我房间里 我这就让人去取 柳如下将自己放心的地方 告诉了大藤里的管事 管事得到柳尚书的许可 转身取信去了 看着柳如下平静的神情 骆俊瑶神色淡然 柳如下能将准备 做得如此周到 倒也有些心思 趁着这个时间 聊聊别的吧 骆俊瑶的目光 落到柳若秋的 随身丫鬟身上 你说 是若秋自己要去查楼的 小丫头似乎有些害怕 忐忑地点头 灰万飞 是的 可是 别人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别人 小丫头有些呆滞地 望着骆俊瑶 似乎不明白 她是什么意思 你说 她是自己去的 她说她是被突然打晕了的 但是查楼就在那 人总不能凭空出现在那里 查楼的掌柜和伙计都说 今天柳儿姑娘没有从这门进去过 那查楼只有前后两个门 不是前门 那自然就是后门了 你们家人从后门送进去的时候 都不注意一下对面有没有人吗 小丫头呆住了 半赏说不出话来 不只是她 她身边的另一个丫头和戳夫 神色也开始变了 他们确实忘了注意后门对面 有没有什么人 一时间 他们甚至有些想不起来 那查楼后门外 到底是向盗院墙 还是房屋楼阁了 多久要继续的 另外 就算是查楼的后门 也不可能没有人守着吧 你们觉得 她会在社长王府面前 替你们隐瞒吗 三人脸色顿时大变 忍不住颤抖起来 我 我妈 我妈 看他们这模样 众人哪里还能不知道 这其中有些猫腻啊 柳家两位公子 忍不住看像坐在一边 沉默不语的柳若秋 眼神有些复杂 柳夫人震惊地看着三人 指着他们颤声道 你 你们真的 好大的胆子啊 还不说实话 洛家声音一沉 冷声道 恒非饶命 一个普通的小丫头 能有什么厉害的心理素质啊 面对着社长王府这座高山 更是吓得连脑子都无法转动了 王妃饶命 奴婢知错了 奴婢已是鬼迷心窍 求王妃饶恕 一个人崩了 另外两个人 虽然也不可能稳得住 当下三人都尾顿在地上 连连磕头求饶 柳如夏悄悄攥紧的手中帕子 脸色苍白 说吧 怎么回事 秦宁吃笑了一声 丫头忍不住抬头看脸 站在一边的柳如夏 柳如夏抬眼 平静地扫了她一眼 那丫头不由色缩了一下 飞快地低下了头 能变 能变一时鬼迷心窍 秦宁扭头对洛俊瑶道 瑶瑶 这丫头嘴里不老实 这种被蜀的丫头 打死了两世 家里的人也得发配冲军去吧 谢时不老实 冲什么军呢 这种人去了边关也是个祸害 也对 秦宁一脸认真的道 还是应该发卖为剑籍 家里的男丁就送进宫去吧 也算是一条出路 那三人抖得更厉害了 说话的丫头更是吓得眼泪鼻涕都出来了 郡主饶命啊 特别 特别真的 一时鬼迷心窍就能将自家小姐送去 那你要是不鬼迷心窍 还不直接提刀图了这柳家 你们两个也打算跟他这一个说死吗 另外两人也笑得不清 两人对视了眼 那车夫一咬牙 求王妃郡主饶命 小的 小的是受人指使的 是谁 是 是秦阳侯府的管事 证据呢 车夫咽了口唾沫 小的 小的可以当面指证那人 小的记得那人长什么模样 徐新鱼好奇地看向对面的郑锦西 柳如夏还震得跟齐阳侯有瓜葛 郑锦西吃笑了一声 看向坐在自己身边的兄长 眼神十分嫌弃 郑锦川只是头脑简单了些 但本质上还是个正常人 如果听到这会儿 他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只可能是他自己装傻了 但郑锦川对柳如夏 显然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他愿意为了娶她 跟祖父祖母和父母亲抗衡 却不代表他能容忍自己被人戴绿帽子 还反咬自己一口 郑锦川看着柳如夏的 如夏 我们约在茶楼见面是昨天的事情 昨天柳儿姑娘应该在安兰书院读书 他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柳如夏眼睛微红 望着郑锦川沉默不语 郑锦川看着他这副模样 只觉得心中一阵阵憋门 难道这还是他的错了 明明是他算计了自己和柳儿姑娘 现在又做出这副模样是什么意思啊 他对他还不够好吗 信 来了 管事捧着一个匣子走了进来 洛锦奥接过匣子打开 里面果然有几封没有落款的信函 上面写的确实是柳若秋和郑锦川有瓜葛 内容倒是写的有鼻子有眼的 可惜没有一处惊得起推敲 洛锦奥挥了挥手中信函 笑道 郑小七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郑锦川一把抢过信来看了几眼 怒气冲冲地拍到了桌子上 污蔑 老子从来没有单独见过柳儿姑娘 郑锦川 郑锦川对这个妹妹 颇有几分容让顾忌 纷纷地坐了下来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回京这几个月 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柳儿姑娘 柳若秋平静地等 这几个月我确实没见过郑七公子 每次安兰书院休假 我都会去城中的慈安堂帮忙 每天早上去傍晚方回 王妃可以派人去查证 洛锦四笑非笑地看了柳儿下一眼 看来 大姑娘对妹妹不大了解 何止是柳儿下不了解柳若秋啊 柳家其他人同样也不了解 柳家两位公子听说柳若秋休假的时候 在慈安堂帮忙 脸上也不由地露出了惊讶之色 他们平时总听说柳若秋成天不着家 却从没想过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也是因此 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 他们第一时间就相信了 柳若夏低着头沉默不语 大堂里气氛很是尴尬 其实到了这儿啊 在场的人大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柳夫人呆呆地望着自己养了十几年的女儿 又看向沉默坐在一边的亲生女儿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老爷 柳尚书脸色十分难看 他只认了几个吓人的 将这几个备注的东西拉出去 重打四十丈 送去衙门问罪 地上的几人连忙求饶 老爷 老爷别知错了 老爷饶命了 四十丈打下去 人不死也惨了 更何况还要送到衙门问罪 他们去了衙门恐怕活不过三天呢 堵上嘴 拖出去 几个吓人很快就被拖了出去 大厅里渐渐恢复了宁静 柳尚书叹了口气朝骆军要拱手 今天让王妃见笑了 此事是下官未能明察冤枉了若秋 还要多谢王妃急功好义 才不是令若秋再受冤屈 你以为本王妃听不出来 你在嘲讽我多管闲事吗 多叫淡然的 刘大人客气了 不如还是说说这事该怎么善后吧 柳尚书皱眉道 此乃柳家家事 下官次会处理 若秋受了委屈 以后柳家也会好好弥补她的 懂了 来人 王妃 玲蓝从外面进来恭敬了道 拿本妃的信物去衙门击鼓 告齐阳侯 谋害安兰书院的学生 算我们成国功府一份 我们要告她与郑家为过门的媳妇通奸 污蔑我七哥和成国功府的名声 柳尚书吓了一跳啊 王妃 这是不是 此事关系若秋的规律 是不是 太 太 柳大人 你们柳家 若是关心若秋的规律 我们怎么会知道此事 方才令郎派去的人 闹出的动静可不小 柳尚书皱眉 若秋是柳家的女儿 此事 本王妃不管你柳家的事 柳若秋是安兰书院的学生 而我是安兰书院的山长 天地军亲师 柳尚书 我好歹也站了一个吧 你 柳尚书气劫 看向柳若秋冷声道 若秋 你说 柳若秋平静地看着父亲 我听王妃的 大堂里气氛越发尴尬起来 柳家人看向柳若秋的眼神 充满了费解和不满 他们显然想不明白 柳尚书已经低头承认他没错了 也承诺会给他一个交代 他为什么还要如此顽固呢 就算真的不是他的错 但他未婚失真总是真的吧 如果没有柳家 他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呢 若秋 柳夫人焦急地站起身来 快步走到女儿跟前的 不要胡闹 快向你爹认错 柳若秋淡淡地看着母亲 缓缓抬手将自己 被他抓着的衣袖扯开 这是他的亲生母亲 回来这些日子 如果说有谁 对他真的有过几分感情 也就只有他了 虽然他总是一味地顺从丈夫 不仅无法对自己的亲生女儿 有什么照顾 甚至还颇多扯帐 但柳若秋知道 在他心中 他是真心想为他好的 虽然只是他自己以为的好 柳 若秋 看着缓缓从自己指尖滑落的衣袖 柳夫人有些不安 若秋 你爹爹也是疼你的 你好好认个错 爹娘不会放着你不管的 柳夫人有些焦急地倒 柳若秋站起身来 走到陆俊娥跟前跪下 弓女求王妃 会弓女主持宫的 洛江和秦宁 伸手将他拉起来 即便你因此毁了名声 也在所不惜吗 柳若秋点点头 淡淡苦笑的 方才在茶楼外面 看到的人也不在少数 如此 上庸城里还不知道 传承什么样子了 我不在乎 柳尚书脸色铁青 你不在乎你自己的名声 也不在乎柳家的脸面了 柳若秋回头看了他一眼 柳家的名声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 好了 柳大人 既然如此 去衙门请人吧 或者咱们这儿 就一道去衙门 柳尚书终于忍不住了 他疼得站起身来 看向骆俊瑶岛 王妃 这是柳家的私事 请您辞重 本王妃不重 我也说了 柳若秋是我 安兰书院的学生 我现在是以 安兰书院身长的身份 处理此事 柳家 还有齐阳侯 如果不给我一个交代 咱们就走着瞧 对面正景兮冷笑了一声 对跟在自己身后的丫头的 回府去禀告老太爷和老太太 这事我处理不了 请他们亲自来一趟 不等丫头应声 柳尚书连忙的 柳姑娘何必如此 不过是些误会罢了 何必劳动国公她老人家 郑景兮偏着头笑 那柳大人想如何处置 柳尚说脸上的神情 也有些尴尬 这个左右都是 郑家和柳家的婚事 既然景丰已经和若秋 不如将如下换成若秋便是了 若秋才是我和夫人的嫡女 论身份也更合适一些 我不同意 柳若秋沉声道 众人侧手看向柳若秋 柳若秋目光沉沉地看向父亲 我只是一件民女 高攀不起成国公府的公子 柳家和成国公府的婚约 请柳大人自己解决 若秋 柳大公子文言 醋梅 柳若秋已经失身于郑景丰 在他看来 这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他不同意 以后还能嫁到什么人家 柳若秋看着柳大公子 突然笑了想 这样的表情啊 他这一年来 已经看过太多次了 仿佛他是什么不堪教化的 顽劣楼椅一般 柳若秋心中暗想 你们不就是从小环境比我好 才显得比我高贵些吗 我不偷不抢 也没做过什么丢人现眼的事 你凭什么瞧不起我 你瞧不起我 我就一定要让你瞧得起吗 郑景丰有些无措的 看着柳若秋 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个 我 他知道自己坏了 人家姑娘的清白 就该像个男子汉一样 负起责任来 但是 这姑娘好像真的 不太想让他负责呀 郑景丰此时 倒是没有注意到 自己心爱的如下姑娘 大约头脑简单的人 都是如此的心宽吧 郑景丰觉得 自己原本是真心喜欢柳若夏的 所以 即便郑家其他人不同意 他还是要努力争取 将他取进门的 他会跟着徐承玉一起去战场 除了自己确实也想努力一把 其中 也非常没有 为了柳若夏的意思 但这一切的前提 都是建立在柳若夏 跟他的感情基础上 如今竟然发现 柳若夏并不是自己 原本以为的那样 也并不喜欢自己 甚至人品都有些问题 他也断得干净 完全没有舍不得放手 爱恨纠葛难解的情况 简而言之吧 郑景丰这个人 不适合当言情小说的男主 再容易让人黑化的言情剧本 在他这儿 估计喝一顿酒之后 跟玩得好的人 去跑几圈马就过了 当然 这记仇啊 还是要记得 齐安侯是吧 什么玩意儿啊 郑景丰皱了皱眉 他让人回去叫 陈国公夫妇过来 还真不是开玩笑的 他真的做不了这个主 柳若秋平静地 看向郑景丰的 郑公子 今日的事与你 与我都是一场 非来恨祸 我以后并不打算 在上阳长流 也不需要郑家负责 请你以后 当这件事 没有发生过即可 郑景丰摸了摸鼻子 有些尴尬的嗡了一声 看吧 柳二姑娘果然看不上她 好了 柳大人 若秋姑娘的诉求 你也听清楚了 现在 表个态吧 柳尚书沉着脸 王妃是什么意思 若秋姑娘不需要人负责 她只想要个公道 我不想将这事闹大 所以这个公道 要么 柳尚书在这给了 要么咱们就请官府介入 本王妃就不信了 需去一桩小事 还能有多难查清楚 在场的人 立刻都明白 骆景丰的意思了 目光纷纷投向了 脸色苍白的柳如夏 今天的事情 明眼人其实都清楚 绝对和柳如夏 脱不开关系 就算她不是主谋 至少也是个帮凶 摄政王妃 这是铁了心的 要为柳若秋出气了 王妃说得不错 罗娘子也淡淡地道 女儿家的名声 何等重要 此事若是就这么 含糊过去了 以后若秋姑娘的日子 还要不要过了 柳夫人垂泪 若秋啊 你糊涂啊 你已经这样了 若是再将事情闹大 以后可怎么好啊 柳若秋平静了她 无论有什么后果 我都愿意自己承担 大不了她离开上庸 继续学医治病啊 这一年她在安兰书院 学到的不仅仅是医术 更重要的是 安兰书院让她知道了 就算自己是女子 只要自己不放弃 总是能有办法 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 她已经用了不少基础 以后离开上庸 再想去什么地方学医 也未必是做不到的 这世上的女子 缺少的不是能不能做到 而是敢不敢 能不能想到去做 你是铁了心要脱离柳家了 柳尚书沉声道 柳若秋垂谋 若秋香也出身 高攀不起柳家门第 好 好 柳尚书盯着她冷笑了一声 我倒要看看 你能有什么好下场 说吧 柳尚书看向骆俊瑶 王妃既然要公道 这些下人 就全部交给王妃带走 此事与我柳家无关 无论他们说了什么 王妃自行处置便是 毕竟柳若秋 已经不是柳家人了 柳如下的心中一颤 忍不住抬头看向柳尚书 陆就要笑的 柳大姑娘也不是柳家人 齐阳侯跟柳家 也没有关系了 柳尚书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郑家以后必然是要交悟的 柳尚书自然不想 再放弃齐阳侯这层关系 若非如此 他早将柳如下逐出柳家了 他向着柳如下 并不代表他就真的喜欢柳如下做的事 不过是比起鲁若秋 柳如下能给柳家带来更多的利益罢了 启禀王妃 齐阳侯到 让他进来 齐阳侯姓张 明一知 今年三十由六 是一个相貌周正的中年男子 他的父亲啊 是最早追随高祖皇帝的人 又为了救先帝受过重伤 英年早逝 他从小是被寡母养大的 因此 高祖当年册封了还不满二十的齐阳侯爵位 比起商家的定阳侯 曹家的温定侯 江家的岳阳侯 这位才是纯纯靠复英获得的爵位 不过 这也并不代表齐阳侯 就是个纯粹的顽固废物 他父母命弃武从文 如今三十六岁 已经是正四品 通正司左通正了 这个品级在如今妖孽 背出的大圣朝堂 算不得数一数二 但比起许多三十多岁 才考上进士 或者还在六七品 艰难爬行的人来说 绝对算得上是出类拔萃了 这样的人 哪怕年纪大了些 在绝大多数人眼中 也确实比郑景川 要出色得多 张一芝早年丧父 后又丧母 整个启阳侯府 就他一个人 也没有亲族前置 还真就是他想娶谁 就娶谁 新娘子进了门 就能直接当家做主 若说有什么不好 大约就是 他两年之前死了亡妻 而那位原配夫人 留下两子两女 年纪最长的嫡长子 今年都十七岁了 只是这一点 就杜绝了上拥 绝大多数桂门 做济世的想法 济世也就罢了 前面还有两个年长的嫡子 挡着 嫁进去 除了一个启阳侯夫人的名头 还能有什么好处啊 将来万一丈夫死得早 岂不是还要看妻子的脸色过日子 真疼女儿的家里 自然都觉得 还不如选个身份低下 但年纪相仿的 做原配夫人 陈张一芝 叩见王妃 张一芝踏入大厅 走到骆俊奥跟前 躬身党 骆俊奥对这位不大了解 只是隐约算个脸熟吧 毕竟宫中各种宴会 张一芝也没少参加过 只是张家人丁七少 不是什么大家族 张一芝呢 有没有夫人不能到摄政王妃跟前刷脸 骆俊奥自然也就跟她不熟了 齐阳侯 起来吧 骆俊奥垂眸淡淡的道 多谢王妃 请您看着她皱眉 齐阳侯既然来了柳家 想必是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来了 是 所以 确实是你和柳如夏算计了正七公子和若秋姑娘 张一芝安抚地看了看柳如夏 又看了看柳若秋和正景川 点头道 是 她并没有狡辩 因为她很清楚 这事情真的要查也没那么难 至少 难不住摄政王府的人 秦琳吸了口气 看着她一脸平静的模样 忍不住骂她 不知廉耻 张一芝抬头看向骆俊瑶 此事确实是臣做得不地道 但臣也是有苦衷的 我与如夏情义相投 如夏却和郑家有婚约 如今岂不是正好 还请王妃成全 众人震惊地看着她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躲在秦耀儿身边的徐慧 甚至忍不住看了看柳尚书 原来这么无耻的人不是孤立啊 骆俊瑶也被噎得无语了 他看着张一芝半赏才问道 你真的觉得这个主意很好 有何不妥 柳若秋不过是个香野女子 粗鄙不堪 能嫁如郑家是她的福分 柳若秋气得浑身发抖 冷笑了一声 那不知道强侯有没有问我 郑家的意见 以郑七公子的名声 柳二姑娘 也不算高攀吧 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一个是香野村女 一个是顽固废物 在他眼里正是绝配 骆俊瑶一直觉得江关木和韩氏 就已经足够让人厌烦了 但眼前这位 却显然更上一层楼啊 江关木的所作所为 虽然恶心人 但至少他自己也知道 自己做得不对 对质起来呢 就少了几分底气 但张一芝 显然丝毫不觉得 自己有什么错 甚至他可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将原本就错配的婚姻 恢复了本来应该有的模样 郑景川终于忍不住了 他怒骂了一声 冲上去对着张一芝 就是狠狠的一拳砸了过去 大堂里一片惊惑声 柳家众人连忙想上前去 拉开两个人 但他们哪里比得上 郑景川这样在战场上混过 如今还日日在军中打滚的年轻人呢 骆却要单手脱塞 冷眼看着郑景川 暴揍张一芝 瑶瑶 会不会出事啊 秦宁低声问道 虽然张一芝的所作所为 很恶心人 但毕竟是个侯爷嘛 若是真被打死了 还是挺麻烦的 不用担心 没事 秦宁看着被暗倒在地上 毫无招架之力的张一芝 真的 不会有事吗 郑景川将人好一通暴揍 才终于觉得出了口恶气啊 他看向站在一边的柳若秋 问道 柳二姑娘 你要不要也来揍几下 柳若秋嫌恶地看着地上的人 摇了摇头 他实在是无法理解 这世上 怎么会有这样无耻的 理所当然的人呢 更无法理解柳如夏的眼光 为了这种人做出这样的事情 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 仅仅只是因为一个侯爷的身份嘛 他就这么笃定 他们不敢将事情闹大 不会牵扯到他的身上嘛 郑景川还不解气 又狠狠地踹到地上的张一芝一脚 为郑景新拉住 这才作罢 王妃 此时我郑家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您是证人 也听到刚才这个畜生说的话了 还请王妃主持公道 郑景川也不是真傻 转身对骆俊瑶拱手的 骆俊瑶低头看向地上的人 启阳侯挨了这顿打 又有什么感想 张一芝有些艰难地站起身来 挑衍道 此时 是我们对不起郑七公子 这顿打 我认了 算是向郑七公子赔罪 呸 郑景川催了他一口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啊 啊 谁稀罕你赔罪了 今天的事 不给小爷一个交代 我让你爬着出柳家 张一芝眼底闪过一丝轻言 郑七公子 事情我做了 我不会不认 但这不代表 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 你不过是仗着国公宠爱 肆意妄为的顽固 趁人之危 逼迫如下嫁给你 我是让人将柳儿姑娘送过去了 但可不是我让你 你说什么 郑景川怒瞪着眼前的人 李声道 张一芝傲然 有什么不对 我什么时候趁人之危了 若非你趁人之危 如下这般品貌 岂会同意嫁给你 郑景川气得发抖 忍不住眼睛有些泛红 他看下柳如下 你就是这么跟他说我的 柳如下连连摇头 脸色苍白 泪眼朦胧 我 我没有 我 张一芝挡在柳如下身后 冷声道 何须如下亲口说 你不妨问问看 只要有眼睛的人 谁会觉得你们相配 郑景川被气乐了 等着张一芝扮上才咬牙冷笑道 本公子懒得跟傻逼计较 张一芝也不在意郑景川的话 郑公子若是觉得亏了 需要什么补偿 尽管开口便是 尽管开口 好啊 你去南风馆找个男人睡你一晚 这事我这里就算完了 荒谬 张一芝哪里想到 郑景川是个魂不拎的顽裤啊 竟然能提出这样荒唐的要求 你 你简直犹如斯文 你跟柳如下勾搭成奸的时候 也不见斯文啊 少废话 今天这事没完 咱们明天早朝上见 张一芝脸色变了变 沉声道 不过是私人小事 闹到早朝上 郑公子不觉得太小题大做了吗 哼 本公子就喜欢小题大做 你代如何 张一芝看了柳若秋一眼 郑公子自己名声狼藉 就不顾忌柳二小姐了吗 不愿和郑公子一道 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张一芝震惊地看着柳若秋 显然不能理解 一个女子怎么会做出 这样荒谬绝伦的决定 如果让人知道 她失身于郑景川 无论是谁的错 柳若秋都绝对讨不过 世人的轻视辱骂 没有女子能设得了那样的羞辱 她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才敢算计柳若秋和郑景川的 郑将那样的人家 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弱女子 因此遭遇不幸 多半会做主 让郑景川许了柳若秋 如此一来 郑景川和柳若夏的婚约 自然不能再执行了 也算是两全其美 谁知道 这郑景川和柳若秋 竟然如此不按理出牌 你们 张一芝望着郑景川和柳若秋 一时说不出话来 郑景川傲然地抬起下巴 咱们朝堂上见 骆俊儿含笑看着众人 既然如此 那今儿就先这样吧 说去姑娘 你是先跟我们走 还是留在柳家 我跟王妃走 邱王妃收容一日 柳若秋脸忙的 她也不傻 自然知道自己今天若是留在柳家 明儿还能不能出门就不好说了 柳若秋 你今天敢出去 就再也不要回来了 柳若秋深深地看了柳尚书一眼 平静了道 柳大人的话我记住了 这段时间打扰柳大人了 这些日子我在府上的花用 以后若有机会 我一定奉还 但是 贵府大小姐对我做的事情 我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 柳尚书气得发抖 就算再不重视柳若秋 毕竟也还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如今听到她用这样疏离 甚至陌生的语气 跟她说这样的话 身为父亲的柳尚书 如何能补弄啊 旁边的柳夫人更是痛哭出声 若秋 若秋啊 我们是你的亲人啊 你真的要这么离我们而去吗 亲人 那柳夫人愿意为了我 处置柳如夏吗 柳夫人语色 忍不住抬眼去看丈夫 她自己自然是愿意为了女儿 处置在柳如夏的 哪怕她也是她亲手养大的女儿 但自从知道 她不是自己亲生 知道她的身份来历 知道她亲生父母 对若秋做的事情 她心中就没有剩下几分 对她的疼爱了 但她也知道 这由不得她做主 看她脸上的表情 柳若秋摇了摇头 忍不住在心中苦笑 她还在期待什么呢 王妃 柳若秋走到骆俊阳身边 垂眸肃立不再说话 乐就要站起身来 对其他人道 走吧 秦宁早就不想呆了 从椅子里一跃而起 拉着柳若秋道 跟本郡主走 这几天你就住在公主府 本郡主倒要看看 谁敢为难你 说吧 还狠狠地瞪了柳家众人一眼 柳尚书冷着脸 言不发 只是沉默地看着一行人 扬长而去 郑公子 柳如夏上前几步 有些迟疑地唤了一声 郑景川回头看她一眼 神色冷淡肃然 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情绪 第二天早朝 郑家果然将张一芝和柳家给告了 早已贤富在家的陈国公亲自上殿 控告齐阳侯 与已经定下婚约的女子 勾到城间 告尚书府教女无方 纵容女儿毁婚 与男子私婚 一瞬间 年初才刚刚经历过真假千金之事 成为上勇百姓谈资的柳家 再次过了 只是这一次的情况 却对柳家十分的不利 上次的事情 柳家算是受害者 许多人虽然暗地里嘲笑柳家 至家不言 但对柳家 还是宽容几分的 但这一次就不同了 这一次 柳家是家害者 郑景川在柳如夏身份 尴尬落魄的时候 立派终于与他定下婚约 也让柳如夏有了继续安稳 留在柳家的资本 然而 柳如夏 却在郑景川出征在外的时候 与身份更高的齐阳侯 撕混在了一起 柳家甚至还支持了 他这样的座位 这如何能让人喜欢呢 成国公府 并没有提柳若秋的事 只说了张一芝设计了郑景川 意图利用桌间 逼迫郑家主动退婚 如此一来 众人更怒了 跟人私通也就罢了 还把罪名堕到受害者的头上 这不是当了婊子 还要立牌坊吗 当下 朝堂上下一片哗然 谢眼并没有在早朝上处理此事 而是将郑家和柳家人 以及张一芝 一起叫到了御书房 老国公请坐 谢眼看着满头白发的成国公道 成国公谢过 走到一边坐了下来 其他人就没有这个待遇了 感受到摄着王周身凝重冷肃的气息 众人心中都有一些忐忑 谢眼坐在主位上 打量众人良久 方才砰的一声 将手中折子都丢到了转上 这突兀而清晰的声音 让众人不由吓了一跳 各位真是让本王刮目相看了 谢眼突然开口淡淡的道 众人心中都是一跳 梁芒低下了头不敢言语 即便醉跳的郑景川 此事也在父亲的事意之下 乖乖地闭上了嘴 谢眼也不看众人 沉声道 此事本王已经听王妃说过了 现在你们各自还有什么话要说 张一枝 郑家的指控 你认 还是不认 张一枝俯身 回王爷 此事确实是臣行事不妥 但臣 不等他话说完 一本厚厚的折子已经当头砸了下来 张一枝被砸得头晕眼花却不敢出声 只能低着头望着落在地上的折子封面 谢眼冷声道 你承认就好 捡起来 自己看看 可有冤枉你吗 张一枝迟疑了一下 还是俯身将折子捡了起来 才刚刚翻开 张一枝的脸色就有些变了 折子上 将他和柳如夏从认识直到昨天的事情 记载了详细清楚 有些连他都忘记了小事 看脸这折子也瞬间想起来了 他和柳如夏 是郑景川跟随摄政王出征之后不久意外相识的 刚开始他确实没有多想什么 当时他本就在相看系事的人选 却不至于糊涂到去招惹一个明知道已经订了婚的姑娘 只是几天之后的一次意外 他和柳家人一起被大雨困在了城外的寺庙里 当时他的小女儿突然发起了高烧 是柳家乡主送了药过来 第二天 他意外看到了柳如夏 才陪着刚刚病好了 没什么精神的小女儿玩耍 两人这才多说了几句 后来不知怎么的 这两个人呢 就渐渐熟悉了起来 他也渐渐发现了柳如夏过得并不快乐 他如今身份尴尬 日子过得并不顺心 还时常暗自垂泪 他便忍不住安慰了他 渐渐的 你来我往之间不觉生出了不一样的倾诉 不久之前 他们一时意乱情迷做下了错事 两人都顾不得许多 日渐情浓 柳如夏的那桩轻石却时时如梗在喉 他不得不想办法解除这桩婚事 但他也知道 郑景川对柳如夏十分痴迷 根本不可能在不伤害欣赏人的名声的前提之上 让郑景川主动解除婚约 不得已张一只只能将目光投向了柳若秋 张一只并不觉得自己对不起柳若秋 若不是因为这桩事 柳若秋想嫁给郑景川这样家世相当的家族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哪怕柳若秋是柳家的亲生女儿 但只听着她在乡下生活了十多年 就杜绝了大多数人家考虑柳若秋做儿媳妇的可能性 正好柳如夏也一直对柳若秋颇有些愧疚 让她嫁入城郭公府这样的高门 又不是嫡长孙媳妇将来不用负担管家的众人 柳若秋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然而 现实是柳若秋就是不满意 还丝毫不怕丢脸 和郑景川联手将她给告了 看完了 摄政王冰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张一只这才回过神来 匆匆几眼勉强看完了所有的内容 可有虚假 张一只有些艰难的摇头 上面写的基本都是事实啊 先点头道 很好 总算老齐阳侯的儿子 还有几分血腥和骨气 与已经定下婚约的女子思通 涉及陷害他人 毁坏女子名誉 齐阳侯张一只 虚去爵位贬为平民 割除四品通正司 通正齿味 贬为通正司精力 张一只一愣 脸上满是惊恶 显然他没有想到 自己会被罚得这么重 王爷 臣 你有什么意义 在谢言冷漠的眼神之下 张一只默默地将到了嘴边的话给吞了回去 若正柳两家解除婚约 柳家退还正家一应礼节 赔偿正家黄金八百两 饮三千两 张一只赔偿正家饮五千两 受害女子饮三万两 土地八百亩 上拥皇城内两进宅邸一座 最后 谢言扫了众人一眼 张一只 柳如下 私乡寿寿 谋算他人 各丈子四世 代价势众三远 这话一出 不仅是张一只失魂落魄 柳如下 也瞬间瘫倒在地上 谢言看向柳尚书 冷声道 教女无方 降级一等 罚奉一年 柳尚书只觉得口中满是苦涩 这算什么 偷鸡不成十八米吗 谢言看向坐在一边的陈国公 问道 国公 本王如此处置 你可满意 陈国公站起身来 恭敬的道 老臣 多谢谢王爷做主 孙儿不成器 让王爷 见笑了 谢言瞥了眼 念呆呆的郑景川 不攻言中了 匠门必出胡子 少年人还少些磨练罢了 陈国公听了这话 冷声笑道 多谢王爷 王爷说的是 这小子 是缺了些历练 小小年纪 沉溺儿女私情 成何体统 郑景川只觉得脖子一凉 莫名的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从皇宫里出来 除了郑家人 其他人脸色都十分难看 郑景川略带了几分得意的 看向张义之和柳如夏 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被戴了绿帽子的耻辱 恭喜呀 齐阳侯 啊 不对 你被摄政王消去了爵位 现在已经不是齐阳侯了 恭喜张大人 报得美人归 张义之脸色十分难看 他明知道柳如夏和郑景川有婚约 还敢做出这种事 就是笃定了就算受罚也不会太严重 毕竟 有他父亲的功绩在那 他自己也不是无能之辈 摄政王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为这点事就对他怎么样吧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摄政王直接削了他的爵位 还贬了他的官职 更不用说代加三远 这样的耻辱 张义之以后啊 也不用在官场上混了 张义之对自己如此自信 显然是忘记了不久之前将官木的下场 男女之间那点事 在权贵们中间似乎确实不算什么 但那是因为上面的人不想追究 不想办理 如果上面的人认真计较起来 因为这点事倒霉的人也不在少数啊 柳如夏同样脸色惨白 他们比将官木要体面一些 还能自己走出宫门 因为谢眼盼下的四十账 并不是在宫中打 而是转交给了经纪衙门 等两人安完打之后 正好顺便给带上后家 对柳如夏和张义之来说呀 后者的惩罚 比让他们坐三个月的牢还要难受呢 柳如夏听了郑景川的话 也忍不住色索了一下 他抬头看向郑景川 眼底带着泪 欲言又止 郑景川却根本没有看他 被自己父亲揪着耳朵 跟在祖父身后扬长而去了 柳尚书阴沉着脸色 看着柳如夏和张义之沉声道 事已至此 张大人选个日子 将如夏抬回去吧 张义之和柳如夏都是一愣 张义之道 大人觉得什么日子妥当 柳尚书不耐烦地抛下一句 随便 便快步朝着停下宫门外 不远处的轿子走去 柳如夏脸色断变 他已经明白柳尚书的意思了 他如今已经没有了任何价值 柳家不想要他了 就如同曾经柳家嫌弃柳若秋一样 只是柳若秋是柳家的亲生女儿 再嫌弃也是柳家认了 但他却不一样 他跟柳家没有任何关系 就算在最初发现身份的时候 柳家将他赶出家门 也没人能说什么 可如今出了这样的事 就更是如此了 柳如夏终于有些慌了 自从身份被揭穿 除了刻意示弱 他其实一直都表现得很淡定 因为他自认为了解柳家的人 只要他还有利用价值 柳家就不会轻易舍弃他 他也正式抓住了这一点 飞快地与郑景川定下了婚约 巩固了自己在柳家的地位 却不想 只是一时的贪心 就落到了这样的地步 一只 柳如夏抓着张一只 惊恐地道 张一只此时的心情也十分阴语 他刚刚失去了一切 但是看到柳如夏满是惊恐害怕的容颜 终于还是心软了些 他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 将他的手握在自己的掌心 轻声安慰他 别怕 如夏 我会娶你的 柳如夏勉强笑了下 点头道 我当你 一只 我只有你了 张一只强称着笑容 别怕 没事的 现实其实并不是张一只所说的那般没事 张一只和柳如夏的事情掀起的波澜 比之前越洋侯府的还要大 将关木和韩氏的事 除了没有告知发妻和家族私自纳妾 又在外面一正式治理代之 挑战的是世俗权贵们千百年来形成的规则 除此之外 倒是并不牵扯其他私人道德方面的问题 但张一只和柳如夏 却是明知道柳如夏已经有婚约 还私相授受 更不用说 为了解除婚约 还涉及陷害未婚夫 这样的事情 显然更具有戏剧性 更适合让人茶余饭后的议论消遣 同样 也更加让朴素的市井百姓们 唾弃和兴奋 私相授受 暗通款取 涉及陷害 这每一条啊 都让人浮想连篇 柳洲秋这几日住在长林公主府 长林公主对女儿带回了一个姑娘 也毫不在意 如今长林公主独自守着一儿一女 女儿大了 整日不着家 儿子又还小 也很是无聊 因为自己的经历 也因为跟骆俊耀相熟 长林公主对那些遭遇不幸的女子 很是关爱 听说柳家的事情 自然对柳若秋也十分怜爱 长昭公主听说之后 也过来探望她 算来柳家和长昭公主赋马家里 还有点占亲戴故的关系呢 长昭公主对柳家的印象 就越发的不好了 回去便警告丈夫和女儿 以后不能与柳家人来往 柳章郑家的事情 并没有牵扯到柳若秋 郑家进宫告状的时候 将柳若秋完全撇开了 那受害的女子 只是模糊提了个无辜的女子 并没有指名道姓 虽然那日查楼外面 也有人看到了 但毕竟不多呀 加上如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扬的 有人着意引导 倒是没有多少人 关注受害女子的身份了 柳家和张一芝 自然也不敢随意 将柳若秋再牵扯进来 摄政王和王妃态度清楚明白 他们若是再不消停 恐怕就不止是降职贬官了 若秋 若秋 秦宁捧着一个盒子 匆匆地从外面进来 身后还跟着几个丫头 手里也都捧着盒子匣子 柳若秋放下手中的衣书起了身 见过郡主 秦宁随意地挥了挥手 这么客气做什么 快来看看 这些是什么 柳家和张一芝给你的赔偿 想起柳若秋的遭遇 秦宁是有些担心 倒是柳若秋更看得开些 郡主不用担心我 我如今很好 说不是王妃和郡主 我还没那么容易脱离柳家呢 你早就想脱离柳家了吗 也没有 我只是觉得 或许我跟柳家没什么缘分 本来就不太适合做一家人 但是我还是很感激 他们将我带到上庸来 我才能遇到王妃和郡主 才能进入安兰书院 不然 就算是柳家的亲生女儿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他们不认 我也不过是一辈子做个相接女子罢了 你不能这么想 真假女儿的事情泄露了出来 他们不可能不问不问 肯定得接你回来的 而且 你本来就是柳家的女儿 那些本就是你该得到 不是所有的父母子女之间 都有亲缘的 不过我以前 确实没真的想过脱离柳家 只是这次 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如果留在柳家 他们定然是要逼着郑家娶我的 你很讨厌郑景川吗 其实成国公夫人托我娘想问问你 你愿不愿意嫁给郑景川 我跟郑七公子不合适 还是算了吧 其大非偶的道理 他还是懂的 秦琳点点头 也不再多问 我们来看看这些东西吧 瑶瑶说的对 不管你要不要嫁人 多一些银子傍身总是没错的 舅舅让张一芝 赔给你了三万两银子 八百亩地 还有一座宅子 我娘说 你要是觉得那宅子各样 我们家在城里 还有一座差不多的宅子 可以跟你换 你以后住在那宅子里 外人都知道 那是我娘的陪嫁 也不敢找你麻烦 多谢公主 她的父母兄弟 对她百般嫌弃 不相干的外人 却一心一意地对她好 柳若秋想 她的运气也不算很坏 所以才让她遇到这么多好人 请您孝道 还有这些 是柳家退给陈国公府的 还有张一芝 赔给陈国公府的 盛景川他娘 郑大夫人说 让你收着点 如果你不愿意嫁给郑家 就当是郑家收了个闺女 送到见面礼 以后 你有什么事 也可以派个人去 陈国公府说一声 将来你若是出嫁 陈国公府 也想送上一份嫁妆 他们不必如此的 柳若秋低声道 你别想太多 老国公本就是 抚养无愧天地的 豪迈性格 这事他们觉得对不住你 做这些都是真心的 而且 柳如夏是为了 摆脱郑景川才算计你的 算起来 本也是他连累了你 柳若秋笑了笑 这如何能算得清楚啊 老郡主 帮我转告陈国公府 这些东西我收下了 我和陈国公府的事情 也了结了 请他们以后 不必再放在心上 说吧 柳若秋也补上了一句 我也是认真的 事情已经过了 大家都各自安好吧 好 我让我娘转告郑家 说完 请你忍不住伸手 抱住柳若秋 若秋 你好勇敢 以后你一定会好好的 如果是他发生这样的事 只怕真的不知道 要怎么办了 说不定 就真的顺水推舟 嫁给郑景川了 柳若秋闲闲一笑 多谢郡主吉野 你可知道 这几天张一芝和柳如夏 怎么样了吗 你肯定不知道 柳家压根没有给柳如夏 准备嫁妆 一见轿子就抬回去了 孰心外祖母 孝气未果 本来就不能办婚礼 别人倒也不能说什么 只是没想到 张一芝的几个儿女 当天就给柳如夏 一个下马威 孙家压根就不认她是后娘 年纪最小的小姑娘 还骂柳如夏是狐狸精 灾行 张家的儿子也说 要带弟弟妹妹离家出走 不肯跟柳如夏 住在一个屋檐下 张一芝对柳如夏 一片痴心 这事是怎么解决的 哼 解决什么啊 张一芝就算再喜欢柳如夏 还能为了她 将几个嫡子嫡女 都赶出家门不成 最后茶也没酱 人也没酱 柳如夏如今 还住在柳家的偏院呢 说到这儿 秦宁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柳如夏从前看着挺聪明的 没想到这次就糊涂了 张家这是拿她当妾室呢 哪有正是夫人住偏房的 就算既是 那也是正妻啊 柳如秋摇摇头 柳如夏哪里是现在糊涂啊 她跟张一芝暗通款曲 就跟是鬼迷了心窍似的 或许她是真的看不上 那位正妻公子吧 所以一有机会 就想摆脱她 反倒是现在 柳如夏不是糊涂 是没有选择 事到如今 除了留在张家 她已经无路可走了 再多的热闹 终究会归于平静 再兴起的八卦聊得多了 也就渐渐的没什么趣味了 寻常人的日子 也终究是柴米油盐 酱醋茶 权贵名门 也不过是比寻常人家 更加奢侈几分 花样更多些罢了 张一芝和柳如夏的传闻 也随着时间沉淀 就如同之前的 每一个闲谈一般 上庸皇城里 依然喧闹繁华 也依然平静 又暗藏波涛 时间如流水 转眼间 便是两年过去了 大盛最南端的宁州海边 才刚入了四月 天气 却已经有些炎热了 海边不远处的 一个沿海小镇上 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 各自忙碌着 这里的人们 比起北方 甚至上庸 显得略矮一些 却也壮实了许多 一张张朴实的笑脸 在常年日照下 显出一种健康的 略深的麦色 在这些人流中 身形高大挺拔 白皙俊美的男子 和肤白盛血 容貌精致美丽的女子 就显得格外显严了 莫娟要穿着一身 浅蓝色衣衫 心情愉悦地 牵着蟹眼的手 坐在人群中 阿妍 快点 咱们来晚了 可别人舅舅等久了 蟹眼有些 无奈地笑道 我派人提前通知了林家主 不用担心 那也快点 我都好久没见舅舅了 去年中秋的时候 舅舅终于有空赶到京城 跟他们一起过了个中秋 骆俊昂和这位容貌俊朗 比自己也大不了多少的舅舅 十分投缘 切眼指的任由他拉着往前 脸上始终带着轻松纵容的笑意 这两年过得似乎很平静 但又发生了许多的事情 远的 有高于赫荣木提和赫荣秋提两兄弟 正在头破血流 骑足王亭那边 白静荣也终于搞死了高于王 扶持自己的长子登上了王位 然而 最近出来的消息 显示旗族内部并不稳定 并不是所有旗族人 都愿意看到有一半中原血统的人 登上皇位的 而白静荣和自己的长子 似乎也发生了一些局语 如今开始扶持次子姬荣了 近一些的 有魏长廷被送南疆回来的 凌川侯夫妇逼婚 一年前 安城郡王妃终于还是过世了 歇宵为母亲守校一年之后 不久之前 离开了上庸南下 还有梁淑峰和赵思思 这两年都各自成了婚 宋明和沈洪秀却跑去了岳州 如今生意做得越来越大 不肯回来了 气得平江伯府和沈将军 都叫着要去将两人抓回来 却不见真的行动 柳若秋在安兰书院待了两年多 半年前也离开了书院 出门远游去了 倒是秦宁徐称玉和徐慧三个小的 如今还在安兰书院待着呢 两位公主 也不着急给女儿定亲了 只说年纪还小 再等等看 大家似乎都按照自己的心意 过着自己想过的日子 倒也算得上是天下太平 到了 两人站在小镇头上一家 在陆江看来 有些简陋的茶馆前笑道 茶馆一楼开着不少窗户 其中一个窗户 坐着一个俊朗的青年男子 男子眉目俊朗 书卷器中还有几分令人不敢侵蚀的风铃 他不似上庸的读书人 白袭轻手 肤色呢 也比上庸男子略深一些 他侧手看向门外 朝骆俊阳展颜一笑 那笑容里似有阳光的味道 叫叫 骆俊阳欢快地挥手叫道 林承玉今年才不过二十八岁 正是一个男子在意气风发的时候 但年轻的林承玉 却已经做了近十年的林家家主了 林家在林承玉这一代 子嗣原本并不算少 但是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早早去世了 如今林家嫡系 倒是只留下林承玉一个年轻人 支撑着偌大的林家 林承玉虽然年轻 却颇有经商的才能 十年下来 林家倒是比当初林老爷子在的时候 更加成胜了 叫叫 洛娇和谢恩走进茶馆 静次走到林承玉跟前 林承玉含笑看着外甥女 眼神温和而亲切 瑶瑶来了 比去年更加漂亮了 舅舅也比去年更加英俊了 舅舅 我有小舅母了吗 林承玉无奈地撬了下她的额头 胡说什么呢 洛娇朝她半个鬼脸 我才没有胡说呢 林承玉叹了口气 看脸跟在洛娇儿身边的谢眼 又觉得自己无话可说 她怎么能指望一个 对妻子宠溺无度的男人 管束她的妻子言行呢 虽然作为舅舅 林承玉对于谢眼 如此宠爱外甥女很是满意 但偶尔还是会有些无奈的 早在她还没去上庸之前 就听说过 摄政王对王妃的宠爱 但真正到了上庸 认真了解过之后 才知道 她原本听说的那些都是小事情 她就没见过哪个男子 对妻子如此纵容宠爱的 当然 她的小外甥女 也当得起这份纵容和宠爱 骆君尧也不调侃舅舅了 拉着谢眼在一边坐下来 舅舅等了很久啊 凌晨一摇头 也没有 提前得到消息 只是比你们早到半个时辰罢了 你们这是 路上遇到什么事了 也没什么 就是几个小毛贼罢了 说到这儿 骆就要忍不住皱眉 舅舅 南方这种拦路抢劫的毛贼很多嘛 不然你以为呢 南方多山川 官府想要治理 也要艰难不少 有些地方 一座山就是一个土匪窝子 想要走伤的话 没有关系跟实力 那是难上加难啊 凌晨一说着便来了几分兴致 还有人不长眼 敢拦截你们吗 可不就是不长眼 那 也用不着耽误两天的时间吧 王妃一怒之下 将附近的几个山头都敲了 凌晨一文言 挑眉一笑 片刻之后又摇摇头道 没用的 土匪这玩意儿 在有的地方只要官府打压的足够 总是会渐渐绝技的 但在有的地方 就跟野草一样春风吹有声 而宁州就是这样的地方 其实在现在 已经算是不错了 宁州厉害的山贼 已经全部让减阳给缴了 剩下的这些 全部都是一些小角色 他们倒也做不出什么大事 就是灭不尽 减阳说 想要宁淮两州山贼土匪 决计 光是剿匪 怕是没有用啊 这边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唉 百姓穷困 有很多人 也是被逼 这才落草未寇 所以 如果说想要断绝匪幻 还是得好好地治理地方才行啊 简言说得不错 他前面上报朝廷的论匪幻书 写得很周旋 这两年他做得也很不错 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都有两三年没有见到大哥了 你大哥好得很 这次回去啊 正好可以从宁州那边借刀去淮州 可以去好好地看一看呢 洛军要侧手笑看谢彦 先点头到 我们也是这样打算的 林承宇点点头 站起身来 走吧 码头上的船 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傍晚上船 在明天早上的时候 就可以到达张州 我都好久没出海了 林承宇轻笑一声 四笑非笑地看着他 你上次出海闹出的动静 那可不小 还请设设王妃手下留情 张州毕竟只是小地方 禁不起你这么闹 张州自然不是小地方 论面积 比营州岛大了百倍不止 林家的船 停在小镇外 不远处的海边码头上 远远的 洛军要就看到 巨大的商船甲板上 站着一个窑窍的身影 洛军要脚下一点 飞身朝着船上跃去 林承宇看到这一幕 省不住扭头 对身边的蟹眼笑道 瑶瑶都已经二十了吧 还是怎么跳脱 瑶瑶素来知道轻重 并不是一味闹腾的人 在少庸那样的地方 性格开朗 活泼一些很好 至少 不会委屈了自己 林承宇自然知道 洛军奥不是捣乱的人 这个外山女看起来 仿佛有些孩子气 但关键时候 却是能支撑起 整个摄政王府的人 她骨子里那种杀伐决断 甚至不须于泄言 太皇太后的孝期 也已经过了 你们 还不打算要个孩子吗 仔细算一算 瑶瑶进门啊 已经三年半有余了 这两人如此恩爱 却一直没有孩子 尚佑那些人 真的不会嘴碎吗 这个问题 解言显然不是第一次 被问到了 她思索了一下 瑶瑶说 二十二岁以后 再生孩子比较好 林承宇挑眉 差异得道 这 她说 你就听了 有何不可 我也不想她年纪 太想生孩子 如果她不想生 也无妨 林承宇觉得 直到这一刻 她才真正服了这个 比自己还要年长 几岁的外甥女婿 这一世道 男人能说出 妻子不想生 就不生的人 何止是少见呢 简直是奇葩 解言却不以为意 她虽然也希望 自己和瑶瑶 能有个孩子 但如果瑶瑶不喜欢 没有也行啊 反正他们养着阿诚 也没什么差别 世间男子最在意的是 传宗接代 但解言并不认为 她这一身 来自沐王的血脉 有什么非要传承的比 谭台姐姐 落脚轻巧地 落在甲板上 朝着谭台风 笑得璀璨明媚 谭台风扬眉笑道 轻功又进步了不少啊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了 谭台姐姐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不是来迎接摄政王 和王妃大驾吗 那我可是受宠若惊了 谭台风笑道 好吧 可不能让王妃惊着了 除了来接你们 还想跟着去看看 林家新造的船 这两年 林家总是藏藏爷爷的 如今船都正式下水了 总要让我先看看 有什么了不得吧 如何 王妃准不准 舅舅都让谭台姐姐来了这儿 可见是已经准了的 谭台姐姐 怎么还问我这个做客的呀 谭台风有些无奈地笑了笑 瞧吧你机灵的 骆君尧挽着谭台风的胳膊 小声闷的 怎么样 你跟我舅舅 有什么进展吗 你那位舅舅 我惹不起 还是算了吧 赚钱比较重要 骆章一呆 这才两三年 谭台姐姐已经变心了嘛 看他舅舅也是一副 完全不上心的模样 恐怕等二哥成婚了 他舅舅的婚事都还没有着落呢 两人正交谈间 林承玉和谢妍也走上船来 妖妖 你们在说什么呢 林承玉问的 他直接这外甥女儿啊 就没说什么好话 骆章立刻放开谭台风 乖巧的笑道 没有 我就是跟谭台姐姐叙叙 谢衍和骆章一呆 这次会来宁州 甚至跟着凌晨玉去张州 自然不会是来玩耍的 之前 骆章一呆 提供给谢衍战船图纸 朝廷已经制造完毕了 而林家呢 也传来消息 林家帮忙建造的商船 也已经完成了 谢衍和骆章一呆 这次出来 算是巡视各地 两人先是去东州水师 看了战船 又一路南下 如今正要去张州 林家的造船厂 看林家建造的商船 其实 林家第一艘船 早在一年多以前 就已经建造完成了 并且下水设航过了 但骆章要大手笔的要求 一次制造四艘船 即便是林家这样的造船大户 有些担心呢 毕竟这是新设计的船 万一有什么不容易发现的缺陷 一次 可是要砸进去一大笔银子的 但第一艘船试水之后 林承玉就放心了 立刻下令船厂全力 为外甥女造船 并且还亲自去了一趟上庸 专门跟骆俊瑶谈这事 如今 四艘船都全部建造完成了 谢眼和骆俊瑶 自然是要过来看看的 林家的船 一路往南而去 第二天清晨时分 到了张州的港口 张州呢 是一个四明环海的海岛 清晨阳光从海平面升起 码头上已经渐渐热闹起来 来来往往有搬运货物的工人 有做生意的商人 还有在码头周围 做些小本生意的当地百姓 这些人一起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让整个码头变得喧闹嘈杂 也充满了烟火气 林家的船 显然十分引人注目 一形容从船上下来 骆俊瑶就感觉到 四面八方无数的目光 朝他们看过来 还有人主动上前 跟林承宇打招呼 同时也用好奇的目光 打量着跟在林承宇身后的 骆俊瑶等人 林承宇在这儿人缘不错 也颇有威望 他一一向上前来 打招呼的人回了理 带着众人走出了码头 澹澹姐姐 这些人都不认识你 骆俊瑶好奇地问道 澹台风轻笑 我可是海盗 他们若是认识我 还能这么安稳 也对啊 码头外面 林家来接人的队伍中 骆俊瑶看到了 一个熟悉的人影 商月 比起三年前 商月的肤色渗了许多 但气色和精神 却十分不错 他原本正站在一边 跟一个同伴说话呢 等到他们出来 风才看了过来 目光正好落到 骆俊瑶脸上 商月先是一正 很快 便朝骆俊瑶坦然一笑 这三年 商月回过两次上庸 却都没有久留 一年里 倒是有半年的时间 都留在张州 剩下的半年 也是跟着林家的船队 到处跑 日子过得十分充实 见过家主 林家来接人的管事 上前恭敬了道 然后才看向 跟在林承宇身后的众人 取理一下 这位 这位是 小小姐 家主这次去宁州 是去接小小姐的 这两名女眷 显然年轻的 更符合小小姐的身份 而且 小小姐梅雨坚 和已故的小姐 还有几分相似呢 那么这位 就是当朝摄政王了 林承宇点了下头 回去再说 马头外面 人来人往 并不适合那些 凡门入节 是 是 管事立刻也明白了过来 林芒收敛激动的情绪 属下已经安排好了 马车 小小姐 小 王爷去 你以为中途改口 我们就不知道 你想叫小姑爷吗 陆娇靠着 谢眼的肩头闷笑 谢眼无奈的身手 拦住了他 免得他将自己笑倒了 林承宇抽了抽嘴角 先回去再说吧 山光子 好久不见 商业走在一边 拱手低声的 见过王爷 王妃 谢眼点了下头 没有说话 落江一边走 一边挡 老夫人知道 我们要来漳州啊 特意准备了一些东西 托我带给你 商业一正 有些伤感 有些动容 多谢王妃 商在如今 力求低调 哪里能知道 摄政王和摄政王妃 南下的路线和终点 只怕是王妃 主动让人上门 去问过老夫人的 落江后会挥手 不必客气 山公子这几年 在漳州待得如何啊 商业笑道 很不错 从前虽然自诩 江湖中人 洒脱不惊 但只有真的出去走了 才知道 这世间到底有多大 有时候在海上 一待几个月 偶尔还会遇到 狂风暴雨 就觉得 许多从前 想不明辨的事情 都能想明白了 我带了一些 问剑阁 习武天赋一般的弟子 常驻漳州 也做一些生意 是不是跟着船队 出海一趟 江湖中人的出路 不算多 但绝大多数人 都没有探索 武道极致的天赋和能力 如今这样 也挺好的 只看谢言几次 借起整支江湖中人 就知道 如今朝廷 对江湖人的态度 不算很好 毕竟古人都说嘛 侠以武犯进 都就要笑的 山公子不必客气 我们也算是互利互惠 你之前介绍 给我的那几位女侠 也很厉害 有了她们 安兰书院的姑娘们 武力之都长了一代仪呢 说实话 我当初请山公子 帮忙送信 也没有指望 真的能留住山公子 商业挑眉的 为何 因为 山公子看起来 就像是那种 会成为江湖高人的人 那当初王妃的承诺 还有效吗 自然 好 那问剑阁在张州的人手 以后归王妃调遣 包括我在内 骆君要有些高兴 果然就是要广洒网啊 说不定运气好 就能捞到一条大鱼呢 林家祖籍就是张州 后来离开张州 也依然留下了一只 在本地守护祖宅 两个儿子和女儿过世之后啊 林老太爷心灰意冷 干脆辞官归隐 举家重新回到了张州 前后也不过才十来年的时间吧 如今的林家 依然是张州数一数二的当地豪族 林家有自己的远洋船队 还有自己的造船厂 主要的营收 也就是造船和远洋贸易两大块 前者靠林家出色的造船技术 后者靠林成于当年小小年纪 就敢带着船队出海的魄力 并不怎么挤占本地生意和资源 因此 林家虽然时隔几十年才重新回到张州 却并没有引起张州本地豪族的反感 相反 张州本地的大小商人 也因为林家一手建立起繁荣的海上贸易 狐狸不小 虽然都愿意跟林家来往了 另外 张州不少人也知道 林家虽然离开了朝廷权力中枢 但明镇天下的骆大将军是林家的女婿 骆家下一代家主是林成于的外甥 一般人脑子没病的 也不想招惹林家 林家的造船厂 修建在海边迷出海湾里 远远的就能看到那里 停着好几艘巨大的船只 其中还有少为完工的 许多工人正在船上忙碌着 整个船厂喧闹忙碌 却井然有序 骆俊傲之前 已经跟县去过朝廷的官方造船厂 那里建造的是更大 也更复杂的战船 此时再看这些 依然还是难以欢喜和激动 因为之前看的是朝廷的船 现在的这些可都是他的呀 林成于跟在旁边 笑看着骆军瑶问道 觉得怎么样 看来很棒 为了你这几艘船啊 林家可是整周两年 没有接过别的订单了 最好的工匠师傅 全部都给你用上了 开始制造之后 更是再三小心 你放心吧 咱们林家也不是这十来年 才开始造船 那些师傅全部都是 几十年的老人了 他们都说啊 这船 要比之前更加结实 更加安全 等这几艘船开出去啊 那些被舅舅推掉的订单 立刻就回来求舅舅的 林成于也笑了 点头道 嗯 说得不错 这么算了 还是舅舅占了便宜呢 说说看啊 想要一些什么补偿啊 骆军瑶连忙摇头 您是我舅舅 还说什么补偿啊 就算是外甥女 孝敬舅舅的啦 只要以后舅舅记得 继续给我打折就好 林成于听出他话里的意思 哦 你还想要走船 船呢 是肯定要的 不过不着急 先试试水再说 谭台风站在一边 杨梅道 你们救生俩 倒是聊得开心啊 林家主藏了好几年 如今总算 肯拿出来给人看了 总要让我们上船看看吧 林成于也不生气 点头叫他 谭台道主情 上了船 那感觉就更不一样了 宽敞巨大的甲板上 工匠们还在对 已经建好的船只 做最后的修饰装潢 海平面一望无际 在远方与湛蓝的天空 融在了一起 海面上 由海鸥展翅飞翔 天空中白云朵朵 海天之间 巨大的船只 静静地停泊在海边上 船上美丽的女子 欢快地转着圈 笑声清脆悦耳 让忙碌的工匠们 也不由停下手中的工作 抬头看过来 谢眼站在一边 含笑看着欢快的骆军瑶 眼神专注而温和 阿爷 你看 这是我的船 骆军瑶蹦在谢眼跟前 扬起脸和他道 谢眼点头 闻声道 小妖很厉害 恭喜瑶瑶 骆军瑶靠近他怀中 双手还住他的腰 等你以后不忙了 我们就坐我的船 一起出海 我们去周游列国 去找传说中的 仙岛和宝藏 好 谢眼轻声道 骆军瑶拉着谢眼 走向船头 两个人就站在船前边 悠闲自在地 欣赏着海边的景致 谭台风跟着林承玉 参观整艘船 听着他讲述 新船各处的功用 以及原本船制的不同 谭台风听得很是认真 听完之后 他很是诚恳地问道 林家主 这船你们以后还造吗 林承玉了然 自然 谭台刀中有兴趣吗 海上讨生活呢 谁不想要好船呢 先给我来两艘 没问题 一艘五万五千两 我给岛主 算五万两 一下子抹掉了一万两银子 不是交情足够好 绝对拿不到 但是 林家主 你下手是不是太黑了 林家之前的船 最贵的也不过才 三万六千两吧 谭台岛主 你看这船的大小 还有工艺和用料 更不必说 这船在海中航行的速度 就比寻常的船要快上不少 还装置了不少防御的机关武器 若是在海上遇到海盗 也可抵御一样 甚至直接甩开海盗冲出包围 当然 谭台岛主 或许用不上这个 你什么意思啊 我无意冒犯 不过 这船在货的量 一艘也抵得上 两艘三万辆造价的商船了吧 所需要的船工 却只比别的船多那么一半 谭台风若有所思 船的大小 筋固性 速度 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同样 人员多少 也是需要关注的 远洋船队在海上半年一年 都是常有的事 人员开销 自然也是一大笔钱 随后 谭台风还是决定相信他 行 下船就交定金 不过 如果这船 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可别怪我翻脸啊 怎敢欺瞒谭台岛主 实不相瞒 我们林家的船队 也会慢慢替换成新船 谭台风这才满意 杨梅道 林家主好福气 你这位外甥女儿 可不简单啊 陆家 可没有简单的人啊 谭台风一时倒是无话可说了 可不是吗 陆大将军名震天下 陆大公子如今主政一方 陆二公子在边关也是混得风生水起 陆家还真就没有简单的人 两人走出船舱 就看到前方船头上 陆就要和谢眼的背影 两人正靠着站在船头看风景 时不时的 骆俊遥还笑着回头跟谢眼说话 虽然看不见谢眼的表情 但看他低下头 一手扶着骆俊遥腰间的模样 想必也是极其温柔的 谭台风一时 有些感叹和羡慕 他沉吟了片刻才对林承玉道 骆家人确实都很厉害 但我还是觉得摄政王妃是最特别的 说吧 越过林承玉转身往另外一边走去了 人家夫妻情深 他这个孤家寡人就不过去凑热闹了 林承玉微微挑眉 低头思索了一下 才点了点头 这个 就是 早些年 他其实也打听过这个外生女的消息 但结果都不怎么好 甚至 他派人去商用送礼 小姑娘都拒绝见他派去的人 说不失望啊 是假的 他也只能用孩子年纪还小安慰自己 他常年在海上 受到外生女儿嫁给了摄政王的消息 已经比较晚了 倒是姐夫骆云在信中频频炫耀女儿乖巧懂事 让林承玉惊讶之余 也深感欣慰 觉得小姑娘终于是长大了 后来收到商业帮忙送来的信 林承玉就真的被惊到了 他不是震惊于外生女儿给自己送来如此珍贵的图纸 而是震惊于 他一个小姑娘竟然有如此的眼光和雄心 迟到去年中秋 他才在时隔多年之后 真正见到了已经知道的外生女儿 踢一眼 林承玉就觉得 他跟这个外生女儿会很投缘 可然 他们确实很投缘 如果自己不是洛俊瑶的亲舅舅 只怕摄政王早早地就会将他赶出上庸那样的投缘 从造船厂出来 一行人又一起回了林家祖宅 林家祖宅占地面积极大 是一座已经有上百年历史的典型当中风格的宅邸 只是如今啊 这宅子里住着的人却不多 能称得上正经主人的也只有林承玉一人 如今 骆俊瑶等人的到来 倒是让往日里空荡荡的宅子多了几分人气 回到林府 林承玉就被谈台风拉去谈买船的事了 骆俊瑶和谢衍闲来无事便在府中散步闲逛着 虽然来了两天了 但整个府邸他们却还没有逛完呢 林家的管事下人 有不少是当初跟着从上庸回来的 也都知道骆俊瑶是自家大小姐的女儿 对待骆俊瑶恭敬有礼之余更多了几分亲戒 极禀王妃 上公子来了 请他进来吧 管事应声去了 骆俊瑶拖着谢衍往回走 一边问道你猜 商月是来做什么的 商月不是说姚贡你拆什么 我们在漳州留不了多久 他应当是来跟你商量后面的事情 我都觉得有点对不住商家了 为何 人家好好一个贵公子 再不济以后也是个江湖名秀 被我骗来跑商做生意 而且还是海盛生意 他都怕将来商月回到上庸 家里人都认不出他了 现抬手揉了揉他的发丝 请笑道 江湖民宿也是要吃饭 不然你以为问剑阁里 为什么那么多弟子 愿意跟着他一起出来 骆俊瑶眨了眨眼睛 道理他其实都懂 只是大约受前世武侠小说的影响 总是觉得 大侠们从来不需要考虑钱的问题 随手就能掏出个五十两银子 买个肉包子 不用找零的 你找商月来帮忙是对的 做海上生意危险重重 问剑阁的人别的不必说 至少实力都不错 除非遇到人力难以应付的事情 否则自保总是不成问题的 嗯 骆俊要认真的点头 两人回到赞助的院落时 商月已经在里面等着了 先两人携手进来 联盟起身行礼 见过王爷王妃 山公子不必多礼 请坐 骆俊要笑道 商月谢过落座 谢眼和骆俊瑶也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山公子特意过来 可是有什么事 王妃已经看过林家造的船了 骆俊瑶点点头 商月看向他的眼神有些复杂 他比骆俊瑶更早就看过造好的船 又有这两年跟着商家各国游历的见闻 虽然更明白 跟骆俊瑶合作的好处了 王爷和王妃应该在漳州留不了多久 不知后面有什么计划 山公子是这么想的 在下的想法是 既然船已经交付 今年总要跑一趟看看效果如何 漳州与陆地毕竟隔着一片海 护装协都不甚方便 宁州附近呢 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港口 山公子觉得 越州以南的南西港 如何 商月松了口气的 我也正想跟王妃说这件事 漳州虽然在南海 但毕竟与路上隔了海 作为中间停留的地方不错 但如果我们一直驻留在漳州 以后装些货物 都要再多经过一番转折 实在是没有必要 南西港虽然远了一些 但距离中原腹地却近了许多 正合适从那里收集分发货物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没说呀 漳州就这么大地盘 漳州人本就多做海上生意 他们去了本是应急进去抢地盘的 他们有设置王府和骆家做靠山 倒也不怕 但对林家总归还是有些影响 而骆君瑶要称呼凌晨与医生舅舅 我不久前跟中原各地的一些商户联络过 如果需要 他们都能为我们稳定供应货源 只是运到张州的成本太高 路上也麻烦 让他们有些担心 如果是在南西港 哪怕是加州益州这些地方 也可以顺江而下直达南西港 十分便利 那就这么办 商业拱手称时 洛江想了想 对了 我之前带到张州的那些东西 山公子可看过 商业笑的 自然 王妃带来的都是极好的东西 只是没想到 王妃竟然还会帮人牵线做生意 你跟谭台姐姐也认识 我不信你不知道 那些绸缎锦绣的产业我有份 还有那些瓷器 是岳阳侯府的产业 这茶叶嘛 是我大嫂带人在淮州中的 商业自然是知道的 这些话也不过是玩笑罢了 但她还是端起茶杯 朝洛俊瑶举了一下 进王妃 进那几位姑娘和夫人 回头我会亲自去和他们商谈此事的 洛俊瑶举起茶杯 跟她碰了一下 辛苦上公子 启禀王爷 南疆集信 喜影快步从外面进来 恭敬了道 卸眼醋眉 伸手接过信件 一幕时行地扫过 她修长的剑眉 微微沉了下来 洛俊瑶看她神色心智有变 低声问道 出什么事了 南疆有点事 我们恐怕要尽快离开漳州了 洛俊瑶眨了眨眼睛 洛俊瑶想了想 要不瑶瑶在漳州多留一段时间 我先去南疆 洛俊瑶知道 洛俊瑶在漳州并不只是玩 还有不少事情需要处理 比如 她现在与商业商量的事情 细节方面 一时半会儿肯定说不完 洛俊瑶摇摇头 还是不了吧 正是要紧 漳州的事情 有商公子 这样处理起来 肯定需要不少时间 对吧 商业接受到洛俊瑶看过来的眼神 点头笑的 王爷若是相信在下的话 漳州诸事 可以由在下代劳 谢眼低头看看洛俊瑶 洛俊瑶认真地点头 他也不是完全为了 谢眼的行程迁就 主要是张州这边 确实没什么大事 主要还是南西港那边 商业只需要将船 带回去就可以了 而他呢 刚刚分明在信里 看到了大哥的名字 南疆出事 很难不牵扯的大哥 虽然谢眼和大哥都很厉害 但他还是有些担心的 那好吧 先跟林家主辞行 我们今晚便登船 嗯 听说谢眼和洛俊瑶要离开 林承宇有些遗憾 不过他也知道 若不是真的有事啊 两人不会这么仓促 也不多问什么 立刻吩咐管事去安排船只 送两人回宁州 与林承宇说了要提前离开的事 谢眼和洛俊瑶回到房间里 洛俊瑶才问道 出什么事了 如果只是普通的事情 肯定不足以让谢眼改变形成 提前离开张州 谢眼抬手暗暗眉心 心声道 难将三大部落的族长死了 洛俊瑶一愣 很快便反应过来 有些不确定的道 你是说 三大部落的族长 都死了 谢眼点点头 确认洛俊瑶的疑问 洛俊瑶一时间也不知说什么好 这明显不是一般的情况 若是一个族长去世 那不奇怪 但三大部落的族长同时死了 确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到底怎么回事 谢眼促眉的 信上也没有细说 只说南疆三大部落的族长 在同一天不同地方突然暴命 现在 朝廷派到南疆的宣卫使 被当成了凶手 南疆各部落群情激愤 宣卫使四处理不了此事 洛俊瑶点点头 难怪谢眼着急了 确实是件大麻烦啊 南疆本就不慎安定 如今又出了这样的事 如果朝廷派到南疆的宣卫使 真的被当成了凶手 那问题可就大了 如果南疆人在他们去之前 将人给处决了 就真的是死无对证 谢眼安慰道 不必担心 景言比我们离得近 接到消息会提前赶过去 希望如此吧 南疆在这个时候突然出了这样的事 总是觉得这只是个开始 后面还要出大事 一行人匆匆离开漳州 乘船回到宁州之后 又策马向南疆而去 南疆地处大盛西南角 面积辽阔 足足有整个大盛的五分之一大小 但这里气候恶劣 战力独虫横行 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并不多 于是这里鲜少有成规模的城池 大多数是各个部落结城的营寨 聚足而聚的 南疆唯一的城池 在南疆腹地中央 都面积大小 还比不上之前 洛俊要去过的燕州建陵城 但这已经是南疆唯一一座 能够被中原人定义为城池的地方了 最近无论是南疆本地的居民 还是来往的商旅 都能明显感觉到 一股紧张沉重的气息 有不少见机快 消息灵通的商人 已经悄悄地离开了南疆 回到中原去了 这座名为昭云的城池 目前由南疆三大部落共同执掌 同时这里 也是南疆宣伟史寺的所在地 往日里 宣伟史府门口 总是注守着两队大胜兵马 大门敞开 门前肃穆 气势威严 令人不敢轻易冒犯 然而今日 整个宣伟史府 却是大门紧闭 门外一个人也不见 但门外不远处 几个穿着南疆服饰的男女 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大门口 他们动作并不避讳 显然完全不怕被人发现 府中 洛锦严宁没坐在主位上 在他下手上坐着一个 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他正是在凌川侯离开南疆之后 接替他成为南疆宣伟史的人 曾大人 南疆人认为是你杀了几位组长 总要有个缘由吧 除非南疆人疯了 就是要跟大晟开战 否则 这种没事找事的行为 是给自己找麻烦 但若是南疆人真的想和大晟开战 付出三位组长的性命 这个代价是不是有些太大了 曾大人姓曾 明为 接替凌川侯之前 曾经在梁州做过父母官 也曾经在洪禄寺做过少卿 无论是对边关 还是对外族都有一定的经验 少是如此 成为南疆宣伟史不到半年啊 他也觉得自己老了不止十岁 听了洛锦严的问话 曾伟叹了口气道 洛大人说得不错 他们之所以认定我就是谋害几位组长的凶手 是因为几位组长死之前 都收到了我邀请他们附会的信函 他们就是在接到我的信之后 去附会的途中被杀的 所以 那些信可是出自大人之手 我从来交涉的秋辞不少组长手里 看见过那封信 确实跟我的笔记一模一样 但我可以肯定 我绝对没有写过那封信 洛锦严沉默不语 曾伟也知道自己无凭无据的 这话实在是很难让人立刻就相信 洛大人 我眼下确实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话 但我 曾伟苦笑有些无奈的 我才商人不过半年 弄出这么大的乱子 我图什么 曾大人不必着急 事情究竟如何 总会弄清楚的 王爷如今在漳州 想必也已经收到消息了 我们只要暂时稳住局面 王爷应当很快就能赶到 我恐怕撑不了多久 若实在不行 大人就先将我交出去 或许还能争取到一点时间 若是真是有人暗中捣鬼 曾大人一旦落到南疆人手里 恐怕活不过一个晚上 若真让人弄成畏罪自杀 或者取打成招 那才是真的麻烦 曾伟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心中焦躁不安 说出口的话 难免就欠缺了几分考虑 启禀大人 古河部少组长看不拉来了 在外面要求立刻面见大人 洛景人身边的侍卫 快步进来禀告 洛景人挑眉 少组长 听说古河部未来组长的人选 一直没能定下来 如今看来 三位组长的死 也不会完全没有人得到好处吗 曾伟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洛景人这话说得有些重了 说是被传了出去 只怕又是一场风波 洛景人似乎丝毫没有觉得 自己说的有什么不对 很是淡定地喝着茶 请少组长进来 是 公子 洛三拱手告退 片刻之后 堪布拉带着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并没有去看坐在旁边的曾围 目光直接落到主位上的洛景人身上 堪布拉眉宇间有几分阴瑟瑟的道 洛大公子 许久不见 别来无恙 也不算太久 去年末本官与少组长不是才见过一次吗 去年年末 南疆和淮州接壤的地方 双方百姓因为一些小事引发了不小的冲突 当时是洛景人亲自去处理的 而南疆这一边出面的人正是堪布拉 因为那些参与冲突的南疆百姓 不巧正是骨盒布的人 堪布拉也不在意洛景人的话 冷声道 既然洛大人来了朝云 想必已经知道发生了何事 我也不废话了 请洛大人将曾围交给我 南疆历代臣服于中原 我们也不想为此 伤了与朝廷的情谊 敢问少组长带走曾大人之后 想要做什么 堪布拉朝两人露出了充满恶意和阴森的笑 自然是按照我南疆的规矩 对凶手处以万重事故之行 以告慰家父和另外两位组长的在天之灵 南疆毕竟属于尚未开化的地方 刑罚极其粗暴残忍 或者应该说这个地方没有真正的法律 各个部落执行的都是自己的私刑 如果是族内犯了错 就按照族规处置 如果是与别的部族之间的恩怨 部族之间几乎不看对错 完全维护自己人 当然若利益和好处足够的时候 他们偶尔也愿意站在正义的一方 而且南疆私人复仇盛行 只要不给部族惹上麻烦 就算你在外面杀人放火 部落也是不管的 因此 南疆民风可谓极其彪悍 而相应的 南疆的刑罚也极其可怖 万虫弑骨就是其中的一种 将人丢进装了各种蛇虫鼠蚁的坑里 偏偏那些蛇虫鼠蚁 还都是精挑细选的 并没有能立刻置人死地的剧毒 将人丢进去 被这些虫子试咬 围观的人还能随着自己的心意 添加更多的东西进去 被丢在坑里的人 经常被咬得浑身上下 没有一点好肉 偏偏还死不了 只能痛苦地挣扎着 短则三天 长的 甚至能达到十天 最后受刑的人 受尽痛苦死去 就连他们的尸体 都会成为这些蛇虫 属于的口粮 只剩下一具白骨 还有被人挫骨掩辉 将骨灰撒在南疆 最污秘幽暗的地方 这样的刑法 着实称得上是惨无人道啊 洛锦自然不可能将姜维交给他 否则将为哪里还有命在 这恐怕不行 洛锦沉声道 堪布拉脸色一沉 不悦地道 洛大人的意思是 朝廷要包庇 害死我父亲的凶手了 除了几封信 少组长恐怕也没有别的证据 证明曾大人就是凶手吧 难道那几封信还不够 我父亲若不是为了赴约 如何会被杀 若只是我父亲一人 洛大人可以狡辩是意外 但是 难道这么巧 连续三位组长都一起出意外吗 这只能证明是有人想要挑拨朝廷和南疆的关系 曾大人与三位组长不过是庶面之缘 无冤无仇 敢问邵组长 曾大人为何要这么做 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原来被害的苦主 还需要证明凶手害人的动机 洛大人一味袒护 朝廷这是铁了心要包庇凶手了吗 少组长何必这么着急 将杀人凶手的罪名扣在曾大人身上 就不怕真正的凶手继续逍遥法外吗 还是说 其实少组长知道凶手是谁呢 洛金言 你什么意思 堪布拉脸色一变 立声道 我只是希望 少组长能给我一点时间 我如果一定要今天就将人带走呢 那我只能说 你今天一定将人带不走 好 好一个洛大公子 怀宁总都 你也别忘了 这里是南疆 我不仅记得这里是南疆 我还知道南疆并非古河部一人独大 我更知道 被杀的组长并不只是古河组长一位 另外两家都不着急 少组长又何必如此着急啊 堪布拉微微眯眼 盯着洛金言半少没有言语 见他如此 洛金言继续道 少组长稍安勿躁 不如咱们好好谈谈 几位组长被杀的事情 有很多内情我们并不知道 或许我们可以先交流一下 说不定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呢 堪布拉定了他半晌 缓缓地道 洛大公子很会说话 可惜 父亲的死 朝廷必须给古河部一个交代 否则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洛金言并没有被他的威胁吓到 这是自然 我只要求五天的时间 五天之内 若没有线索证明此事与曾大人无关 洛某亲自陪曾大人 前往古河部请罪 既然你找死 我成全你 堪布拉气势汹汹地来 又脸色阴沉地去了 旁人如何想 那就不得而知 曾为确实是暗暗地送了口气 他也是倒霉 南疆本就形势复杂 他才上任不久 连南疆的事物都还没有完全上手呢 就遇到了这么大的事情 这天高皇帝远的 若来不及等到朝廷救援 自己说不定就要交代在这儿了 幸好他想起临川侯临走时的提点 若有什么实在解决不了的事情 可以去找淮宁总督洛锦言 这位洛家大公子 不愧是武将出身的 胆识能力背景都非同凡响 接到他快马派人送去的求助之信之后 立刻带着人便直接来了赵云成 多谢洛大人 曾为抹了把汗 拱手朝洛锦言一依 救命之恩 无论如何都是要败些的 洛锦言摆了摆手 曾大人放心得太早了 这里可是南疆 曾为是朝廷派驻南疆的宣位使 代表着朝廷的威严和体面 因此 他是绝对不能做出 背着谋害三位组长的罪名逃跑的事情的 而如今他们在南疆 势单力孤 若南疆人真的不顾一切 非要杀了曾为 就算是洛锦言 也未必有办法 洛锦言不可能带着大批人马 进入南疆 而他个人能力再强 也抵不过对方人多势众啊 曾为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有些无奈的苦笑的 若不是大人来得及时 下官 恐怕今天也撑不下去了 洛锦言不顾危险 是用南疆来帮自己 却连累的他赌上性命 替自己争取时间 曾为不仅感激 还有些内疚 洛锦言却没有想这些 直接了当的当 我们时间不多 也不确定王爷 是否能及时收到消息赶来 眼下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曾大人 你与那三位组长交情如何 那封信上到底写了什么 为何三位组长收到信后 会毫不犹豫地来与你会面 曾为思索了一下 我看过那封信上 写的是 朝廷愿意支持秋辞部组长 为南疆王 我是代替朝廷 与秋辞组长商谈此事的 另外两篇的信 我虽然没有看过 但就算不是完全相同 应该也相差无几 文言 洛锦言冷笑 这话他们也信 朝廷若是有意 服侍南疆王 早就做了 何必等到现在呢 南疆本就一直有不沉之心 若是真多了一个南疆王 那更是麻烦 确实 所以 看到那信函之后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秋辞族内部的人 谋害了族长 假货核栽赃于我 朝廷册封的宣伟史 可不是一个好的栽赃对象 洛锦言若有所思的道 一不小心就会引来朝廷的彻查 南疆这些部族最不愿意的 应该就是朝廷介入南疆的事物 曾伟苦笑的 不错 知道三位族长几乎同时被害 我就知道我恐怕是猜错了 也是因此 曾伟才立刻派人向洛锦言求助 三位族长同时遇害 凶手还直指朝廷册封的宣伟史 这绝不会是普通的部族内的权力斗争 甚至都不大可能 仅仅是部落和部落之间的勾心斗角 这明显是有人 想离间朝廷和南疆的关系 两年前 因为鸾一丝的事情 南疆人本就对朝廷有些戒备和不满 只是因为自己理亏 又临川侯从中调解 才维持了和平的局势 如今出了这样的大事 南疆三大部落 没有立刻杀上宣伟史思 已经是相当的克制了 只是不知道 这份克制能维持多久 以洛大人之见 我们如今 心该如何是好 如今最要紧的事情 自然是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只是我们只有五天时间 实在是有些 并不是洛锦言不想争取更长的时间 但他也必须要估算 坎布拉的耐心和极限 他今天进入宣伟史府就发现了 门外的几条大街上 到处都是监视点线 那些人随时有可能冲进来 对曾伟不利 而宣伟史府的这些人 是不足以震慑这些南疆人的 曾伟能被派来接替林川侯 自然也不是没有本事的人 他略思索道 索性离三位组长死去的地方 距离邵云城都不远 其实那位骨河组长 更是直接死在了城里 想要调查也方便一些 我和洛大人分头去调查 曾大人 你若是走出宣伟史府 恐怕 会有性命之忧啊 曾伟笑了笑 若是一直躲在这里 恐怕也无济于事 虽然堪布拉答应了 给我们五天时间 但他一人说了也未必算 其他两家若是忍不住 一样会冲进来 我和秋子部少组长 还有几分交情 或许能说懂他 我去找他 洛景言注视着他 似在考虑他的提议 曾伟叹了口气 摄政王殿下 不知何时才能派人来 就算来了 左大人 我现在可在南疆腹地 南疆人形势诡秘 最擅长玩一些毒蛇毒虫 一不小心就会中招 洛景言阴沉了片刻 还是点了头 既然如此 我去调查 红山部组长的死因 至于骨盒不满 既然已经跟堪布拉谈好了 那就先往后放一放 曾为拱手他 有劳洛大人了 洛景言白白手 事已无妨 和曾为商量妥当 洛景言也不耽搁 当下带着人 走出了炫为石斧的大门 洛景言将洛伊留给曾为 身边只带着洛二和洛三 三人刚出了大门口 就察觉到四面八方投来的 毫不避讳的目光 洛景言朝着四周望了一眼 并没有看到人影 但是他知道 那些人此时 必然都躲在不远处的树上 房子里 或者是别的什么隐蔽的地方 大人 一个周年将领 带着一对精锐将士 快步走了过来 朝洛景言抱拳剑礼 周统领 你留下了保护宣伟师傅 胆敢强闯宣伟师傅的人 一概以冒犯朝廷威严的名义 杀无赦 周年将领有些迟疑 可是大人吗 您的安危 他们是保护洛大人安全的 如果他们都留下了 那洛大人要怎么办呢 不必多言 按我的命令行事 洛景言本就是他的直系上司 周年将领 见洛景言神色肃然 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得点头应试 洛景言并没有压低声音说话 说话之后 还是扫了四周一眼 意思不言而喻 吩咐完了周统领 洛景言才带着 落二落三 往街道的利同漫步而去 如今城中并不热闹 虽然不至于寂静无人吧 但整个城中最繁华的街道上 也不过行色匆匆的几个人 与南疆第一城的名头 实在是有些不相符 公子 有人跟着我们 洛二低声道 洛景言并不意外 淡然道 让他们跟吧 见洛景言如此 洛二落三也就不再理会身后的尾巴 两人只是警惕地用耳朵 听着周围的动静 右手扶在剑柄上 一左一右 护在洛景言的身侧 以防突如其来的袭击 三人一路顺利出了城 也始终没有人出面拦截 直到洛景言三人出门 已经有七八里路了 一片小树林后 才看到了几个衣着各异 装扮古怪的青年男女 那几人身上都穿着南疆独特的服饰 脸上还吐着一些五彩斑斓的色彩 看起来有几分古朴神秘和诡异 此时几人都站在三人必经之路 几人站成了一排 正好挡住洛景言三人的去路 洛景言回头看脸身后 果然也有几个人跟了上来 将三人堵在了中间 洛森上前低声道 公子 看他们的服饰和脸上的东西 是红衫布的人 洛景言淡然 外表示 到底是不是还不好说 说完这话 就听到洛景言沉声道 诸位 还请让个到 对面站在中间的高大男子 又有些声音的中原话道 我们 若是不让呢 不让 洛景言脸色微沉 淡淡地道 那就是要动手了 洛景言长得俊美斯文 哪怕是在上庸娘的地方 不认识的人也很可能会将他当成文臣 但他毕竟还是在战场上厮杀过来的 一旦沉下脸来 那股气势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住的 他话音未落 落而落三已经抽出手中长剑 那几人却并没有直接动手 反倒是各自相互对视了几眼 自在交流意见 过了好一会儿 那高大男子才到 族长 请洛大人 一叙 他的中原话 显然十分生熟 几个字一停顿 说得十分生硬 洛景言挑眉 哪位族长 那高大男子 扯出一个僵硬的笑来 自然是 洪山族长 桑坤族长 洛景言垂眸不语 淮宁总督管的是淮宁二州的事 却还兼着镇守监视南疆之责 洛景言已经来淮州三年了 对南疆的情况也颇有了解 洪山部前任组长桑普 西夏子嗣不少 但被立为少组长的 并不是所谓的桑坤 而是桑普与其正妻 一个小部落的组长之女 所剩的嫡子桑烟 杀害桑普的凶手 尚未被绳之以法 另外两个部落 也还没有正式公布下一任组长的人选 洪山部似乎有些特立独行啊 不仅直接无视了杀父之仇 先行继位 而且继位者 竟然还不是原本定下的少组长 南疆部落可不向众元讲究什么 国不可一日无君 他们的规矩是 如果老组长死于谋害 继承者必须杀了仇人 才算明正年顺 桑烟呢 洛景言直接了当地问 那高大男子有些犹豫 思索了片刻才到 洛大人 请 组长自会解答 大人的疑惑 洛景言思索了一下 点头道 也好 公司 洛爱洛三起身 他们势单力薄 此事孤身前往红山部 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洛景言淡然 不必担心 桑昆未必做好了与大圣斯普连的准备 对面几个男女文言 脸上的神色越发僵硬冷凝了 显然这几个人呢 都是懂得中原话的 洛景言被请去的 自然不会是红山部真正的足地 昭云城 由三大部落共管 但其实距离三大部落的足地 都还有不短的距离 只是三大部落的首领 甚至是族中有头脸的人 都在城中有宅邸 这些人呢 也经常居于此处 因此这里 倒是有些像各部落的 第二个权力中枢 这些人 也没有带着洛景言进城 去红山部在城中的宅邸 一行人一路往南 行了十来里 才看到一处隐藏在山腰上的寨子 三个穿着中原服饰的男子 踏入寨里 自然引来了不少注视的目光 这目光中 还有不少毫不掩饰的恶意 洛景言对上一个 躲在墙角边上 恶狠狠瞪着自己的孩童眼睛 对方先是一愣 很快又更加凶恶地瞪了回来 洛景言淡定地一开了视线 三人一路跟着引路的人 来到了寨子最重要的一座大屋 引路的人并没有进去 而是转身对洛景言道 洛大人请 多谢 洛景言点头 然后缓步踏入房门 后面洛二洛三 却被人拦住了 洛景言回头对他们打了个手势 两人只能警告地瞪了拦住 他们的人一眼 然后静自走到门口 守在那里 南疆的寨子 哪怕是族长居住的地方 对早就见惯了 繁华上用的洛景言来说 也依然简陋 洛景言站在门口扫了眼里面 只看到一个三十出头的中年男子 正坐在大厅的主位上看着他 男子同样穿着红衫布的服饰 只是更加华丽一些 脖子和双手的手腕上 都带着样式繁复瑰丽的黄金宝石饰品 男人肤色有些深 脸上还涂着五彩的色泽 有一种古老庄庄的野性 洛大人幸会了 男人先一步开口 他的中原话极其标准 完全听不出是一只生活在南疆的外族人 洛景言微微凝眉 突然道 你不是桑昆 男人挑一挑眉 打量着洛景言 哦 洛大人见过我 没有 那 你为什么说我不是桑昆呢 难道你想说 你是桑昆 男子放声大笑 半上才缓缓点头的 洛大人说得不错 我确实不是桑昆 洛景言淡淡瞥了他一眼 也不追问 而是走到旁边的椅子里坐了下来 男子抬手轻轻记上 片刻之后 两个人拖着一个有些狼狈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那两人十分不客气 随手便将人丢在了地上 然后无声地告退出去了 洛景言低头 看着地上的中年男子 典型的男将人长相和肤色 就连身形都比坐在主位上的男人要挨了许多 不必男人开口 洛景言却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 这才是真正的桑昆 不得不说 这两个人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男人指了指地上的人道 这是桑昆 洛大人想见他吗 不是我想见桑昆 是桑昆要见我 男人笑了笑 请容在下自我介绍 在下色图 不认识 无名小族 洛大人不认识 也不奇怪 洛景言看着他 有些意味深长 阁下可不是普通的无名小族 桑昆少族长和族长夫人 已经被你杀了吧 色图 但笑不语 族长也是你杀的 色图依然没有言语 只是含笑地看着洛景言 所以你找我来 想做什么 色图摸索着手腕上的黄金手镯 如果我说 我要用洛大人 要挟摄政王和洛家就范呢 洛景言丝毫不为所动 只是冷笑了一声 我看 你想找死 看来洛大人 一点身为阶下囚的觉悟也没有啊 你现在可是在我手里 洛大人认为就靠你们三个人 能够逃出去吗 你现在 有本事调动整个红衫布吗 色图沉默不语 好一会儿才水下眼眸 滴滴地笑出声爱 你的胆子确实不小 只是不知道 如果此时红衫布的人冲进来 先死的人到底是你 还是我 除了这大屋附近的人和你派去找我的那几个人 你现在根本控制不了红衫布 刚才进来他就发现了 寨子里其他人不仅是对他们有敌意 对那几个跟他们一起的南疆人也十分的陌生 南疆人聚足而居 对族人十分热情 如果他们真的是这寨子里的人 根本不会存在一路近来 完全没有人上前打招呼的情况 说吧 找我所为何事 洛几人平静地问 色图叹了口气道 看来是瞒不过洛大人了 很简单 只要洛大人帮我控制住红衫布 我帮你们那位曾大人洗清身上的罪名 洛某不过一介陈子的 无法为朝廷做主 更无法影响南疆的局势 阁下这话是高看我了 洛大人谦虚了 你可不是普通的臣子 你是洛家的大公子 摄政王的旧兄 还是执掌怀宁两州军政大权的人 只要你愿意配合 自然马道攻城 洛锦颜扬眉 似乎对色图的话有了几分兴趣 你希望我怎么做 很简单 只需要洛大人以大晟朝廷的名义 宣告在下成为红衫部下一任的组长 您应该知道 即便是朝廷的旨意 红衫部也不可能会遵从 这些部落组长之位世代成袭 以血缘为根基 朝廷根本不可能强制要求 让一个非前任组长的人 继承组长之位 这个人甚至都有可能 不是红衫部的人 色图笑道 洛大人不必担心 我自然不会让朝廷为难 洛锦注视着他 半赏才到 你跟桑普是什么关系 色图脸上的笑容微僵 半赏才到 他算是我父亲 多几人明白 色图应该是桑普在外面 与人所生的儿子 只是不知为什么 没有被带回族中 按理说 桑普的数字并不少 所以必然不会是因为 族中或者夫人的压力 一直趴在地上的桑昆 听到这话 突然奋力挣扎起来 只是不知道 色图用了什么手段 无论他怎么用力 嘴里也发不出丝毫的声音 桑昆怒急 只能让自己的身体一次一次地撞击地面 发出砰砰的声响 但这大屋附近都是色图的人 即便听见了 也没有人会过来问 只是色图听得烦了 一脚过去 将三坤踢晕了过去 洛锦言 有些明白色图的意思了 一个不被承认的私生子 确实是没有资格继承组长之位的 因此才需要朝廷 为他的身份背书 如果红山部的少组长真的死了 那么剩下的子嗣都有数字 只要色图能证明他的身份 再为组长报了仇 又大胜朝廷背书 他确实是可以继承组长之位的 不过 这有不足 红山部的人未必会真的心服口服 难将其他部落 也可能将红山部当成叛徒 洛锦言垂摸思索了半傻 突然道 阁下的条件倒是不算苛刻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 你背后的人是谁 我不懂 骆大人是什么意思 阁下想告诉我 你一个人杀了红山 古河 秋辞三部的组长 就为了胁迫朝廷给你的身份证明 还是说 古河部和秋辞部 正好也有两个跟你一样的人 你们一拍即合 弄出这样的事情 恕我直言 有这样的本事 阁下应该也不需要朝廷背书了 色图若是能证明自己的身份 杀掉老组长所有的数字 逼迫老组长认他 也不是不行 色图扮上没说话 不知过了多久 才低声笑了几下 骆大人好生敏锐 真是让人佩服啊 洛锦言神思默然 并没有跟他互相吹捧的意思 色图笑道 好吧 确实有人暗中帮了我许多 不过洛大人放心 我没有跟大圣作对的意思 我只想拿回我应该拿回的东西 比起来历不明的人 我自然还是更看好大圣的 洛锦言平静的脸上 完全看不出对色图的话 到底信还是不信 半上 洛锦言才悠悠地问道 暗中帮你的人 该不会是从骑族来的吧 色图面不改色地笑 都说了来历不明 我怎么会知道 他们是从哪来的呢 反正我需要力量 他们需要我帮忙搞乱红山部 各取所需 有何不可 那他们知道 阁下背着他们找我合作吗 这个嘛 他们自然没有必要知道了 他们的目的已经达成了 我跟他们的合作 也已经结束了 如果我不答应 阁下会如何 如果洛大人拒绝 那位曾大人 可能会不太好了 红山部 对那位虎视眈眈 盼着为桑普报仇的人 可能会立刻冲出去 撕碎了他 洛大人你说的对 我现在确实控制不了 红山部 但是 我能控制桑昆就够了 你可知道 桑昆是怎么登上 组长之位的吗 是你帮他 不错 否则只靠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斗得过 桑映那对母子呢 色图突然抬手打了个响指 方才昏迷不醒的桑昆 立刻站起身来 他挣扎着爬了起来 脸上的神色和身体的动作 都有些奇怪 他挣扎着朝色图走了过去 脸上却写满了挣扎和恐惧 色图抬手朝来打了个手势 桑昆的动作瞬间停住了 似乎在剧烈地挣扎着 但很快 他还是屈膝跪倒在色图跟前 恭敬卑微地 五体投地的沉浮的姿态 色图朝洛景言笑了笑 洛大人看到了吗 只要能控制住桑昆 我就能控制红山部 你还不能完全控制桑昆 不错 但是 目前这样 已经足够了 洛景言垂眸思索 色图也不着急 他知道 洛景言还需要时间权衡考虑 不知过了多久 才听到洛景言平静了他 我可以答应你 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 杀死三位组长的凶手人选 由我来定 色图自然不可能站出去成人凶手势态了 那必然是要拉人背锅的 时间仓促 若是出现什么破绽 有我负责 色图深深地看到洛景言一眼 好 一言为定 洛景言三人从红山部的寨子出来 才走出去不远 就看到尊卫带着一群人匆匆过来 看到洛景言 尊卫重重地出了口气 连忙迎了上来 洛大人 你没事吧 多谢尊大人关心 一切安好 您这是 尊卫有些汗颜的抹了把汗 对比起洛景言的淡定 自己未免显得有些太沉不住气了 一听说洛景言被红山部的人带走 尊卫立刻就带着人赶了过来 生怕洛景言在南疆出了什么事啊 此时见他平安无事 自然大大的松了口气 洛大人 红山部的人 回去再说 回到宣伟师府 尊卫还没有来得及喝口茶 就被洛景言的话震惊地险些跳起来 桑普的私生子 杀了桑普和桑爷 控制了桑坤 这怎么可能 尊卫忍不住失声的 洛景言挑了挑眉 没有说话 他也觉得这个真相很奇幻 曾温有些控制不住的在大厅里来回夺步 怎么会这样 怎么可能 如果桑普是因此而死 那骨河部修辞部的组长 又是为了什么 难道是南疆的私生子们 结成了一个同盟了 曾大人 洛景言有些无奈的患道 这位曾大人呢 什么都好 能力其实也不弱 就是一着急吧就爱叙叙叨叨的 着实是让人有些无奈 曾伟显然也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 所以洛景言一开口 他立刻就闭了嘴 走回座位上坐了下来 沉默半上 曾伟才到 洛大人的意思是 我们扶持色图登上组长之位 他出面为我洗刷罪名 您认为这靠谱吗 确实有些不靠谱 既得利益者 帮助嫌疑人洗清罪名 听起来就像是双方合谋 那洛大人您的意思是 色图既然提出了这个要求 先答应下来也无妨 横述 你我也都做不了朝廷的主 洛景言身份确实特殊 但是再特殊也是私下的身份 在明面上 他现在的身份就是怀宁总督 用这个身份为色图背书 就算朝廷事后肯认了 南疆人也未必会买账 相比起来 曾伟的身份甚至更加名正言顺一些 可惜 曾伟初来乍到 并没有临川侯酿的身亡 如今更是被人杀人凶手的罪名 他说什么都没有 那色图能控制住红山部也不是傻子 大人想要敷衍他恐怕不成 他既然敢找我 朝廷办事需要的流程 他不会不清楚 我这不是在敷衍他 就算我是 他也未必就真的不知道 曾伟沉默了半上 有些明白洛景言的意思了 然而越是明白 曾伟的眉心皱得更紧 秋辞不可有什么说法 我没有见到邵组长 只是他的亲信传话给我 希望我们能尽快查清此事 否则秋辞内部恐怕要压不住了 秋辞邵组长是相信你与组长被杀之事无关的 但族中其他人不信 我们在秋辞内部的人也传回了消息 这两日秋辞组长情况不太好 有人散播谣言 说邵组长偏向中原人 指父亲的杀身之仇不顾 甚至还有人挑唆 秋辞部的族人 直接冲入宣伟师府 为老族长报仇 老族长那几个兄弟儿子 也十分踊跃 似乎有一种传闻 谁能为老族长报仇 谁就可以继承组长之位 现在还有族中大长老压着 才没有要出乱子 但是这种情况恐怕也长久不了 曾大人不必担心 秋辞邵组长不会有事的 听骆继言怎么说 曾伟倒是安心了几分 虽然骆继言比他年轻了不少 但职位品级却远在他之上 所能掌握的权势和信息 更不是他能有的 自从骆继言不顾自身安危 来南疆相助 曾伟就不由自主地对他马首是瞻了 他跟那位秋辞族的少族长 虽然相识也不久 却也有几分交情 除了事之后 对方更是唯一一个愿意相信他的南疆人 曾伟心中感念 自然不希望对方出事了 他还想再问 骆继言却什么也没有再说 并不是他故弄玄虚啊 而是有些事情 他自己心里也还没有底 宣伟师府外面盯着的南疆人 果然按捺不住 当天晚上 旧人忍不住想闯进府中 刺杀曾伟 只是宣伟师府 不仅有原本的守卫 还有骆继言带来的兵马和护卫 几个南疆人毫不意外地被抓住了 这大半夜被人吵醒 骆继言的心情并不大好 起身穿衣出门 就看到院子里有些昏暗的火光下 几个青年男女被护卫压着 有些狼狈地跪在院子里 他们显然并不甘心 即便被强压着跪在地上 也依然挣扎不休 公子 杜二上前 神色不善地看了地上的人一眼 猜到 这几个人 夜闯宣伟师府 骆继言点点头 可有人受伤 伤了几个人 这些人武功不怎么样 倒是会用一些旁门走道 这话立刻说到几个南疆人 愤怒的目光 在南疆人眼中 用毒用骨暗算 这些都不算旁门走道 骆继言点点头 让人好生照看 吩咐完了 骆继言才看向跪在地上的几个人 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 三男两名 五人跪在地上 一个个眼底脸上 都写满了仇恨和愤怒 仿佛骆继言是什么 十恶不舍的大恶人一般 骆继言也不生气 你们是秋辞部的人 其实很好认 虽然都是南疆人 但南疆每个部落的人 服饰图腾 甚至是首饰的样式 都是不一样的 这几个人呢 显然也没有隐藏的意思 所以骆继言一眼 就认出来了 是又如何 其中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 瞪着骆继言问道 骆继言微微挑眉 低头打了那少女 一万能火光下 少女一双眼眸 一一声光 隐约还能看到 她秀丽的面容 骆继言冷声道 擅闯轩位师傅 秋辞族没有人教过你们 这是什么罪名吗 那少女一致 很快又理直气壮的道 那个什么轩位师 害死了我们组长 我们为组长报仇 有什么不对 报仇 秋辞部有证据证明 是曾大人 害死了老组长吗 本来就是他 你凭什么说不是 骆继言也不跟他废话 冷声道 不管是不是 擅闯轩位师傅便是大罪 来人 拉出去砍了 以敬校友 你敢 少女的声音尖锐而短促 竟压着自己的护卫 将自己从地上拉起来 眼底也不由地 升起了几分惊慌之色 你们做什么 放开本姑娘 放开我 另外四人见状 也挣扎着小过来帮忙 可惜他们此时 都已沦为阶下囚 哪还有能耐救别人呢 两个互卫一左一右提起少女 就往外走 少女吓得不轻 两条腿不停地乱灯 却都无济于事 分开我 你们敢 本姑娘要杀了你们 还有你 少女扭头去看 站在屋檐下的洛锦炎 本姑娘一定要杀了你 洛锦炎神色淡漠 连一个眼角的余光 都没有分给他 其他四人见状也急了 其中一个少年连忙道 你不能杀他 她是我们族长的女儿 是我们秋泽族的公主 洛锦炎依然不予理会 公主 小小一个部落族长之女 也敢号称公主 护卫见洛锦炎如此 也不再犹豫 提着那少女就出门去了 被压着跪在地上的 四个人脸色大变 望着门口的方向 眼中隐隐地 有几分绝望之色 此时他们或许才终于明白 无论他们有着 什么样的身份 在不看身份的人眼中 他们什么都不是 哪怕事后 修资部能为他们讨回公道 人死了 也是活不过来的 看起来年纪最小的少年 几乎哭出声来 等等 手下留人 曾伟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这原本是他们仇人的声音 但此时听在己人耳中 却犹如酒汉逢干露般的欣喜 曾伟听到动静匆匆而来 就看到洛锦炎的人 压着秋资部的小公主要奋战 险些吓得背过气去 这个时候杀了秋资部的小公主 这不是逼着秋资人 跟他们翻脸吗 曾伟连声说服了护卫 等他进去求情 千万别动手杀人 方才匆匆地进门过来 洛大人 洛锦覆手而立 当然的 惊扰曾大人了 哪里哪里 是宣卫府无能 惊扰了洛大人才是 多亏了洛大人麾下诸位 否则在下今晚恐怕 曾伟有些无奈的苦笑 不用想也知道 这些人必定是冲着他来的 这几个人擅长宣卫师府 藐视朝廷威严 曾大人认为该如何处置 曾伟迟疑了一下 试探着他 不如先将他们关押起来 明日下官再上秋资部 向秋资部讨个说法 曾大人 你就是太过仁慈了 才让这些人胆大妄为至此 对这些不知礼数的人 就当有雷霆手段 杀鸡敬猴 您这岂止是杀鸡敬猴啊 洛大人说的是 只是下官与秋资部少组长 还有几分交情 那姑娘又是少组长的亲妹妹 坚持心尽丧妇 还请洛大人 看在他年幼无知 和他父兄的份上 扫他一命 洛检人低头思索着 其他人也不敢说话 只能安静地等着他的决定 半晌才见洛检人抬起头来 既然曾大人这么说了 本官自然要给曾大人这个面子 这几个人交由曾大人处置便是 但是 只此一次 他扫脸地上跪着的几个人 缓缓地道 若有下次撞到我手中 杀无赦 几个年纪本就不大 凭着一腔热血和愤怒 强闯轩为石斧的年轻人 听着洛检人的话 只觉得头皮发麻 丝毫不敢还嘴 哪里还有方材的张狂四义啊 所以说啊 年轻人就是欠缺毒打 洛检人没有再理会这些人 转身回房去了 看着他的房间门关上 曾为才轻叹了口气 对院子里的其他人道 老家 先将这几个人 关进地牢 明日再处置吧 陆二点了下头 挥手示意护卫将人压下去 院子里很快恢复了宁静 洛检人并没有回房睡觉 而是坐在书房里看着书 曾为推门进来 看到正经危坐的洛检人 也丝毫不意外 洛大人 你可将那小姑娘 吓得不轻啊 曾为想起小姑娘被压下去 双腿发软 泪流满面的模样 忍不住的就有几分同情 洛检人将书放下 不知天高地厚 可见是平时胡闹惯了的 曾为叹了口气 那姑娘是老族长 年纪最小的女儿 跟如今的少族长 是一母所生 性子有些冲 除此之外 倒也没有做过 什么不好的事情 这次也是 明天大人 要亲自去秋辞 秋辞族大小姐夜闯官员府邸 意图行刺 难道不值得我们亲自去问一问 大人说的是 洛检人盯着眼前飞飞跳动的烛火 若有所思的道 曾大人不妨在我们去秋辞之前 先问一问那位姑娘 到底是谁让夜闯宣伟师府的 大人认为 有人挑唆的 在他看来 那姑娘自己也非必就做不出那种事情 一时间倒也没有多想 洛检人微微眯眼道 看那姑娘的脾气性格 若果真因为他爹的死 气氛难以抑制 根本不会等到这个时候才来 只怕他大白天也敢直接往里闯 更何况 我如果猜测的没错 白天守在外面的人里面 没有这几个人 他们是今晚突然过来的 秋辞族长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他这个时候才突然冲动 大半夜带人跑来为他爹报仇 曾伟明白洛检人的意思 当即便点头道 下官明白了 洛大人放心便是 这次的事情 明显就是有人故意嫁祸的 再有人从中挑唆 激化朝廷和秋辞部的关系 也没什么奇怪 那小姑娘啊 八成是被人利用了 不必洛检人和曾伟上门 第二天一早 秋辞部的人就亲自登门了 秋辞部的少组长 是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 有着男将人特有的身色肤色 却又身形高挑挺拔 与他身后跟着的族人不同 这位少组长显得十分平和 并没有因为洛检人抓了自己的亲妹妹 而对他怒目相识 洛检人自然知道 这位少组长 据说年少时曾游历过中原 不仅会说中原话 对中原的规矩礼仪文化 都颇有了解 洛大人 见到洛检人 他拱手行礼 小妹不懂事 冒犯了洛大人和曾大人 还请两位 看在他年少三父的份上 饶恕他这次吧 洛检人本来也没有打算 为难那少女的 否则昨天就将人给杀了 那姑娘明显是被人利用的 洛检人也犯不着 为了个没有脑子的少女 将大圣和秋辞的关系 彻底闹腔 但打算是这么打算的 可洛检人说出的话 却不大客气 令媚夜闯朝廷官员的府邸 意图行刺 少组长觉得 只是失礼吗 这话一出啊 跟在秋辞少组长身后的族人 都有些按捺不住了 族长的死 处处证据都指向曾为 少组长顶着极大的压力 为他周旋 如今大圣人却是这个态度 让他们心里如何能舒服 其中一个青年站出来 怒道 就算大小姐闯了宣卫师傅又如何 我们租囊死得那么惨 跟姓曾的脱不了关系 大小姐若不是报仇心切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洛检微微扬眉 冷声道 曾为是朝廷命官 南疆是大圣属地 你们连事情都没查清楚 就夜闯宣卫师傅 刺杀朝廷命官 怎么 想造反 听了这话 众人更加激动 几个秋姿族人脸上 被揉了愤愤之色 若不是少组长拦着 恐怕就要直接冲上来 跟洛锦言理论了 少组长有些无奈地苦笑了一声 沉声令众人住口 然后又回身朝洛锦言攻身一依 洛大人 此事确实小妹的错 还请大人念在他年少无知的份上 网开一面 若有什么责法 在下愿意一并承担 少组长 几个族人齐身惊叫道 洛锦言健壮 神色倒是缓和几分 他看着跟前的青年的 少组长 非是洛某为难你 这里是宣卫师府 曾大人是朝廷任命的宣卫师 他的生死安危 不仅是他一个人的事 还关系到朝廷的威严 在下明白 正是因为他明白 所以才会坚定地维护尊卫 否则 以他的身份和如今的处境 怎么会去维护一个 有杀害他父亲嫌疑的人 少组长曾经游历中原多年 他比一般的南疆人 更懂中原和大晟朝廷一些 虽然这些年 大晟因为战乱 以及频繁的皇位更迭 无暇顾及南疆 但他也知道 只要让朝廷缓归一口气来 南疆是没有能力与之抗衡的 千百年来 从来都是如此 中原王朝强盛的时候 南疆便臣服于朝廷 一旦中原王朝衰弱 南疆又意图自立为王 然后经历下一个轮回 对身在局中的南疆权贵们来说 他们或许是在完成一项 自以为的红土霸演 但对普通的南疆百姓来说 却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反复重来的灾难 邵组长并不看好南疆资历的事情 从古至今 越到近代 中原王朝对南疆的控制就越强 南疆百姓对中原人的排斥也越弱 只要一直这样下去 或许再过个一两百年 南疆就会完全融入中原王朝了 这对普通的南疆百姓来说不是坏事 但对南疆各个手握重权的组长们来说 却不算是个好消息 而且 这也是不可违逆的趋势 哪怕大圣王朝覆灭了 也会有下一个中原王朝继续完成这件事 既然如此 为什么要主动挑起和中原的战事呢 至少最近百十年内 朝廷不服主动改变南疆的格局 但如果南疆各部自己要作死 那就未必了 邵组长这番想法 很难被南疆众人包括自己的族人理解 在他们谈来 他的想法未免太过怯懦 失去了南疆男儿的血性 对此 邵组长只能无奈苦笑 他自己也不能否认这些指控 或许他真的太过怯弱了 他如果是个有血性的邵组长 就应该不管成败 拼尽全力 带着族中上下 如之前的南疆先辈一般 先征服整个南疆 然后带着南疆勇士越过边界 掠夺更加富饶的土地 但是 他做不到 看着那些古时的记录 他完全没有荡气回肠的英雄气概 只看到立种 仿佛陷入无羞耻的轮回一般的无奈 骆锦言微微眯眼打乱着这位邵组长 他虽然对南疆破位了解 但毕竟不在南疆 也是第一次见这位邵组长 骆锦言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这位邵组长和大多数南疆人都不一样 邵组长请坐下谈 沉吟了片刻 骆锦言才沉声道 邵组长示意几个族人退下 在几人不甘愿的眼神下 走到骆锦言下手坐了下来 邵组长可知道 令妹为何会突然来行刺曾大人 邵组长有些无奈的道 小妹年纪小 听信了一些 谗言 恐怕不只是一些谗言吧 方才跟着邵组长的那几位 有几个是可信的 邵组长半上没说话 梁九才抬头深深地看了骆锦言一眼 骆大人好眼力 如今族长局势确实不太好 我今日来此 除了因为小妹 也是有些事情想跟曾大人说 曾伟朝他点了点头 邵组长自然明白曾伟的意思 现在宣伟师府一切都由骆锦言做主 如今族中的情况 其实与我维护曾大人关系不大 父亲去世之后 族中就很不安宁 几位原本十分安分的长老 都突然犯难 要求立刻诛杀曾大人 为父亲报仇 落箭挑眉 就这还说跟曾伟无关吗 邵组长摇头道 我原本以为 他们只是为了替我父亲报仇 但是这两日我才看清楚 他们并不是要找到杀害父亲的凶手 绳之以法 而是想要 大张旗鼓地杀死朝廷 派驻在南疆的宣伟室 并借口我态度消极 不肯为父亲报仇 夺取秋辞部的控制权 如果只是想要夺权 他或许还能忍 但这些人 显然并不只是想要秋辞部的权利而已 如今族中群情激愤 年轻人被煽动了起来 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解释 邵组长叹息道 我当初选择相信曾大人 只是因为看出当时形势不对 如果我不出面压下 秋辞部的人 真的会冲进宣卫石府杀人 到时候 局面就真的无法挽回了 他出面维护曾伟 好歹还能拖延几日 哪怕让曾伟设法先离开南疆都可以 不过他也没想到 曾伟没有离开南疆 反倒是骆景言来了 骆景言也听明白了他的意思 拱手道 多谢少组长大义 大义谈不上 我只是 不想让南疆陷入战火之中 骆景言若有所思 但是现在 明显有人想要将南疆拖入战火 只是南疆如今还是一盘散沙 前两年 鸾伊斯隐藏在南疆的兵马 也被朝廷全部拿下了 南疆各部落 若不能拧成一股声 根本不可能对大乘造成威胁 前两年 凌川侯在南疆扫平了鸾伊斯残布 凌川侯的能力和手段 也让南疆人颇为忌惮 同样的 南疆有不少部落 暗地里跟鸾伊斯勾勾搭搭的 凌川侯也并非不知 只是想要稳定南疆局势 不好撕破脸罢了 小妹冒犯了大人 也该受到一些教训 只是翻请洛大人 留他一条命 邵组长言下追议 他现在并不抢求洛锦言 放了自己的妹妹 邵组长放心 只要令妹以后不再胡作非为 朝廷会保证她的安全 邵组长一正 有些惊讶地看向洛锦言 多谢大人 既然秋辞族局势已经失控 不知邵组长 愿不愿意听听在下的建议 洛锦言和邵组长说话的同时 朝云城中另一处 装饰的富丽堂皇的宅邸里 几个人也正坐在房间里议室呢 房间里有些幽暗 气氛也显得有几分凝重 邵组长去见洛锦言了 不会出什么事吧 其中一个留着短缺的男子 有些担忧地问道 另外一人不以为然 能有什么事啊 邵组长自己要跟中原人勾勾搭搭 可不是咱们逼他的 他早晚得将组长的位置让出来 要我说 当初老组长就不应该选他 做邵组长 旁边两人也齐声附和 不错 老组长偏心于他 非要让他做邵组长 却也不看看 他跟中原人都学了些什么东西 没有半点骨气和血性 咱们秋辞不知道被骨盒和红山部的人 暗地里怎么嘲笑呢 对于一个部族 未来的组长不够强硬 本身就是一件 很让人耻笑的事 话不能这么说 坐在主位上的中原男子终于发声了 他沉声道 那洛锦炎跟曾伟可不一样 他一旦插手 事情只怕不好弄 有什么不一样 不就是一个中原的官吗 听说那洛锦炎长了一副小白脸 在南疆这样的地方 也不知道能活几天 中年男子撇脸说话的人 眼底飞快地 掠过一道轻蔑的暗盟 口中却道 你说的小白脸 曾经可是大晟定国君少帅啊 也是战功赫赫的将领 如今手里 还握着怀宁两州的兵权呢 文言 那人也住了口 房间里一片宁静 好一会儿 终于有人不耐烦地等 那要怎么办 难道就这么算了 且不管老族长 到底是不是 被那姓曾的所害 如今这事已经天下皆知 如果我们就这么算了 让南疆各部和族人 如何看待我们 谁说要算了 中年男子抬眼 这人奇迹看向了他 那你的意思 中年男子冷笑了一声 少族长既然不愿意带领我们 为族长报仇血恨 那就换一个愿意的人来 到时候 咱们直接去找洛锦言 说他还是袒护曾伪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朝廷的面子 咱们已经给了 但我们秋思部的男儿 也不能让人给看扁了 众人互相交换了几个眼神 片刻之后 有人道 少族长性格柔弱 确实不适合 族长之位 咱们回去恳请大长老 召开宗族大会 上议此事吧 如今 少族长在族中的声望并不高 他们的目的不难达成 说不是有大长老压着 他们说不定早就将 少族长赶下尊位了 中年男子听着众人的议论 垂下眼眸 掩去了眼底的得意和欣喜 房门外 一道灰影悄无声息地掠过 丝毫没有惊动门外的守卫 王爷 王妃 屈天歌推门从外面走进来 两年的时间 并没有让屈天歌的面容 有丝毫变化 倒是美与之间 更多的几分坚毅和锐利 骆俊阳正和谢彦 坐在书房里喝茶呢 见屈天歌进来 给个招呼的 屈公子回来了 快来坐下喝杯茶 说话间 骆俊阳以为屈天歌倒好了茶水 这南疆的气候真是要命 幸好出门的时候 带了不少秦耀尔配的药茶 若是将秦耀尔带上 你就能和他献配的药茶 耀尔不累跟着咱们一起出门 怪我咯 秦耀尔不肯跟他们出门 还不是因为害怕泄眼吗 但是骆俊阳并不担心 他觉得过不了多久 他还是会看到秦耀尔的 秦耀尔是个闲不住的姑娘 在上涌待的无聊呢 肯定会往外面跑 等屈天歌坐下喝了两口茶 谢彦才问道 情况如何 骨盒部按兵不动 红杉部新任组长 是傀儡 色图似乎还在等 落大人的消息 秋子部那边 族中几个长老和老组长的兄弟 正在预谋剥夺少组长权力 另行推选组长 看起来 这局势也没有咱们以为的那么着急啊 那些人看不清楚锦炎的底牌 一是不敢动罢了 还剩不了几天 另外 即便曾为犯了众怒 南疆三大部落 若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头领 也只是一盘散伤 掀不起什么风浪了 所以 咱们现在不露面 大哥也拖着不处理 是为了等幕后之人露面 简点点头 轻声道 咱们去秋子部看看 不先去跟大哥说一声 这些事情谨言能处理 咱们在暗处看着 比罗在明处好心 罗就要点点头 反正大家都在南疆呢 总会见到的 也不急于一时 秋子部的足地 距离昭云城 策马大约一天就能到 因为老族长突然去世 族中许多人 都已经跟着邵族长和其他长老 去了昭云城了 如今族地里 只留下了一部分青壮 以及老幼妇孺 如今族中做主的是大长老 只是大长老如今年事已高 虽然声望依然很高 但不少年轻人 却觉得大长老年纪大了 处事有些啰嗦退让 渐渐地便站到了 更加年富力强的 二长老那边去了 也是因此 因为族长的死 就连整个族中对朝廷的态度 都是四分五裂的 二长老年纪多人有限的 未经许多人的灯架